他们左蒙人的身体跟修士的可不一样,张眼也有些阵法造诣,这一路上与大家谈起那个把他们困住的大阵,很确定那根本就不算什么杀阵,不要说没有洗眼灵水,灵溪看不透他们的死点,就算有洗眼灵水,就算他能看透他们的死点,也绝不可能在短短时间里连杀他们十个人。 他们这些被圣者选定的星位,就是仙人级别,在七月方面也都强于审偿那些普通人,天渊七界离乱星海远着了,那里的天道再怎么也管不到这里来。 灵溪一个人赶进重阴陵海,我们这么多人反而不赶进。 吴迅,你是太平日子过久了,忘了我们进乱星海,除了收集星沙,除了夺运,还是试炼吧。 既然是试炼,又怎么能知难而退呢? 别忘了,大家都说,这里有王者星寿。 王者星寿的星沙,已经不叫星沙,可叫星河了,那才是圣者最想要的东西。 对上星寿,人族的身体能比得过我们左蒙人的身体吗? 重阴陵海本就是我们目标之一,现在灵溪都敢进,我们却跟傻子似的,连个外围都不敢进,那算什么? 要是被十五位的人知道,我们还有脸吗? 这样,我们举手表决吧,红一进的,举手。 张眼先行举手,吴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家一个又一个地举手。 吴迅,你怎么说? 到最后,只剩他一个人了,张眼开口逼迫。 都到了这种程度,他怎么也不能耽搁胆小如鼠的名号? 一起。 吐出这两个字的时候,他第一个冲进了重阴陵海。 此时,陆灵溪在一个树洞里已经休息了好一会儿了,树洞是他自己挖的,倾主儿帮忙掩饰后,他自自在在地裹着厚毛大肠,吃香喝辣的。 灵溪,他们进来了,你现在要出去动手吗? 不出去。 陆灵溪,裹了裹后毛大肠,抱着当初刘九尔请和声诗书,用不灭火特制的扁葫芦取暖。 让他们找一会儿,顺便把这里的星兽轻一些再说。 万一倒霉遇到王者星兽,现在多死一个星兽,他就可以多省一份力。 就算没有王者星兽,让那些左萌多忙一会儿,多给他弄些星沙,也是好事一桩。 先等等,等天快亮的时候再动手吧。 天快亮的时候,陶肝和陶丹终于换班了,累得要死的陶丹,坐下时,忙给自己弄了一碗大补汤。 姐,你喝不喝? 姐姐好不容易恢复点,可不能再倒下了,要不然他真要累死的。 嗯。 陶肝直接接了他的碗。 我的伤比你重,所以只能给你两个时辰的休息时间。 他的姐姐越来越狠了,可是反驳好像也不行。 陶丹连忙一手拿肉,一手端汤,务必让自己以最快的速度,把肚子安抚住,多眯一会儿。 身体疲累,余伤不利,最好的方法还是休息,这可不是丹药能完全代替的。 姐,半个时辰前,第九幻灵蝉才被发现,这一次我们终于甩开他们了吧。 他嘴巴里又是汤又是肉,说话含含糊糊的。 也许吧。 陶肝的眉头皱了皱。 这一次的情况,确实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算时间,第九个幻灵蝉至少应该在两个时辰前被发现,毕竟他们那么多人。 除非…… 陶丹,你说会不会有人跟我们一样成为这些左蒙腥味的目标? 啊?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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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陶丹一惊之下,被呛了嗓子。 不会吧,我们多厉害啊。 对喜欢自吹自雷的弟弟,陶肝真是无奈极了。 你真厉害,都被追成了光头。 干什么嘛,好像你不是光头似的。 姐,你怎么会认为有人跟我们一样成为那些腥味的游戏目标呢? 那些腥味追杀他们这么久,遇到的修士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人家可没有主动朝那些人出手过。 算时间,第九个幻灵蝉,按他们的人数,按他们一向的行动能力,至少在两个时辰前就能发现。 可是,他们发现他的时间愣是迟了一个半个时辰,这还是他们彼此之间已经很熟的情况下。 还有,他们耽误了一天半。 这一天半如果是攻打海城,海城周遭的修士现在一定人心惶惶了。 但是这一路遇到的修士,虽然眉宇之间都有些优色,却没有任何一点惶惶之态。 我怀疑他们分兵了。 因为人数少了,所以能搜索的范围就缩小了,以至于他比以为的时间又迟了一两个时辰。 可是这乱星海除了我们,像红叶,知道,谢善他们,一个个的全都狡猾如虎,左蒙人的消息一爆出来,怀疑他们就想办法到了各城当职市去了。 陶甘真不想再理这个蠢弟弟。 什么叫除了我们,其他全都狡猾如虎,是说我们自己笨吗? 你赶快吃吧,吃完闭上嘴吧,休息的时候不准打呼。 否则…… 陶丹发现眉眉毛的姐姐眼睛都在竖起来,老老实实地吃他的。 不准巴基嘴。 被踢了一下的陶丹,连忙又斯文鞋。 其实他觉得他根本没有巴基嘴,只是不知道他说错了什么。 姐姐现在心气不好,就是想朝他发火。 他爹曾说过,女人的心思别猜,猜也猜不着。 虽然和姐姐在娘肚子里就认识了,可是这么多年了, 他真的从来没有搞懂过姐姐。 唉…… 吃饱喝足,他靠在姐姐腿上,眯上眼睛。 此时远方的天空正在亮起一条金线,很明显太阳就要出来了。 太阳一出来,照到眼睛就不好了。 陶丹撩起法衣,往光头脑袋上一盖,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屁股就被姐姐踢了一下。 啊……到时间了? 他迷迷糊糊地要把衣摆从头上拽下来,被姐姐抓住。 嘘,我看到余祥了。 什么? 耳边的传音让陶丹迅速睡一拳消。 他的七剑插在腰间,同行十五人。 陶丹对于祥的七剑印象深刻,很庆幸早早避开了。 其中一人是躺着的,看来是真遇到了大事。 陶丹小心地掀开一摆,可是前后左右哪里有人呢? 只有十几道顿光划过,还没有消失的云线。 走了?没发现我们吧? 没,不过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 啊? 陶丹呆呆地望着他姐姐。 星位是真的分开了。 陶甘沉吟。 其他方向难保不会再碰的,反而是余祥他们在前,我们在后,更安全些。 姐,万一他们想给我们弄个前后夹击呢? 陶丹的小心肝乱颤,想换个方向。 有这个可能,他们之前从那一片飞起,我们去看看。 这一次,他是直接带着陶丹落入陆灵溪之前布阵的地方。 咦?有零食? 好巧不巧,陶丹一眼就看到一个小洞里的零食。 还是块上品的。 嘿嘿,运气好就是没办法,到哪都能发财。 他献宝似的把零食拿到陶甘面前。 姐。 站着,不要破坏这里的脚印。 他很快就发现了好些杂乱的脚印,拉住淳弟弟,掠空而过。 这里的血腥味好浓,快点闻闻,是左蒙人的血,还是我们的血? 左蒙人的血味,据陶丹说,更有一股子臭味。 说起来,爹娘让他们双胎,可好东西全遗传给了弟弟了。 左蒙人的? 陶丹抽抽鼻子,使劲闻了闻。 不太对啊,这里好像不是一个左蒙人的血。 人的体味各有不同,左蒙人同样,在他这里居然闻到了十八种很是相近的臭味。 姐,他们一行共有十六个人,其中一个还是躺着的。 是。 我在这里闻到了十八种味道。 陶丹的眼睛亮亮的,带着挥之不去的笑意。 他们真的在这里遇到铁板了? 是吗? 陶丹心情瞬间大好,拉着他又是一闪。 这里还有好多脚印,快闻。 是左蒙人的味道,不过只有一个。 陶丹更喜欢零食,抬手就在碎石掩盖的小洞里,吸出了一块零食。 怪不得于祥会把旗舰插在腰间,他就是遇到更厉害的了。 没有合适的怀疑对象呢。 姐,红叶他们在阵法上的造诣,跟我们差不多吧。 先别管他们。 陶丹对那些人早就不抱希望, 他们姐弟拼死把消息传出去,这么长时间没有到任何一城歇脚。 以那些人的智商,怎么可能不知道,左蒙人在追杀他们呢? 真有心的话,联合各城,联合不再做任务,停在各城外面的修饰,怎么样也能给他们一点帮助。 可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苦巴巴的到处逃。 这些有脚印的地方,都给我好好玩玩。 陶丹总觉得,这里曾经发生过很大很大的事,他急切地想要在这里寻到有腥味陨落的证据。 拌赏之后,陶丹把烧过的地面缠起一层,终于看到,已经跟土混在一起的暗红之色。 这一次,他不用弟弟闻了,直接放入嘴巴里尝了尝。 被腥味逼着打架,打不过人家,他咬得过人家,所以他们的血,他印象深刻得很。 天快亮了,最近扰人的兴兽也清理得差不多了,可是吴迅的神情却说不出的凝重,他们的人丢了三个,没有声音,没有打斗,莫名其妙,突然之间凭空消失了。 刚刚李满还在我右手摆仗处打兴兽。 说话的张成面色发白。 我就是把财大的十几个兴杀捡起来,一转眼,他就不见了。 于超和王鹏呢? 张一眼,面色冷峻。 你们谁注意了? 谁注意了?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法回答。 刚开始谁都注意着,生怕一不小心,再中了灵溪的圈套,被他拉到什么阵里,他们都小心着呢。 可是大半夜下来,只有源源不断的兴兽,他们总不能看到兴兽扑来而不打吧。 打着打着,大家就不可避免地分得更开了。 谁能想到,一夜都没事,天亮了,反而会出事呢? 不用问了。 吴迅长叹了一口气。 我早说过,那灵溪狡猾如虎,他一夜不动手,因为松懈我们紧提的心,他现在一定还在我们周边呢。 不可能。 张一眼的神识风暴,在一次次地撞击领海,连万分珍贵的星辰果都发现了几颗了。 我们在这边转了这么久,我一个是瞎子也就罢了,我们这么多人,不可能都是瞎子。 要知道,空间内的法宝,在这里是不被支持的。 我的意思是,他有特别的隐身之法。 吴迅的眼睛一次又一次地打描树林。 灵溪,我知道你就在这里。 他带着灵力的声音传出极远。 身为修士,你连光明正大现身的胆子都没有了,偷偷摸摸的,你算的什么英雄? 星雄,当个被你们为杀的英雄吗? 陆灵溪在心里吃了一声,在轻嘴儿帮忙捆回来的李满身上,试验死点。 被捆仙绳捆着的李满,双目之中满是惊恐。 他已经看到于超和王鹏了,他们两个鼓着眼睛,哪里还有半点声息呢? 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吗? 陆灵溪传音的时候,录了一个残忍的笑意。 为了防止被你们的人发现,我可是一滴血都没让他们流呢。 嘴巴被封,只能做鼓掩动作的李满,朝他录了一个祈求的眼神。 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死在这乱星海里。 到乱星海做任务,只是为了能从族中得到更多关注,更多资源,怎么能死呢? 一个小结丹,在外面连给他提鞋都不配。 李满不想死,他明明是想到这里攒资历,抢气运的。 他想不通,被一条草堂拌了下而已,怎么就突然之间被捆仙绳捆了? 更想不通,大家那么警觉,何以灵溪拽他下来的三夕时间里,愣是一个人都没发现他。 现在也是,他们就在这地洞里,离得这么近,他都感觉到张眼他们的神石风暴了,可大家就是看不到这里。 虞超和王鹏的尸体,就这么眉眼似的摆着呢,他们都像是瞎了一般,看不到。 想活? 陆灵溪就想抓个怕死的,传音道。 想活也行,老老实实回答我几个问题,我就放了你。 李满的眼睛里,连忙露出感激之色,他现在只要有一个开口的机会就行了。 虽然不知道虞超和王鹏是怎么死的,但是他的死点,跟大家藏的地方都不一样。 他想象对待这两个笨蛋一样对待他,绝不可能。 只要他能大喊一声,他们这么多人能马上杀下来,一人给他一剑,就能帮他报仇了。 我说对的,你就用眼珠子上下活动,我说错的,你就用眼珠子左右活动。 什么?不让我开口? 李满的心里虽然万分失望,却也不敢露出来,连忙上下活动,示意他知道了。 实时误者为俊杰,只要能活着,总有机会翻盘。 李满还想大家能救他,所以时间对他尤为重要。 现在能拖多长时间,就拖多长时间。 好,我的第一个问题。 你们欣慰的头头是不是昨天的假桃干和假桃丹? 李满的眼珠子连忙上下活动。 知道沙神陆旺吗? 沙神陆旺? 李满看他的眼神一变,不过在陆灵溪似笑非笑的目光下,只能再次上下活动,表示知道。 他在外遇战场吗? 那?沙神陆旺和灵溪同出天元七界? 他关注他,两者之间一定有着某种关系的。 不过,他连外遇战场都知道。 那么是不是族中有人被他逮住时,他也同样打听过? 李满不知道族人是怎么跟他说路旺的,现在为了求命,只能老实。 他的眼珠子左右晃了晃。 不在外遇战场? 他现在什么修为? 玉仙? 好像是的。 我们进乱香海的时候,听说那个狠然冲进玉仙境了。 李满的眼珠子上下活动,陆灵溪心下大喜,不过,面上却没有表露太多,只维持原先的笑容。 他还会进外遇战场吧? 肯定的,一旦战事吃剑,先借了那些个大佬,肯定会把他放出来。 黎满苦巴巴的,洞上下眼珠子,陆灵溪观察他神色,原本为祖宗提着的心,完完全全地落了下去。 难得你如此听话。 可惜了,你是左盟人。 他不傻,当然知道,他这是要动手了,他用眼神愤怒地谴责他,控诉他。 你们左盟人到这乱香海,杀了我们多少人? 清爪儿的腾腾还搭在他身上呢,虽然他并不知道清爪儿的存在,可是是个人都会有脑子,死了的虞超和王鹏脚上都被清爪儿用腾腾绕了一圈。 陆灵溪可不想给自己和清爪儿找麻烦。 你们这些香味连族人的仇都不报,非逼着玩什么游戏,陪你们玩完全部游戏,我的下场,其实比死还艰难吧。 李满还能说什么,人家把什么都想清楚了,怪不得,从一开始就跑,现在也连问都不问。 告诉我死点在哪儿,我让你得个痛快。 我不要的痛快啊。 李满看了一眼早就死了的虞超和王鹏,怀疑他们是被他忽悠着,自爆了死点。 他的眼珠子不停地左右摇,一会儿恶狠狠,一会儿又满是祈求。 拖延时间,在我这儿是没用的哦。 陆灵溪手上拳套一闪,靠近的时候,隔着一圈圈的捆线绳,探入他体内。 生与死间有大恐怖,左蒙人的死点虽然不好找,可是,透过血流,透过紧张的肌肉,还是能看出一二的。 哦,原来你的死点在下河。 李满的瞳孔猛然一缩,全尽微土,李满如虞超和王鹏一般,有如受了大力击打,整个身体一颤,要不是陆灵溪稍微拉着点,就要当场摔下。 灵溪,还来吗? 清主儿三世得手,还想再接着来。 不了,他们已经有了防范,再来,就不是我们捆他们,而是他们捆我们了。 他把里满的储物戒指撸下来,收回捆线绳。 现在我收尸,你说疼? 空的储物袋微微一闪,清主儿盲松开,捆在他脚上的疼疼。 四里外,从捧道扁,说得口干舌燥的吴迅,始终没有得到回应,直气得想磨牙。 灵溪,你是打算当六十年的缩头乌龟吧? 吴迅额上轻筋直跳。 行,有本事你一直在这里缩着,我吴迅今日发誓,只要你敢踏出众阴灵海,一定先断你左腿,再断你右腿,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说话间,他手中的剑,如风一般乱劈一气。 剑气所过之处,无数大树倒下,他待了一夜的树洞,因为是空心,响声与别的不同。 张掩第一个冲上,心挖的痕迹太明显,可是人却杳无踪迹。 他在这里待过,这还用你说? 我怀疑他还在这左近,大家与我一起,绝地三尺如何? 他们不相信于翔的消息,他信。 今日若就这么退走,以后可能再无机会。 仙界的洗眼灵水可能已经到了各城,灵溪看不透他们的死点,都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杀人。 以后能看透,他们可能只剩被他阴杀的份。 现在不是张掩想坚持拿下他了,是他一定要把他重伤再重伤,让他在重伤下完成他们的游戏规则。 或许能夺的气运有限,可是总比这样被他反杀得好。 行。 张掩等人能以欣慰的身份被选进来,当然都不是傻子。 我同意。 刀剑声很快从上方传来。 安化现在的面色,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他们彻底失了陶杆和陶丹逃跑的线索。 如果仅是这样,他还不至于多忧心。 今天一早,怀中的玉牌再次多了三个凹点,也就是说,短短一天多的时间,他们陨落了十三个人。 四人一队,分散开来,慢慢查。 陶杆和陶丹可以慢慢查,可是灵溪那里呢? 程康那边有事,我要过去一趟。 远方一道传音符,直直飞到他面前,安化一直点去,却是余祥的声音。 安化,程康出事了,那灵溪能在兴兽的眼皮子底下布阵,而不被攻击。 他把程康出事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跟安化道来。 现在,他往中阴林海跑了,我怀疑他又要顾忌重施。 你那边如果不是很要紧的话,还是到这里来赞助大局吧。 没有程康,他们谁都不会服谁,表面的一致行动不会再有,这样太容易让灵溪钻空子了。 那后果太严重,余祥不敢想象,只能朝安化求援。 你们听到了? 安化正告诫大家注意安全,又一道传音符飞了过来,凌厉一点,却是长老异常沙哑的声音。 一眼灵水和旺气功法来了,乱星海试炼,真正开始,祝大家好运。 现场一片沉默,包括安化自己,面色都是一变。 他们原先并不在意那什么洗眼灵水,反正他们的身体远比人羞厉害,只要护住死点,一般二般的伤,他们能立即复原。 可是现在呢? 行动吧。 罗毅、郑泽,你们二人随我一起。 他一个闪身,直往重阴陵海方向去的时候,乱星海十五城,已经朝每一个验证过人族身份的修士,发放旺气功和洗眼灵水了。 我是海城徐东山。 徐东山朝十四城求援。 天渊七戒灵溪,连波左蒙人攻城之计,先被追杀于外,他深有不便,承拙后毛法衣,还请各位随同发出救助奖赏。 连城老妖在灵板上陆灵溪的小象完全落下石,忙在城印上连点。 很快,青石长街的宫石栏上,就出现了陆灵溪的小象,以及救助奖赏的太浩丹和问仙丹的赏格。 他的小象旁边,正是陶甘和陶丹的小象。 诶,这灵溪是谁?都能跟陶丹、陶冈比吗? 梁城长街上,排队等待洗眼灵水的修士,看到突然多出的一个人来,非常奇怪。 救助他们的奖赏居然一样? 陶丹和陶冈指出左蒙人,可算救了乱星海,救了我们大家。 这个从天渊七界冒出来的灵溪,何得何能,能连破左蒙人的攻城之际? 嗨,道友还不知道吧,左蒙人已经攻打海城一次,攻打连城两次了。 听说,若不是这灵溪,不仅海城危险,就是连城,也早就不保。 说话的修士,拿着空白玉剪,踏下陆灵溪的小象。 希望他还活着,我们还能救得及。 对陶甘和陶丹,他们早就不抱希望了,不过他还没走几步,攻势栏再次一闪,陶甘和陶丹的小象旁显出了一行自来,先前那修士赶紧上前。 还成消息,陶甘陶丹还活着,他们与灵溪一般被一群特别的左蒙人追杀,但要见者速速相助。 排队等待的修士,连忙把陶甘和陶丹的小象也踏进空间域检里。 不说三人功绩,只是太浩丹和问仙丹的奖赏,就是他们时夜气不起的宝贝。 快看,红叶和陶丹两位道友来了,他们已经得了西岸灵水了吧? 那是肯定的。 红叶在宫市栏旁,对多出来的一个人和陶甘陶丹至今活着的消息惊讶之余,眉宇之间都露出了一丝凝重。 遛狗是个很危险的活儿,尤其是遛那些天生对人有敌意的狗食。 身后剑气延展不绝,陆灵溪尽快把速度提快点,再提快点,奈何她可能把一群狗真的惹着了,他们似乎不惜一切的想要把她拿下。 昨天这些狗的动作还没这么溜,今天一不注意,可能就要被留下点什么了。 陆灵溪可舍不得身上的任何零件,她又不是左萌人,能随随便便的把断腿断胳膊粘回去。 断肢重生丹很贵的,虽然采薇师姐,连这丹药都给了她两粒,可是陆灵溪感觉那一定很疼,她这个人天生怕疼,所以还是尽量跑吧。 有星兽! 清主而其的,都想替她冒汗。 灵溪,快,左前期,八里的西长小五有一窝星兽呢! 有她在,只要不是主动攻击,星兽只会以为灵溪是个能跑的木质。 他们是木质,可是左萌人绝不是。 清主而希望这一窝的星兽能帮他们多争取一点时间。 一群修为高强的左萌人,进了乱星海的消息,终于从仙界传到了灼光、浮玉、乐游、小仙珠界,几乎进阶沸腾。 乱星海那是什么地方? 所有进去的人,修为不管有多高,都会被按在结丹后期上。 也就是说,那些开了智的左萌人也只是结丹后期。 仙界传下的消息说得很清楚,洗眼灵水管够,管够啊! 到西游战场做任务,那什么洗眼灵水可是赦给大家的,最终还是要以杀左萌人的数量补赔上。 而且,乱星海也不是说就没有太浩丹和问仙丹之类的仙丹机缘,虽然六十年于各方天才而言还是有些浪费,可是现在加进了有志的左萌人就绝对可以搏一把。 一时之间,以前不在天才修饰眼里的乱星海任务,瞬间变成了热门之选。 乱星海十五成迎来大量胜利军的时候,终于正式朝偷摸进来的左萌人宣战。 不过,外界发生的这一切,陆灵溪和陶甘陶丹三人都不知。 陶甘和陶丹小心地跟在余祥诸人的后面,赶到了重阴灵海。 只是此时的重阴灵海正冒着滚滚浓烟,能见得一大片一大片凸在那里,明显正斗得激烈。 姐,这些星位真的是踢到铁板了,我们要不要进去也闯一把? 也进去闹一把,这是想找死吧,我们还有伤呢,而且我们没有洗眼灵水。 虽说星位的一百多人几乎都认识了,可是乱星海的左萌人又不只有星位。 想闹,也要找到正确的路子才行。 陶甘想了想,到底也好奇把星位弄得如此狼狈的高人。 左萌人自进乱星海以来从来没吃过亏。 现在哪怕明知进重阴灵海追杀不是好办法,肯定也会死咬着不放。 所以,他们姐弟若现在进去,一旦被发现,马上就会成为这些左萌人的出气筒,这事绝对不能干。 稍固的这片重阴灵海不好藏人,两边都是地势开阔的平原之地,不利于逃跑。 陶甘想过来想过去。 敢这样耍左萌人的人,胆子一定跟你一样大。 陶丹的桃花眼忍不住弯了弯。 不过,人家肯定比你聪明。 会心一见,陶丹扯扯嘴角,在心里恶狠狠地说。 我们是双胎,说我笨,你就能聪明到哪里去了? 能逃的只有最后一面血缘,那里各种灵能碰撞。 要是运气好,反而能利用种种给左萌人一些好看。 陶甘眼睛一亮,弟,我们从外围绕着到血缘等他们吧。 啊,你也说了要运气好才行,万一运气不好,是左萌人给我们好看。 我觉得聪明一点的话,都不会到血缘去。 平原开阔怎么了?我们要是没受伤的话,真跑起来,那些左萌人根本追不上。 可是我们受伤了。 陶甘眼神不善地盯着他弟。 要是被发现,我们又得陪着他们玩那什么打打打的游戏。 你觉得那游戏玩起来很有意思吗? 陶丹打了个抖,他当然不觉得那样的游戏有意思。 他们坏了左萌人多大的事啊,那些人明明有无数的机会杀了他们。 可是回回放水,那次他姐以为必死。 在临死之前咬人家一口,把人家胳膊上的肉都咬下来了。 结果那人愣是忍住,没有当成,把他姐打死。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他们不知道的重要的事情。 本来我们能在重阴陵海外围躲避左萌人,可是现在,陵海身处的兴兽一定会外出。 万一不小心,针出来一个王者喊一嗓子,我们九成九是逃不掉的。 所以你就老是听我的,赞到血缘。 洗眼灵水若是下来,就凭重阴陵海现在的样子,有点脑子的羞逝,肯定都能往左萌人那里想一想。 陶甘强逼着陶丹,绕着重阴陵海离开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运气的避过了,到这边主持大局的安化。 吴迅他们进去了。 看到重阴陵海现在的样子,安化气得都不想管那些蠢人了。 仙界的洗眼灵水下来了,各界很快就会来人。 这一次来的不会是那些不被家族宗门重视,可来可不来,可撞运可不撞运的修士了。 他们如此追杀灵溪,明显是在给那些人指鹿子,只寻到他们的鹿子。 是,进去了。 虞翔捧着吴迅留下的传音欲捡。 那灵溪太古怪了,吴迅说,那些青兽看到他,好像都没看到,只知道朝他们身上扑。 安化一把抄过,踢到鹅头听了听所有之后,眉头高高隆起。 果然不愧是天道的青闺女。 收回传音欲捡后,安化冷笑着一排额前,当场凝出了一道飞剑传书,嗖的一声放出。 程康如何了? 他到这个时候,才瞥了一眼,躺在那里好像死人的程康。 他之前很看不起他,但是现在倒是对他死中求生的秘法起了一点兴趣。 预盘凹下去代表他们的那个点,现在隐隐地又有凸起来的迹象。 我们喂了好多血脂,他好像在回复,不过到底能回复到什么程度就不清楚了。 他们左蒙人跟修士可不一样,死点不破,元气若是一直受损,最终的结果是恢复到只吃适时血肉的原始状态。 通过服食血肉是可以恢复回来,可是再长的神智,也许跟之前的自己却不是一样的了。 甚至有可能是完完全全两个人。 看在几位长老的面上,多看着点。 安化按下了马上一探的心思。 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仙界的喜眼灵水下来了,从现在开始,把该藏的给我藏好。 陆灵溪没本事在暗杀彼此呼应的左蒙人,只能吊着他们往前溜。 星辰果? 清主儿也吸了再杀左蒙人的心思,专心地找起越来越多的星辰果。 快,左前摆证。 重引灵海的深处,迷雾比较重。 陆灵溪神识远不如他的款,陆灵溪笑眯眯的微转方向。 徐东山说,天生地长的星辰果,是太号丹、问仙丹等很多仙丹级的配药之一。 不仅十五成大力收购,各方的丹道宗师也在大力收购。 这一路我们摘了十六颗了,主儿,这一颗该我尝尝了吧。 陆灵溪在飞奔间,一把捞过一颗龙眼大,黑紫表皮上点缀着好兮像是星辰小黄点的果子。 徐东山说,多吃它,遇到灵能暴动的时候就能多一份抵抗力。 想吃就吃好了,我也没说不让你吃,非明是你自己舍不得吃,还赖在我头上。 哼,我舍不得吗? 陆灵溪一个净尘术后,直接把果子扔嘴巴里,舌尖轻轻一点,果皮化开,一口清甜香浓的果汁瞬间在嘴巴里爆开。 哇,这感觉真是棒极了。 星辰果基本都是你帮我找的,你不说给我吃,我好意思吗? 去,你会不好意思? 不 陆灵溪差点,把好像也要化枝的果皮笑喷出来。 好吧,是我自己舍不得。 不过好主儿,我现在能舍得了,你好人做到底,多让我吃点吧。 从喉到肚,星辰果的清凉正慢慢向四肢蔓延,感觉奇怪。 又舒服,怪不得,徐东山跟他说起星辰果的时候,有种流口水的冲动。 你没发现,越往里,这东西出现的几率就越大吗? 清准而往后渺渺,确定那些个笨蛋,暂时只能被他们溜着。 放心,里面的果子肯定能让你吃个好。 那什么太浩丹,问仙丹之类的仙丹,整个天渊七界都没有丹方,所以拿回去也是白搭。 与其跟徐东山他们换东西,还不如灵溪自己吃到肚子里呢。 可惜,你现在不能修炼,要不然就能看看星辰果与炼气诀和引龙诀有没有用了。 灵溪,你说这星辰果,会不会凝聚了乱星海的星辰之力和,和这边特别的天地原力啊? 有可能。 陆灵溪朝后望了一眼,也甚可惜,这样老被追着,不仅他不能试验,轻竹儿也不能扎根土里呢。 竹儿,要不然你也试着吸收新成果,吸收不了我再吃了。 想吃你就吃吧,我等甩开这些人再试。 想长个儿,他得安安心心地扎到土里才行,这样跑着他又不能安心。 反正我们机会多的是六十年呢。 嗯,灵溪你看,他们又不乱砍了。 镜尘树在星辰果上一闪,陆灵溪不客气地把他放进嘴巴,舔开一个小洞,一边慢慢吸着,一边嘟吐道。 你觉得他们还是在吊我吗? 天又要黑了,算时间,他们在这重阴陵海几乎闹了一天一夜,前两次停下来,是想吊他。 这一次呢? 他们一共有十五人,又砍又烧得闹了一天一夜,就算有灵九回复,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心劲儿跟早上的时候也不一样了。 清竹尔觉得他可以去试试。 嗯。 陆灵溪笑着眯了眯眼,点头道。 说的有道理。 竹尔,我们再引些新兽过去,让他们多累一会儿。 吴迅现在累得很,抓住灵溪的希望好像一直都有,可是从早到晚,他们用尽浑身解数,每次感觉要抓住,可以虐他千百遍的时候,都会冒出一群兴兽捣乱。 希望与失望,回回都只有数息之隔,调动他们满腔怒火,却又带给他们无法排解的无力感。 连着两次,杨庄在兴兽捣乱中固此失彼,奈何灵溪一点也不上当。 现在,身体和心理上的泪一起压来,停下手中箭时,吴迅都有些飞不动了。 外遇战场上,他们和修士以修士划分彼此猎杀的区域,自化神终起后,他就一直在几个区域转,大家也斗智斗勇,可是从来没有像这样。 吴迅清楚,这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小看了灵溪的缘故。 当然,他们也还没有完全适应现在的修为和身份,总是以蝼蚁的眼光看乱星海的修士,总以为他们只能被动等着宰杀。 现在失败,吴迅滴滴叹了一口气。 扎眼,我们回去吧。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他们是不可能在重阴灵海抓到灵溪了,抓不到他还是小事, 就怕他再利用种种反杀回来,至少他现在心境和身体都不对,很容易被狡猾如虎的灵溪钻空子。 委屈? 张眼不傻,当然明白吴迅的意思,不过明白归明白,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呢? 我不同意,从现在开始我们轮着休息,我不相信姓林的能一直跑到天涯海角去,我们固然很累,可是那个灵溪难道就不累吗? 她往着重阴灵海跑,说到底还是怕了我们? 他们这么多人,就是优势,只要吸取今天的教训,兴兽过来,不与他们过多纠缠,慢慢地,必能再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等到越来越近,就是他要他好看的时候。 吴迅 张眼眼神不善地盯着他 我们死了那么多兄弟,难道你想,等他得了吸眼灵水,再带大古人来反杀我们吗? 吴迅心头一跳,不过,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听到山林震产,树谷子兴盛,从山林处奔来,目标正是他们,没时间说话,一旦被围,后果不堪设想。 收起的长剑,再离出一道长长剑气的时候,吴迅不小心,就看到了拿着一块大骨头,一边啃肉,一边看戏的某人。 吴迅一个踉距,被冲到面前的兴兽,一爪子拍得浑身,气血翻涌。 吴迅再不敢分心,连忙应对源源不断扑来的兴兽,他们也不知是他们倒霉,还是重阴陵海深处的兴兽,修为就是高一些。 吴迅,动起手来,远没有外面的轻松,兴兽无声,喝酒吃肉,顺带看他们拼命的某人也是无声,可是没一会儿,任谁都感觉到了莫大压力。 灵溪这个混蛋,是想把我们累得差不多,然后亲自上场吧。 这想法一出,原来哪怕还嘴硬的张眼,都生出了一点退意,再不走,等他休息好,他们哪里还有活路呢,毕竟连成康都…… 吴迅喊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想脱离兴兽的纠缠,迅速退走。 现在想走,迟了吧? 陆灵溪扔下啃干净的大棒骨。 唉,本仙子的大阵已成,你们除了杀过来,没有其他路了? 什么? 虽然并不觉得身后的路与前面有什么不同,可是他们之前没有被困过。 陆灵溪,你还要点脸吗?就你这个样子,还配成仙子,比无赖还她娘的无赖。 一片好像被新兽带来的蛋清花瓣,突然在她脖子上划过,陆灵溪脸上一冷。 我配不配成仙子,你们应该问问她。 张眼惊恐地捂住脖子的时候,发现大家的身边都飘渺着几片花瓣, 而那些花瓣也好像有眼一般,避过扑来的兴兽,尽量往他们身上招呼。 这一息之间,他们所有人都被那花瓣刀划过深可见骨的一道或者几道伤口。 别管,分散退避。 只有吴迅一直警惕着四周,眼见好好的林子飘来一片花瓣, 他就撑了更厚实的灵气护照,根本就没有让他近身。 后路被堵,前路又有无数兴兽堵着, 他就想从两边跑。 在他想来,他们这么多人,一起分散开来, 这灵溪再鬼,能拿的也只能是一个人。 都说迟了怎么就不信呢? 灵溪一脚踏前时,花瓣已经把他们所有人都笼罩了。 哎,你们星位都是有来头的人物,就没感觉我的花瓣有些熟悉吗? 什么? 撑着护照,被花瓣和星兽堵住的吴迅心吓一跳, 他确实感觉有些熟悉。 很多年前,他还是化神修士的时候, 远观过天仙级别的战斗区域, 沙神路望所过之处是一片带血的花海。 吴迅一想到他们可能遇到了沙神路望的隔代传人, 脸上颜色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白了。 不对,他的法宝。 张允想给自己一点信心,想反驳他用的是重影大刀, 可是,话没说出口,他就在飘渺的花瓣上,感觉到了重影的气息。 兄弟们,逃啊! 听前辈们说过,沙神路望同皆无敌, 所有被他装进石面埋伏的人都只有隐秘一图。 张允不管扑来的星兽, 常见披向越来越厚的花语, 想要给自己拼出一条声道来。 一力破万法! 兄弟们,与我一起鸿出一剑, 他的一剑, 披向石面埋伏最边缘的无顺身侧。 我数三,再来! 石面埋伏大阵已成, 凭个人力量, 想要逃出去,希望几乎没有。 但是他们这么多人, 臭丫头,想要一口全吃下, 那是做梦。 有些阵法造业的张允, 撑着灵气护照, 挡住星兽和花语的时候, 再次大喊。 一,二,三, 出剑! 十五星未合力的一剑, 虽然并没有完全合到一处, 威力也非同反响, 只是, 让他们所有人惊讶的是, 他们的剑气, 好像无有阻碍地, 一起斩到了目的地。 姓林的, 你就这点本事吗? 他们尽出全力的一剑, 居然什么都没有批到, 张眼气得虚发皆张。 你也配当杀神陆旺的传人! 我怎么就不配了? 我又不傻! 陆灵溪给自己灌了一口酒, 笑眯眯道, 来来来,快点说, 你们下一剑要我哪儿砍? 想要趁此脱困的吴迅, 差点被气炸了肺, 脸上都控制不住地扭曲了。 我数三, 再来, 一, 三。 他舍了二, 十五剑同击一处, 他们一百零八人能被圣者选进来, 当然也被共同训练过。 吴迅想要在那一剑的刹那, 往前挤一挤, 虽然这样挤, 他可能会被大家劈成十数块, 可是只要保住死点, 就可以迅速粘回。 陆灵溪不知他的算计, 在他三次刚出口时, 心念一动, 迅速让花语让道。 红叶和谢善能想象得出, 各方来的都会是什么人, 太号丹和问仙丹的奖励, 若是再被后来者拿了, 他们在这乱星海可能再无威信。 还成在这里。 谢善指着地图, 对围过来的队友道, 梁修在这边。 他和红叶不是不想救助逃干逃丹, 奈何左盟人无孔不入, 一个又一个大队小队, 出意外, 他们也是不得已, 为了大家的安全, 才在梁城外解散了队伍。 原想着, 逃干逃丹在林城发出消息, 会往城墙最后, 地理位置最好的梁城来, 可是, 他们等了这么久, 都没有发现他们的一点踪迹。 二人若早被左盟人杀了, 也就罢了, 反正大家都没有洗眼灵水, 没有忘弃功, 已经死了那么多人, 再死他们两个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但现在, 逃干和逃丹居然一直活着, 靠一起之力活着, 这说明什么, 在很多人心里, 他们二人现在肯定远远超过他和红叶了。 作为乱星海最强战队的正副队长, 他们虽然也查各方出事的原因, 却始终没有摸到主因, 反而让逃干和逃丹在仙界那边留了名。 徐东山既然说逃干和逃丹没死, 那他们定然出现在海城周边过。 谢善看着大家, 天元七界的灵溪道友也是在海城, 被那些左盟人逼出去的, 也就是说, 海城周边已经聚集了左盟人必杀的死人。 他的手在地图上慢慢滑动。 各位道友, 在下以为, 哪怕左盟人得到洗眼灵水到位的消息, 一时也不会放弃追杀此三人。 林道友其人若合, 我们全都不知道。 但是逃干和逃丹两位道友, 绝不是那等坐以待毙之人。 出事之后, 他们没能靠向任何一城寻求帮助。 除了左盟人早在外围堵截以外, 只怕还是不想在洗眼灵水未到之前连累大家。 花花轿子人抬人, 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他和红叶现在只能使劲夸逃干和逃丹了。 那么各位以为, 他们能往什么地方逃? 谢善的手, 若有若无地点到重阴陵海。 谢某若是他们, 在无路可逃之下, 一定会往左盟人也忌惮的地方去。 而重阴陵海曾经灵气稳乱过数次, 必有王者兴受。 他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谢某以为, 他们能逃的只能是重阴陵海。 此处与良城也并不远了, 我和红叶商量过了, 决定横穿落霞平原, 到重阴陵海撞一撞他们。 可以, 同意, 我们已经得了望起功, 得了吸眼灵水, 就凭我们三百人的队伍, 哪怕重阴陵海也可以闯一闯。 确实, 他们这么多人, 重阴陵海有王者兴受又如何, 哪怕灵气紊乱, 他们也一样能像上一次, 在兴受的团团围攻下, 彼此互助着, 把队伍开出来。 有一个举手了, 很快就有第二个第三个。 陆灵溪由着无训, 往外强移的时候, 不知乱心海最强的健身队, 正连夜往这边开来, 更不知道, 从海城得了望气功和吸眼灵水的修士, 也在就地组成数百人的队伍, 分赶四方, 最主要的是往东而来。 海城被百多左盟人所骗的教训尤在, 虽然已经确定他们不过百人, 可保险起见, 大家还是组了好几个超过百人的队伍, 裴青和齐海等, 新组了海龙队, 目标也正是重阴领海。 那位九壤道友很奇怪啊。 裴青的娃娃脸上, 尽显疑惑。 按说, 他和林道友同出道门, 同出一地, 我们组队, 他怎么样也要跟着一起来的, 怎么反而以功求职, 就待海城了呢? 确实挺奇怪, 不过这是人家的选择, 齐海老成持重。 听说天渊七戒以七戒划分, 他们并非出于一戒。 道门与道门之间, 又不是没有暗斗, 更何况戒与戒了。 九壤道友被容征和林道友称前辈, 大概是很有心来头, 他待海城, 自然是有他自己的计较。 我知道。 裴青低声道, 我就是为林熙林道友不值, 那个容征, 那天把林道友的底都掀出去了, 他是魔修, 那样做, 我还能理解一二。 可是九壤, 那天居然也帮着掀他的底, 要不是他们泄露了消息, 那些左蒙人怎么会杀向海城呢, 硬生生地把他逼出去。 是啊, 只差一天堆点的时间, 吸眼灵水下来, 我们就不怕左蒙人了。 林熙若是没离开海城, 凭他的功绩, 太后丹和问仙丹都不是问题。 就等于乱青海的任务做了大伴了, 以后当个寻成直逝, 日子自在多了。 林道友非是一般人呢。 大嘴巴王规从后面倒。 我觉得那些左蒙人是追不到他的, 就算是追到了也不是他对手, 那天呢。 闭嘴。 齐海一个眼方扫过去。 人多口杂, 你不知道吗? 海城的奸细还没找出来呢。 虽然他们这里的人都没问题, 可灵溪未得洗眼灵水, 底牌多一张, 活命的机会就会多一分。 王规。 霍三一巴掌拍到他肩头。 你是不是觉得前天我们打你打得太轻了? 王规连忙摇头。 我闭嘴, 我闭嘴, 在没找到林道友之前, 我一个屁都不放了。 吴迅抓住机会, 往外挤得刹那, 张颜等人的剑气也已经杀到, 没有意外的身体迅速被剑气所斩。 若没有喷剑的血液, 没有剑气斩过后, 化成条状, 勉强挂在身上的法衣, 陆灵溪都要以为这家伙没有一点伤。 不过, 他往外挤了两步又如何呢? 陆灵溪嘴角扯扯, 心念微动, 让边缘处的花雨更奚落了些。 难得这些在外界可称仙人的左盟人, 现在跟他一样, 只是结单小修, 一点希望都不给, 又怎么会尽出全力呢? 不尽出全力, 他收拾起来, 可就得多累一分。 陆灵溪从不干傻事, 一边小口喝酒, 让他们以为他支撑大振艰难, 一边在他们喊一二三的时候, 稍微地给点方便。 吴迅的身体在大家的合力下, 又五次飙血, 往外移了两丈之后, 发现边界那飘渺的几片花雨, 在聚散间始终都在, 直恨得双目赤红。 陆溪, 你敢诱我们? 什么叫我敢诱你们? 你们把我从海城逼出来, 让我遵守你们的游戏规则? 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啊? 现在说本仙子诱你们, 这十面埋伏什么样, 你们不都知道吗? 敢问这框子, 何来啊? 你 我什么? 乱星海什么样, 你们从一开始不也知道吗? 他瞟了一眼追杀一天, 虽愤怒, 却难以眼疲惫的张眼等人。 怎么, 就只能你们四处截杀修士, 不能是修士反过来虐杀你们? 不要跟我说你们曾经都有多强大, 伸出一根手指头就能暗死我们一大片, 这里可不是你们能暗杀一大片的地方, 这儿是乱星海。 他把乱星海三个字咬得极重。 想在这儿玩游戏只看我们谁的手段更高, 现在是本仙子的手段更高, 不服气, 行啊, 那咬我啊。 想咬他的不是一个两个, 奈何离太远, 咬不着。 姓林的, 你有什么可得意的? 张眼告诉自己, 不要着了他的道, 气大伤身不说, 还容易判断失误, 错失逃命的机会。 有十面埋伏又如何? 这里是乱星海又如何? 你修为畅秘一大劫? 困我们这么多人, 你能动手吗? 不能动手? 陆灵溪在他们强提精神的时候笑了。 那你们说, 你们失踪的十一个同伴哪儿去了? 陆灵溪的话让吴迅本来就白的脸, 泛起一丝灰色, 他知道不对的, 一次次想要阻止大家, 可是怎么还是落到这一步田地呢? 你厉害, 那我问你, 你的阵又是怎么被破的? 张眼在沉默一瞬后, 给相离最近的两个队友使了个眼色。 灵溪, 你真以为现在我喂鱼肉了? 话音未落, 那两个左盟人突然放开护照, 如吴迅一般不顾削肉的花雨, 只护着自己的死点, 如风一般冲到张眼处, 合力撑起一个更厚的护照。 我们左盟人跟你们修饰可不一样。 张眼笑着说话的档口, 遍体鳞伤的两个人身上肉牙涌动, 转眼间又是全虚全伪的好汉两个。 朝我们任何一个人动手, 或许凭着十面埋伏, 你很有胜算, 可是两个三个甚至十个以后, 灵溪, 你就是找死。 说到这里, 其他的左盟人全都动了起来, 放弃护照, 想以减少阻力的方式相结合在一起, 拿圣者的布置合力对抗陆灵溪。 可是头一次那两个人能成功, 陆灵溪就已经有所防范, 现在还来呢? 十面埋伏中的花雨, 好像掀起了狂风巨浪, 从四面八方冲击舍了护照的左盟人时, 陆灵溪手上的拳套一闪, 人也冲了进去。 他杀左盟人早有经验, 更何况, 这些人还齐了更厚的护盾与死点处。 陆灵溪全权砸到他们拼死护的那一个点, 现场瞬间有如修罗地狱, 被花雨割过, 本来还能借身体天赋迅速粘合的左盟人, 在距离和花雨中根本无法控制身体, 断枝和被削下的血肉四处飞溅。 虽然每个人都努力地想要还击, 可是一拳刚刚击出, 还没有到人家脸上, 手臂便被砍了。 所有尽力就是一泻, 青色的花瓣雨, 转瞬之间便变成了红色。 还在外围的吴迅, 好像看到了当年的杀神鹿旺。 张衍当然没有想到, 这个人除了十面埋伏, 还敢这样打。 他和两个队友的剑如风一般追着陆灵溪, 这要是在十面埋伏外, 绝对能让他吃个大亏, 奈何这里是十面埋伏, 阵中的一切动静, 聚在陆灵溪心中。 他没有跟他们应来, 转运飘渺无形诀, 身如鬼魅, 总会在剑气斩道之前, 先十分之一息地避开, 并且击杀好不容易爬起来的其他做梦人。 两边都下死劲地, 想要置对方于死地。 独一个人在外围的吴迅, 发现了好几次, 张衍三个都在帮倒忙。 他们没斩到灵溪, 反而斩到队友身上。 让人, 别管他们, 助我! 吴迅高声大喊, 被愤怒和痛苦后悔淹了的张衍三人, 这次略有回神, 他们想也未想地三剑齐批, 其他人, 他们明显是救不过来了。 虽然可以长回身体, 可是长也要时间呢。 在腿脚胳膊离体之后的队友, 只能倒在地上, 虽然他们努力护着死点, 还想要重生站起来, 可是一来有灵溪这个蓝鹿虎, 不时飞过去剃脚给一拳, 二来还有兴兽, 这些兴兽, 闻血即疯狂。 张衍让大家合力一处时, 所算的损失连现在的五十分之一都不到, 现在唯一全虚全伪的, 只有一只没动的吴迅了, 三人不惜一切, 轮换上前, 想要杀到吴迅处。 陆灵溪一眼就看出他们的打算, 三人合力地护照, 想要破开就已经很难了, 四个人的, 十面埋伏对他们也许就没用了。 花雨顺分两处, 一处重点照顾张衍三人, 一处重点照顾吴迅, 他自己则找那些还在兴兽口下, 想要挣扎着求生的左萌人去。 轻爪儿松口气, 连忙在兴兽口下抢夺储物戒指, 他的小腾腾一伸又一伸, 很快抢回四枚, 其他的, 实不知道进了哪个兴兽肚子。 灵溪, 这些兴兽也不能放了, 快趁他们还没消化, 赶快把储物戒指打出来。 仙人级别的左萌人身上都有点祸, 哪怕再没祸也有兴杀, 轻爪儿舍不得那些东西。 陆灵溪一拳击在好像豹子的兴兽脑袋上, 他之前看到他吞了一个左萌人的手掌, 那手掌带了两个储物戒指呢。 可是, 让他和轻爪儿都没想到的是, 兴兽化为兴杀的时候, 被他吃到肚子的东西, 却没有散落出来, 他们好像也如兴兽的身体般化为了虚无。 山林深处传来两声惊天动地的大吼, 天地之间一股子无形波动, 随着隆隆而来的兴兽正向他们这里袭来。 王者兴兽, 还是两个? 陆灵溪心吓一跳, 顾不得其他, 手心一动引去全套的档口, 石面埋伏的花雨只剩唤影, 重影大刀顺在手上凝结。 走! 吴迅身上护照湮灭的时候, 看到那打来的花雨变成了假的, 也顾不得再找陆灵溪的麻烦, 朝张眼三人大喊一声后, 连忙朝没有兴兽的地方奔逃, 陆灵溪已经先行开路, 重影灵海已经不是海城外围, 兴兽多不说, 没有修饰打扰, 他们吞吐星辰之力的时间就多, 陆灵溪早就发现了, 他们的尽力个个都不差于劫丹静, 只凭那隆隆的奔袭之音, 说千军万马一点都不为过。 陆灵溪不敢想, 被他们包围的后果, 现在清楚而可没本事帮他演行了。 陆灵溪, 快, 快打净尘术, 你身上好多血腥气。 虽说那些星兽, 现在扑的是战场上的蚕食断壁, 可是灵溪身上血气太重了, 他一样也会被他们追的。 陆灵溪刚刚在身上甩出一个净尘术, 第二个还没发出来, 体内灵力便再也不动了。 他是如此, 吴迅张眼四人当然也是如此。 陆灵溪靠自己拔腿就跑的时候, 四人也迅速奔逃起来。 天上原本能见的星辰正在被雾气遮挡, 若是不能尽快脱离那片修罗炼狱, 肯定会被星兽活活累死。 大家都已经累了一天了, 重阴灵海中的雾气在他们的奔逃中越来越浓, 直到身手不见五指。 身上的血腥气明显没有除完, 浓雾中不时有星兽朝陆灵溪伸爪子。 速,快上速! 身后是张眼略带惊慌的声音。 对,快上速! 轻竹而把抢来的四个储物戒指塞到陆灵溪腰间小袋的时候, 以让她爬树。 虽然天上飞的各种星兽也多, 可是相比于陆地上的到底会好些。 陆灵溪在左腿挨了一爪子后, 连忙往一棵摸着挺搓的大树上跑。 安华眼睁睁地看着玉牌上的凸点变凹点, 她不知道已经受过教训的吴训十五人, 怎么还会中灵溪的圈套。 轻轻飞高身体的时候, 发现重阴灵海深处的雾气正在翻涌着往这边袭来, 连忙又冲回了下面。 大家注意, 有王者行手! 他们大概还在一千里范围之内, 现在跑已经来不及了。 与此同时, 绕路想往雪原的陶甘陶丹也感觉到不对了。 两个人食指翻飞, 一层层土墙夹着粗如而弊的藤墙在几块石头旁掌起时, 两人正好落入其中, 紧跟着藤顶撑住空间的时候, 陶甘直接甩出石道土墙幅。 我的妈呀, 真有王者行手! 陶甘以灵力打出一个指孔, 想打第二个石却只戳到一半。 别啰嗦了, 歇一会儿吧。 出现王者兴兽, 左蒙人固然逃不着好, 那个带他们到重阴陵海的修士, 肯定也逃不着好。 陶甘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希望这间土屋能帮我们撑到后天。 重阴陵海中的浓雾翻涌得太快, 现在出没的星兽一定就更多。 陶甘忧虑重阴陵海情况的时候, 也忧虑他们的土屋会不会被好多星兽踩踏。 能不能撑到后天我不知道, 但是绝对能撑到明天。 我都看了, 浓雾翻擠的地方在重阴陵海深处, 我们这里应该只是外围, 不会有那么多星兽的。 陶甘瞟了眼弟弟, 真心不想理他, 他们现在困在这里。 这么长时间了, 仙界的喜眼灵水应该要下来了。 是啊, 喜眼灵水下来了, 我们就不用怕了。 陶丹忙往姐姐身边凑凑。 姐, 等这边灵气恢复的时候, 你说会不会是修士四处追杀左蒙人的时候啊? 你在做梦? 左蒙人不可能没想过被修士发现的后果, 陶甘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那不管做不做梦, 至少我们可以向别人求援了吧? 我不打算朝任何人求援。 啊, 为什么? 我们逃了这么久, 最艰难的时间已经过了。 接下来是左蒙人避着十五成的时候, 再让别人救, 那你说, 十五成要不要奖励哪些人? 呃, 好像是的。 听那个陈康说, 十五成对我们姐弟有太号丹和温仙丹的救助奖励呢? 可是, 不让别人救难不成我们自己救自己后, 还能拿个自个儿的救助奖励? 陶丹傻傻地看着他姐。 我要找个顺眼的合作。 陶甘朝蠢弟弟翻了个白眼, 他对红叶那些人有一肚子的气, 坚决不让他们发他的财。 十五成的奖励, 大家对半分。 他实在太佩服他姐了。 姐, 那要是找不到这样的人怎么办? 那我们就还是被左蒙人追杀的样子。 陶丹朝厉害的姐姐拱了拱手。 怪不得爹和娘说, 你是个钱钻子。 我赚到的钱没给你分吗? 你们一个个的, 只知道花。 他爹他娘都是只会花钱, 只会败家, 不会挣钱的, 要不是他机灵, 一家人早喝西被疯了。 再不给我学着点, 你以后就当乞丐吧。 陆灵溪身上有血腥气, 吴迅、张眼四人同样, 相比于他, 他们四人其实要更可怜一些。 破烂的法衣上, 不仅有队友的血, 也有他们自己的血, 而且他们还忘了给自己扔一个净尘术。 你们听, 心灵的在那边。 吴迅一边把幽人的兴兽 批杀下去, 一边侧着耳朵, 倾听另一边偶尔打斗的声音。 杀神怒望同皆无敌, 这个灵溪显然也是一样, 甚至可能更有过之。 这样的人说不能及早打杀, 将来有一天, 他必定会成为他们的心腹大患, 现在灵气湮灭, 或者正是老天给他们的机会。 虽然浓雾之中, 大家看不到彼此脸上的神情, 可是心中同时一动。 我们可以互相帮助, 他只有一个人, 先让他累一会儿。 不过这个人, 我们不按圣者的意思来, 是不是要跟安华说一声? 承康倒下了, 却还有安华, 他们用血的教训, 明白了想要六抓六放, 夺灵溪气韵, 根本不可能, 但难得再遇这样气韵冲天之人, 安华那里, 没有正面跟他队上的队友们, 却未必会同意。 时机, 一去不再来。 吴迅早对灵溪起了必杀之心, 恨声道。 安华如果知道, 灵溪是路旺的隔带传人, 十面埋伏, 已经连杀成态的, 一定会同意我们这么做的, 就是圣者, 也一定不会怪罪我们。 杀神路旺在外仙玉战场上, 害了他们多少人, 若不是那里的战场早就化好了片, 轻易不能破坏规则, 他们早就有前辈亲自对上他了。 这些年, 据说在天仙级战场上的兄弟们, 几番凑钱, 于仙界黑道发布悬赏, 想要路旺的性命, 只可惜那人运道不差, 次次都让他避过来。 路旺已是如此, 这灵溪可有天道亲闺女的美称, 圣者说是知道呢? 长老传信让我们一定要拿下他, 定然也是知道他的厉害。 现在, 我们已经试过厉害, 可以确定, 我们的游戏规则, 在他的实面埋伏下是送人头, 这种亏本的买卖, 长老会让我们干吗? 长老若是知道他是路旺的隔代传人, 知道成台他们都因他而允, 也一定希望我们能尽快在他弱小之时, 先把他宰了, 再给他机会, 就是自掘坟墓。 路灵溪不知道, 那四人又在异想天开, 他身上的血腥气相对来说还是淡一些的, 尤其是爬到树上, 避开了大股往修罗地狱开的新兽号, 朝他伸爪子的, 少了二十倍都不止, 长翅膀的偶尔撞见他, 大部分也被修罗地狱冲天的血腥气和残肢断壁吸引, 顾不得伸爪子了。 灵溪, 那四个人离我们不远。 清楚儿听那边的动静, 感觉一会儿, 他们若不找人家麻烦, 人家就要找他们的麻烦了。 他们现在喘过气了, 等把气喘匀了, 肯定还要来找我们的。 打蛇不死, 反受其害, 陆灵溪当然也知道这一点, 石面埋伏能少暴露一天, 他就能多浑水摸鱼一天。 没事, 兵来降挡水来土掩。 陆灵溪从那物配中, 寻出了一卷极有韧性的天蚕丝。 主儿你抓着这头, 我帮你爽到那边大树上, 我们先弄个退路。 虽说陆灵溪断体也算有成, 可跟左蒙人的身体比, 还是远远比不上, 尤其是现在, 有两个王者兴兽, 一旦受伤, 或者被他们甩点血到身上, 他就得被那些兴兽活活累死。 那就来吧。 清主儿自愿做锁链, 陆灵溪轻轻一甩, 在天蚕丝微微一顿的时候, 拴好这边, 他的后路就做好了。 当然, 也要给那些左蒙人弄点小陷阱。 外赏, 又砍过两个路过的兴兽后, 陆灵溪听到丽丝不同寻常的破空声, 好像什么瓷瓶碎开的声音, 紧跟着是一股特别兴骚的血腥气。 他连忙一个翻身, 抓住天蚕丝往清主儿那边荡的时候, 把放在纳乌佩里备用了几块生的妖兽肉, 一股脑袋全扔过去。 好吗? 血腥气会吸引兴兽, 生肉的味道会更吸引兴兽, 感觉不对的吴迅正要查找他扔的是什么, 就看到了一个极粗的爪子。 他一剑劈出的时候, 张眼他们也全忙了起来。 姓林的, 你扔了什么? 吴迅没有听到他那边该有的刀剑之声。 这里有两个王者兴兽, 我们嫌两方霸战如何? 两方霸战? 陆灵溪在鼻子里哼了一声, 一拳捶下一只好像鹰的新兽, 无声地在清主儿这边扶下来。 他们真不要脸! 灵溪, 你身上还有妖兽肉吗? 你把我甩过去, 我再扔几块。 纳乌佩里的只剩最后两小块了, 现在可不能浪费, 万一他们在那顶不住, 不小心又往我这边跑呢。 到时候, 还能让他们再累累。 以后你可多放点儿吧。 清主儿知道, 他放一点生的妖兽肉在纳乌佩里, 只是防着出意外的时候, 闲着没事烤肉吃。 鹰姨不是又给你弄了一个 裹了冰丝的乾坤箱吗? 那里面可以装好多。 吃一块长一致, 以后一定不会了。 陆灵溪哪想到, 生肉还有这个妙用。 不好, 他们真往这边跑了。 侧耳间, 陆灵溪听到大树断的声音, 听到越来越急的剑鸣和脚步声。 主儿, 你帮我再往前探探。 他把这边的天蚕丝解开, 又小心地甩出去。 姓林的, 不要以为你不吭声, 我们就不知道你在这里。 吴迅听到空气中的一丝不对, 虽然伸手还是不见五指, 却还是摸到了 他的大概位置。 你敢拿兴兽阴我们, 你也别想好过。 陆灵溪才不说话呢, 他们想猜就猜好了, 反正现在累得不是他。 陆灵溪往嘴巴里按下一颗续羊丹, 又喝了一口 一直不被灭火位置的卓氏酒。 留酒儿送他的宝贝, 现在看, 真是实用得不得了。 热乎乎的卓氏酒下肚, 他整个人都舒服了。 兄弟们, 跟我来。 雾太深, 吴迅看不到张眼三人, 每次跑的时候都要先弄点动静。 陆灵溪小心地俯在树干上, 听他们叮叮当当地, 打杀文味而来的兴兽, 感觉美得紧, 又抿了一口卓氏酒。 吴迅在百忙中连着横剑一扫, 目标是灵溪可能偷藏的所有大树, 他们在这里累死累活, 他也别想轻轻松松, 字字在在地听戏。 灵溪, 要么我们合作, 要么, 我们活不了, 拖也会把你拖到地狱去。 当我好胖。 陆灵溪把扁虎往怀里一塞, 再次抓着天蚕丝往前面荡去。 他在那里, 追! 吴迅又听到了, 只恨前路被不时窜来的兴兽所阻。 姓琳的, 你行如此鬼祟之事, 也配当道门修士, 配当杀神陆旺的传人。 陆灵溪又跟清主儿会合了, 他们两个都没废话, 接着借天蚕丝往前行动。 姓琳的, 你要一直当缩头乌龟吗? 吴迅从来没有遇到过, 像灵溪这样不要脸的人, 杀神陆旺, 据说是极耀脸面的人物。 你想当, 做梦吧! 剑气连斩, 击杀兴兽的时候, 他又朝刚刚的声响去, 大树又是一片片的倒下, 陆灵溪与清主儿闷着声, 一直移, 一直移。 吴迅, 别砍了, 再砍下去, 我们也无法上树躲避。 无法上树, 这陆地的兴兽, 可比天上的多了二十倍不止。 吴迅收敛尽力, 击杀兴兽的时候, 直气地手抖, 他又上灵溪的荡了, 陆灵溪在往前路荡的时候, 又听到了王者兴兽的吼叫, 而且那声音好像离他并不是很远, 他很快就发现, 长翅膀的兴兽多了起来, 迫不得已, 虫影朝扑来的兴兽连斩, 听到虫影再出的声音被兴兽阻着, 艰难前行的吴迅张掩四人, 终于好过了些。 为了阴灵溪, 他们不惜自损元气, 放血入瓶, 往他那里砸, 结果人家没事, 反而是他们, 现在这样好, 他们不好过, 他也别想好过。 天色, 在他们不停往前, 不停击杀兴兽中慢慢变亮, 陆灵溪之机, 一直努力与吴迅四人保持两三里的距离, 经过一夜大战, 他累, 他们更累, 好在他们离修罗地狱更远了些, 中途再教的王者兴兽没有再磨人, 祖陆的兴兽不像之前那么密集了, 陆灵溪拎着刀, 靠在一棵大树上, 争取时间尽量多休息一会儿, 他可以想象吴迅四人累到什么程度。 灵溪, 赶快吃点东西。 清主儿帮不上忙, 只能提醒他, 休息重要, 体力也重要。 他的小身体盘在他肩头, 用小腾腾在纳乌配中卷出一个米饼。 那, 我问你。 陆灵溪朝某个身爪子的星兽砍了一刀后, 迅速咬了一口。 主儿, 主儿, 这个方法好, 我不会饿着了。 灵溪, 你要不要试试机关傀儡兽? 您老祖不是说, 机关傀儡兽里也有一个小空间吗? 我们让它装成树, 然后你待在树心里。 机关傀儡兽化成了玉佩, 就在他腰上挂着, 陆灵溪摸了摸。 现在不行, 吴迅他们知道我的大概方向, 而且, 我也未在灵溪卫视之前变化于他。 现在, 他没本事用机关傀儡兽。 那你把那头狼泰雪叫出来? 轻主儿努力为他想办法。 他不能跟这些星兽打架, 带着你跑总是可以的。 一直没有提头狼, 是因为他的修为太弱, 路上星兽太多, 他经不住人家的爪子。 好在现在, 星兽又少了些。 我知道你心疼他, 可是再心疼, 你也得先保持自己的命。 轻主儿瞄他腰间的灵兽带。 修罗地狱那里, 现在肯定吸引不了王者星兽, 我们要是不快点跑, 万一再被他追上呢? 真要再被人家追上, 左蒙人有自愈的本事, 陆灵溪可没有, 受的任何一点伤都是致命的。 行吧, 陆灵溪拿起灵兽带, 打开一点, 在额前沟通头狼。 踏雪, 我现在遇到危险了, 需要你的帮忙。 灵兽带, 我只能打开这一点, 你在里面加把劲, 自个儿钻出来。 不过, 千万千万不要叫, 啊。 他感觉到头狼踏雪, 往外钻的时候, 连忙重点告诉, 不能叫, 一叫就暴露行踪。 灵兽带口连着动了几动, 突然话大, 头狼踏雪钻了出来, 他不知道这里的情况, 但真的没有叫, 陆灵溪迅速跨坐到他背上。 直直往前, 快跑。 他俯在他身上。 记者, 这里有好多好多比你厉害的兴手, 尽量避开他们, 避不开的我来杀。 头狼踏雪, 连忙竖着耳朵, 缩着爪子, 双眼警惕前方, 往前跑的时候, 尽量不露出声音。 他在鸿蒙出镜的时候, 被青爪扮惯了, 原来是没胆子找场子的, 但魁魁进去, 彼此熟悉了之后, 魁魁教他这样, 偶尔也能把青爪吓一跳, 还让他抓不住他。 一夜的浓雾, 地面水汽很重, 所以连个枯枝断开的声音都没有。 陆灵溪发现, 根本不用他出手, 他家踏雪都成精了, 能听声变味, 在兴兽未来之前先行避开。 他把大刀收进那物配中, 决定配合踏雪, 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方险地。 身后偶尔的剑鸣再也听不见, 兴兽也越发地稀少起来, 踏雪的耳朵竖得直直的, 激紧而快速前行。 踏跑踏的, 你快吃。 青爪原来一直提着的心, 终于也放下了, 这时候他才感觉到, 藤上的米饼有些重。 我觉得都快累死了。 陆灵溪嘀嘀地笑, 抓住米饼, 也不管他被雾气浸得有多湿, 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太雪, 好样的, 回头我给你加餐。 零兽丹虽然管够了, 可他一样觉得踏雪更喜欢吃肉。 踏雪在肚子里哼了一声, 算是回应。 他感觉到前方的风声不对, 很小心地半斧着身体绕了一个路。 灵气恢复的时候已经又是天黑时, 情况最好的是吴迅, 他好歹也有块破步包着屁股担子。 张眼三人在跟兴兽的杀与被杀中, 无数次地自愈又自愈, 身上法衣早不知道丢哪儿了。 这一路行来, 灵溪都没动静, 是早就死在半途了吧。 虽然便宜了他, 却也省了他们的力气, 张眼随便裹了件法衣, 趴在树干上, 一动也不想动。 这一次, 他们虽然把命保了下来, 可是一次次的自愈, 元气都不知流逝了多少, 将来出去, 天仙境的修为肯定是维持不住了。 没有确实证据, 你们有这想法就是在找死。 吴迅当然也心疼他流逝的元气, 可那灵溪又天道清闺女的美称呢, 他瞥了眼不想动的三人, 连喝了数口零酒。 风过上流痕, 就算兴兽把他吃得这儿都不省, 总会有点血迹留下。 吴迅连法衣都没换, 便缓缓往回搜索, 想要找到兴兽吃人后, 留下的一点血迹, 胜者让他们禁乱兴兽夺桃干桃丹, 和灵溪这样修饰的运道, 只怕不是他一开始想的那么简单。 大家在这里都是结丹修饰, 虽然他们左蒙人轻易不会被伤所累, 可是如灵溪这样的气韵之子, 实不好杀。 就是桃干和桃丹, 若不是旧伤心伤不断, 他们任何一个单独碰到, 想要全身而退都会有些艰难。 也许, 自他们踏入乱心海的那天起, 胜者所谓的试炼就已经开始了, 只是他们被一时的胜利蒙蔽了双眼, 忘了试炼该有的残酷。 他们一百零八人在洗眼灵水还没有下来的时候, 已知的就陨落了二十一人, 重伤一人。 接下来, 吴迅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 千万千万不能大意, 未来我暂时过不了, 但现在, 灵溪此人绝对要死要见尸, 若活着。 他原本疲惫万分的脸上, 争鸣一片, 半少还在休息的张眼三人, 在炎斩的神石中发现吴迅还在往后搜索, 心头都觉不好。 虽然跑了三天, 可事实上浓雾中不变方向, 除了最开始一直往北跑了三十多里外, 后来他们全失了方向感, 几乎就在一个地方绕大大小小的圈圈, 也幸好这地方有点幻形阵的意思, 要不然。 不过, 算重影诗音的时间, 感觉怎么也不会往前那么多的。 三天前遭遇王者的兴兽时, 大家是一起逃的, 相离的并不是多远, 顶多三里。 张眼三人几乎同时翻身而起, 他们想都不敢想, 灵溪逃了的后果。 吴迅, 一点痕迹都没有吗? 张眼穿好法衣, 一个闪身就到了吴迅身边。 痕迹断在那前面无力处。 吴迅指着地上和周围 树木的刀痕, 脸色难看得不行。 你们看着刀痕! 星沙经过两个时辰没捡, 自动消失了不假, 但是他几乎所有的刀痕中间都缺了一段, 显然那一段是披在星兽身上, 刀刀都没有落空。 浓雾之中, 伸手不见五指, 我们虽然也能通过星兽挥出的爪子, 判断出他们的头部的大概位置, 可他们那么多, 慌乱之下, 我们实在劈空了不少, 浪费了不少力气。 吴迅能被圣者看中, 选为星位进来, 当然有他的过人之处。 由此可见, 灵溪比我们冷静啊。 他又带着他们往前缓飞。 这一路的刀痕越来越少, 损时间, 当时也是我们稍能喘气的时候, 只是我们身上的血腥气大。 他在王者星兽吼叫的时候, 大概就用了净尘术, 所以血腥气淡得很, 一路追查他的星兽, 相对来说就少了许多。 他可能也相当注意安全, 这一路都没有洒落的血迹。 虽然他们一直跟着他, 可事实上, 前进的方向还是偏了那么一二丈, 看看他们那一边, 再看看他这一边, 吴迅的胸口真是堵得很。 我肯定可以, 他没有受伤, 至少没有受过外伤。 吴迅觉得, 陆灵溪的后毛法医, 也在大战中献了大功。 一直到这里。 他指着陆灵溪最后靠竖的 两个浅浅脚印。 这是他最后露出痕迹的地方, 我算过, 我们到这一片的时候, 天色已经见亮了, 也就是说, 他也跟我们一样, 一路逃一路杀, 坚持一夜到这里。 他是人族, 在体力上天生地赐予我族, 再加上我们都冲过天仙境, 体力更甚一般的族人, 所以我觉得他能坚持到这里, 并且没有受一点伤, 在断体方面, 也一定远甚于乱星海的大部分修士, 甚至, 我怀疑他是法体同修, 齐头并尽。 这很有可能, 张眼三人互看一眼, 没有反驳。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他腰间挂的灵兽带。 吴迅把查看痕迹后, 一路的猜测说出来。 虽说没有灵气的时候, 一般的修士不能打开灵兽带, 但是他应该打开了一点, 让他的灵兽出来。 他又带着大家往前飞了一段, 指着头廊踏雪落在泥地上的脚印。 他的方向始终没变, 一直朝北。 张眼三人聚都沉默下来, 北部是雪原, 按理他们应该再追上的, 但是…… 北部是雪原。 吴迅的眼睛在大家脸上掠过, 那里灵能有些乱, 据说三里不通风, 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机会, 在灵力湮灭的三里之地, 把他暗杀住, 我们就赢了。 反之, 我们在重阴陵海耽搁了这么长时间, 仙剑的西雁灵水应该下来, 等他得到西雁灵水, 没意外的话, 就是他四处追杀我们的时候。 这…… 张眼三人知道, 吴迅说的可能就是他们将要灭灵的, 仙剑知道, 有他们这些人, 除了送洗眼灵水, 大概也还会有其他如丹药方面的奖励, 再加上他们的身家, 那些修士只怕全都在组队, 想要反杀他们, 所以他们真的只能再入雪原, 追杀灵溪。 吴迅, 我们是不是要跟安华说一声? 指我们四个不行? 他们已经把一副好牌打成了烂牌。 让他派人驰援吧, 他若不同意, 我们, 我们就给张老传信, 想来张老也不想再有跟杀神鹿望一样的人活着。 张老? 吴迅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说张眼天真。 你知道张老现在在哪里吗? 你知道他现在又扮成了谁吗? 你以为你的飞剑传书能锁定他, 能到他的手上? 这? 张眼张了张口, 又闭上了。 海城的消息是长老通过安华和成康告诉大家的, 没意外他应该正在海城, 海城除东山也不是傻子, 现在可能已经在排查各方了, 所以现在长老一定隐藏身上的死点, 扮成了别人的样子, 气息也变了, 他的飞剑传书放也是白放。 安华不是成康, 之前我已经给他传过信了。 相比于成康, 吴迅更信服安华。 成康出事, 他不可能不管, 我猜他早就撇下逃干逃善, 往我们这边主持大局了。 很有可能, 张眼与两位队友对视一眼都没反驳, 安华只要到了这里, 看到重阴灵海被他们弄成这个样子, 又察觉了王者兴兽, 肯定要想办法派人进来的, 毕竟圣者更喜欢王者兴兽的兴河。 我现在给他传信, 告诉他, 我们这边又失利了。 吴迅拿出一枚传音符, 把他们这里的情况尽数复述了一遍后, 一把放出。 我们能找机会, 杀了灵溪固然好, 找不到, 彼此告解, 控制住脾气, 以待援军。 他们不能再死了。 现在我带你们, 你们仨先休息。 吴迅脚下腾起的灵光, 把张眼三人拉着, 寻着头廊踏雪离开的方向一路前行。 陆灵溪不知道他们还有胆子追来, 灵气恢复了, 他并不想把踏雪再送回灵兽带了, 有他和清主儿在, 他能一边休息一边赶路, 一边还能摘一颗又一颗的星辰果, 现在他们早就行到重阴灵海的更深处, 这里的星兽大都被王者那几嗓子嚎走了, 正是他们大发财的时候。 那里那里! 清主儿把大家都佯装成木植后, 就待在踏雪头上。 灵溪别怕着了, 快起来, 我看到了一个红色单瓶。 啊? 陆灵溪连忙坐直了身体, 仙界的机缘, 他已经得了几个, 也许没检查的储物戒指中还有, 但是他还没自己捡到过呢。 果然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踏雪感受到他和清主儿激动的心情, 跑快了点, 很快就看到被落叶演了好些的红色单瓶, 陆灵溪一把吸了过来。 太后单! 清主儿双眼亮晶晶。 啊? 这样说, 我们只差五百年和八百年的两种寿元丹, 身在乱心海的四种机缘了。 是。 陆灵溪笑着点头, 太后丹是化身修士突破平静的丹药, 长辈那么多, 总有人能用得上, 这丹药在别人看来可能没什么用, 可是在他看来, 却是正合用的宝贝。 主儿, 你好好带我们转吧, 这崇婴岭海深处肯定少有修士进来。 这一次, 没有碍眼的左蒙人, 不会再动刀动石面埋伏, 肯定不会再惊动王者兴兽了, 他们能慢慢转。 而且你看这丹萍, 要是再迟个几天过来, 可能就要被树叶盖住了。 陆灵溪的神石往地下探去, 寻找所有红色东西。 而且我现在都怀疑, 这里有不少被树叶盖住的丹萍。 嗯, 我们好好找。 青竹儿最喜欢找宝了, 找到的宝贝越多, 他们将来越省心, 踏雪跟着青竹儿的感觉走, 不知不觉间, 方向越来越偏。 好半天后, 跟着他的脚印, 一路追来的无讯似人, 头都要被他绕晕了, 他们完全不知道, 灵溪要往哪里走。 灵气终于恢复了, 陶甘和陶丹有惊无险地从藏身地出来, 远眺从阴陵海的方向。 姐, 我们还到雪原吗? 陶丹小心翼翼地问, 三天, 在满是兴术的地方, 又被左蒙人追杀, 他都怀疑那位高人性命早就不保。 去。 陶甘身上灵力一展, 把他递拖着。 我们耽搁了三天, 可给红燕那些家伙缩短了距离, 那些人也许都离我们不远了。 他不会让人随便捡便宜的。 不管那人是不是活着, 左蒙人在这里吃了一个大亏, 肯定要到这边查看的, 也许两边还会遭遇。 现在, 再调转方向, 万一遇到强势的修士队伍, 或者心怀不轨的人, 他们很有可能会被人家安上左蒙人的名头。 陶甘从小就管家, 见多了光明, 也见多了光明下的黑暗, 可没有弟弟这么单纯。 我们现在不快点, 万一他们打架, 在惊动重一临海的王者兴兽, 肯定还要提心吊胆三天。 人越多的地方越不安全, 陶甘加快速度。 陶甘, 你给我听好了, 我现在的名字是甘陶, 你叫善二。 啊, 凭什么叫丹二啊? 这个二字太不好听了, 我叫丹大不行吗? 他一直想当老大来着, 可恨姐姐抢他一步, 先从娘的肚子里出去。 你想叫善大? 陶甘在鼻子里哼了一声, 你可别忘了, 爹给我们启明意义是什么? 意义是什么? 甘胆相照呗, 从小到大, 陶丹真不觉得, 他和姐姐有甘胆相照的地方, 无力上大部分都是他压着他打, 智力上他从来就没有赢过, 一直被碾压。 现在你不是给我改名了吗? 我连陶性都没了, 怎么, 就不能交易回丹大了? 就是不能, 至少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别想当大。 陶甘才长了一丁点眉毛, 微竖起来。 想当大, 就把从小到大花我的零食还给我。 陶丹醋, 他还不起, 从炼器助击到结丹, 他在姐姐那里签下了无数借条, 曾经发愤, 想要把那些债都清了, 努力了一段时间, 准备再朝爹娘借点, 在姐姐面前直起腰, 结果连爹娘都在他那里签了借条。 负债子长, 爹娘的债, 他要还一半。 算了, 我就暂时当一回二吧。 看着面前有忧森的裂骨, 吴迅四人愁愁着, 不敢再进了。 灵溪一直在兜圈子, 东南西北, 好像没有规律的晃, 虽然这一路上, 他们都没有发现什么不对, 但是他那样的人会干无用功的事吗? 说不定就是在给他们挖坑呢。 有两个王者星寿仔, 他不敢再跟他们玩刀剑弄出血腥, 肯定就想以另一种方法, 把他们活活坑死。 这裂骨, 吴迅盯着, 那个好像狼脚印的东西, 不停地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拉开距离, 我们注意一点, 慢慢进。 已经追到如此程度, 现在放弃, 不仅对不起死了的队友, 也对不起小心翼翼到现在的自己。 四个人非常小心地往前, 但此时, 他们不知道, 陆灵溪已经在数百里外了。 裂骨是条绝路, 找了两颗星辰果后, 踏雪可没本事飞出来, 而且, 他驼他也驼了一天一夜, 他也早些过来了, 让踏雪重回灵兽带, 陆灵溪就自己带着青竹儿在重阴灵海, 寻找星辰果和仙界的丹萍。 灵溪, 再往前, 我们大概就要出重阴灵海了。 青竹儿都不知道, 他们怎么转的, 居然要转出去了。 要不, 我们再转个弯, 回头再寻寻宝贝吗? 凡事过犹不及, 总要给别人留点念头。 陆灵溪想了想, 到底是没同意。 我已经得了两枚问天丹, 三枚太号丹, 一枚五百年的寿元丹, 要是再找, 只怕老天都要看不下去了。 重阴灵海待了几天, 我们也得找人问问仙界的喜眼灵水下来没。 要是下来了, 他得马上弄一份, 要不然以后见个人, 就得猜人家是不是左蒙人, 他得多累呀。 主儿, 在头发上待好了, 我们出去。 陆灵溪干脆放过外围可能的机缘, 直接从树梢掠过, 也不知是不是他运气好, 从重阴灵海出来, 远处一道顿光, 正往这边开来。 陆灵溪想朝人家打听消息, 忙以花瓣作舟, 一脸和善地等着人家过来, 越来越近了, 只是对方的组合让他有些奇怪。 灵溪, 那人是和尚还是修师啊? 明明是个光脑袋, 怎么还穿着修师的法衣? 又白又壮的, 看着像个傻大个儿, 至于另一个矮一些的, 脸都藏在斗篷里, 啥都看不到。 还有另一个藏得那么深, 感觉不是好人呢, 万一是左蒙人, 我们怎么办? 清主儿不想这样猜, 可是就是忍不住。 所以我们要好好观察。 陆灵溪在石海里, 回了清主儿的话后, 脸上笑意不改, 早早地朝人家拱手。 两位道友有理了, 请问仙界的洗眼灵水 有消息了吗? 他干干脆脆地问人家, 如果人家的面色不对, 那说不定真是左蒙人, 对左蒙人他可不会客气。 不知道。 陶干和陶丹也早看到他了, 重音领海可不是善地, 尤其前几天还有王者星寿出没。 陶丹作为男人, 在姐姐不开口的情况下, 很自觉地倒。 也许有消息, 也许没消息, 我们从海城路过的时候, 好像还没有。 一路行来也是奇怪, 他们一个修士都没有看到, 这人看着不像是左蒙人, 至少左蒙人进来, 不会是结单中期。 陶干和陶丹也在打量陆灵溪。 道友从何而来? 是从重音领海吗? 虽然面前的女修修为不足, 身上好像也穿着厚毛发衣, 可既然在重音领海的边缘出现, 那对前几天的情况, 或许也有些知道。 陶丹很可惜现在的个子和块头, 一点也不风流倜傥, 只能跟陆灵溪似的, 陆了八颗牙, 和善地问。 前几天重音领海出事了? 道友在这里, 看到里面有人跑出来吗? 哦, 我一直在这外围, 王者新兽出没的时候可把我吓惨了, 里面,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看到有人出来过。 不确定人家到底是人族还是左蒙人前, 他可不会乱说话, 他在踏雪的帮助下跑了, 吴迅那四个到底是生是死, 他也不能确定。 两位不在海城外围等待仙界消息, 这时候往这儿来做什么呀? 等仙界消息的人太多了。 陶干真是受不了, 他和他弟这样彼此探视。 在下干涛。 他把斗篷的帽子拉了下去, 露出带着雪帽的脑袋。 我和善道友家类比较重, 不得不出来, 本想着在重音领海的外围打些兴兽, 可是被王者那样一闹也不敢进了。 现在我们也只敢在外面慢慢地打兴兽, 也许打到雪原回头的时候, 仙界的消息就下来了。 人家明显不是左蒙人了, 相逢既是圆, 坦诚一点, 若是拾去送他一份机缘, 又何妨呢? 道友不必试探, 我们不是左蒙人。 呃, 我看姐姐也不像是左蒙人。 傻大个儿暂且不说, 这女修眉眼虽然清淡, 说话的时候, 迎面给人的感觉却甚为名利清新。 陆灵溪跟左蒙人打过不少交道, 早就发现, 他们的女修好像特别的少, 她眼里盛满了笑意。 在下灵溪, 我到乱心海这几天还未找到队友, 两位若是方便一起行动如何? 多个朋友多条路, 暂时跟人组个队, 也是不错的选择。 原来是林道友, 那就一起啊。 财吉丹中期就到乱心海做任务, 也挺可怜的, 陶干决定晃一圈, 就送他一场机缘。 现在是正午, 没什么兴手, 晚上就多了, 到时候我们试着合作一把。 好啊, 不过干姐姐, 我还没说我不是左蒙人呢, 你怎么就相信我了呢? 陶丹在旁边, 真有些一言难尽。 我喊我姐都没这么甜过, 这人若是一会儿, 也这么甜的喊我二哥哥。 左蒙人的修为, 注定了不可能是杰丹中期。 陶干, 眼角眉梢, 卸出了一点笑意。 在乱星海做任务的, 基本都是杰丹后期修士, 所以他们一时也想不出按下修为。 虽说他们姐弟被左蒙人追得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可是他并不觉得, 到原音中后期, 才能长治的左蒙人, 真有人足聪明。 哦, 姐姐分析的好有道理哦。 陶临溪感觉, 这人也跟左蒙人打过交道, 他一脚上前, 直接站到了陶丹的顿光上。 你们是不是见过左蒙人啊? 他们厉害吗? 远远见到过他们追杀陶干, 陶丹, 他们的人很多, 我们当时只能自保逃跑。 陶干, 陶丹呢? 你们是什么时候见到他们的? 他们是往哪个方向跑的? 哦, 我虽然不能帮忙, 可是把他们的大概方位向十五城通报。 我想等仙界的心眼灵水下来, 各方求助也能及时一些。 嗯, 心性还不错。 陶干和弟弟对视一眼, 都很满意。 四天前, 就在海城外围, 当时看到他们的人很多。 这样啊? 陆灵溪也只能叹气。 我在海城待着, 都被人家骗了出来。 海城? 真希望仙界的动作能快一点。 他不知道, 仙界那些大能怎么那么磨叽。 丹大哥, 我们每隔半个时辰轮换着往前, 您看行吗? 陶丹瞅他姐一眼, 然后很正经地介绍自己。 我叫丹二, 我和刚道友也是半个时辰一轮换。 现在多加一个人, 我可以多手分力了。 哎呀, 真不容易。 原来是丹二哥啊, 你…… 他正要说, 你要是累了我先带步, 就感觉他们来的方向灵气波动不对。 有人在打架? 陶丹迅速提速。 我们人少, 遇到这种情况, 要尽量远离些。 他和姐姐身上都有伤, 好不容易缓和了这几天, 养回了一些, 可不能再被拉到什么大战里。 嗯。 陆灵溪和陶甘一起望向后方。 剑心队, 谢扇。 陶甘从远方天空中划过的金色剑气上, 认出谢扇的金心剑, 眉头不自觉地蹴了起来。 他能跟什么人打起来? 谢扇其实并不想跟人打起来, 奈何重阴领海的情况太古怪, 偏偏他们又正好截获一个传音符。 难得这个时候, 还有从重阴领海往外飞的传音符, 他觉得里面的消息一定是他们感兴趣的, 只想蹭着听一下, 却没想, 还没打开, 那传音符就在另一边女修的一声轻贺中, 当场烧成了灰。 道有这是为何? 不想让我听, 说一声就是。 居然一言不发, 就直接让传音符化成灰烬。 谢扇的一双剑眉深深隆起。 在下卸善, 倒有应该认识吧。 不认识他, 也当认识他们建新队的建旗。 重阴领海的消息, 现在对我们很重要。 他不由于怀疑的目光打量安化他们。 你这样做, 我是不是可以以为, 你们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哼, 不问自取, 畏为贼。 安化穿着一身的大红法衣, 其实心中更怒。 借心队如何? 谢扇又如何? 这种道貌黯然的修士, 他见得多了。 我的队友辛苦查看重阴领海情况, 你想听就听, 想看就看。 当这里是你家吗? 你们借心队如此行事, 当天下人都是傻子吗? 他没想到, 这些修士会误以为, 陶甘和陶丹进了重阴领海, 一直没有吴迅张掩他们的消息, 为了避免误会, 他们往这边移了三百多里, 可恨, 好不容易等来传音符, 却先被这混蛋截胡了。 安化若不是看他们人多, 早就下令把他们端了。 还什么? 我们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他的声音很大, 几乎就是说给靠过来的十几个人听。 信谢的, 你几乎勉强的方式拿我队友传回的消息, 难不成就是在做见得人的勾当? 果然很会道打一耙。 谢善这样道? 左蒙人追杀陶甘陶丹两位道友, 他们为我们乱星海立下不是大功, 我们所有在乱星海做任务的修士, 都有义务去救助他们。 我们刚到这里, 心急想知道他们现在如何了, 想知道王者兴兽出没后, 他们有没有逃出升天, 就是借个消息而已。 倒有以为我买不起你们的消息吗? 你们不过是为了他们的奖赏, 而我建新队早在数天前来此时, 就曾申命过, 我们只为救人而来, 不为奖赏。 没这样, 分明是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了。 你们还是让我们误了救助他们的时间。 哼, 我们为力, 你们为明, 你以为你就有多高尚吗? 安华真的看不起这样的人。 什么神明, 你们放个屁, 就以为在这乱星海做任务的修士, 就必须马上闻当? 真是可笑, 陶甘和陶丹被我们追杀这么久, 镇神和剑星队如果真的有期, 就不会待在凉城不出了。 现在说什么只为救人而来? 我呸, 现在不过是因为你们有了洗眼灵水, 可是当初, 没有洗眼灵水你们一样也有三百多人, 真要有心, 真怕出错, 只认逃干和逃丹, 你们都不会吗? 你们…… 引在人群中的红叶突然一箭刺出。 他是左盟人! 他刺的正是安华的队友。 每一个浸乱星海的左盟人都知道一点, 隐藏死点的办法, 只是这个办法, 不论哪一样都是以耗损元气为代价的。 安华虽然叫大家藏好死点, 除了一直躺着的陈康, 也试验过大家藏死点的隐蔽性, 却没想, 红叶还会突然发难。 偏偏他的队友, 还有两个在惊吓间, 马上跳起来就跟人家干。 红叶, 你有证据吗? 安华看出剑心队的人, 除了谢扇, 大都还是一脸奇怪, 打凉茫然的样子, 就知道, 盛名之下无虚事。 这红叶另有特别的本事。 你们剑心队就是这么铲除异己的吗? 他拎着剑, 才要把红叶按下去, 就被谢扇的金心剑挡住。 色力内人, 倒有听过吧。 谢扇盯紧他, 虽然他没有看出他是左盟人, 可是他相信红叶。 红叶的眼睛跟我们的不一样, 有本事让你的队友住手, 我们查。 事态在向不可控的地方发展, 眼看未来的剑心队 和看热闹的修饰越来越多, 安华明白, 正要演变成群斗, 他们今天肯定谁也走不了。 没有伤的时候, 他们左盟人跟人族一个样, 但是有了伤呢? 住手! 安华一个悬身, 挡在了队友关春和红叶的中间。 关春, 戒心队是大, 虽然我没在你身上看到左盟人该有的死点, 可谁让红叶仙子怀疑你了呢? 这个蠢菜, 一定是抱了奖心心理, 舍不得元气多按紧操, 以致让红叶发现端倪的, 想要自证清白。 关春知道他错了, 在安华刚刚抬剑的时候, 当场自斩一根手指头。 红叶仙子, 你哪只眼睛能看到我是左盟人? 他用尽全力阻止身体的自愈自长, 以及额上的青筋都崩得老高。 谢善没有看到他的手指长出来, 不由朝红叶用了一个询问的眼神。 道友, 可以让我看看你的伤口吗? 红叶没管别人怎么看他, 很镇定地开口。 我家老祖曾经传信下节, 万多年前, 左盟人中, 就出了一位天纵之才, 可以让新人以上的左盟人, 以损耗元气的办法, 隐藏死点, 暂缓自愈天赋。 他一双眼睛, 浸在关春身上。 道友寄人自证清白, 想来也不介意, 再让我查验一番。 你以为你是谁,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呀? 关春狠狠呸了一声。 我呸, 老子告诉你, 要是查不出来。 作为赔罪, 除了零食, 丹药, 你还可以斩我一只。 两人话赶得都太快, 安化才想阻止, 已经迟了。 到了这个时候, 他还能说什么呢? 只能说关春自己蠢, 接二连三, 让红叶抓到了漏洞。 安化避开的时候, 只希望大家以后能吸取这一次经验教训, 希望红叶不是传闻中的那般难缠, 希望关山能避过这一劫, 只要能让他避过, 他以后绕着红叶走, 绕着剑心队走。 红叶不知身旁人有这么多想法, 一脚踏前看向关春还在流血的断纸, 这个时候, 剑心队众人也不知道, 是希望他看错, 还是希望他没有看错的好? 看错了, 他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而没看错呢? 大家在乱心海的日子, 还是会很艰难。 谢善看到他眉头越促越紧, 不由暗叹, 他们渐心队出师不利, 红叶也要倒霉, 却没想他突然抬手画掌为刀, 在愤怒至极的关春搏尖一抹, 大量的鲜血喷出的瞬间, 众人还没有来得及哗然, 就见重伤的关春捂住伤口, 一脚踢向红叶, 劈退他两步后不顾一切的飞高身体, 直冲重阴临海。 这真是左蒙人! 快, 拿下他! 安华好像气急败坏地先行出手, 可是横扫的剑气, 却在无形中阻了阻红叶的追击之路。 想走! 红叶既然出手, 如何还会让人跑了呢? 他虽然被阻了十分之一席, 却早就防着关春逃了, 食指翻飞间, 重阴凌海一面, 突然凝出无数水箭, 直冲关春。 与此同时, 反应过来的众人, 虽然还没有完全看清 他身体自愈的情况, 却都出了手, 只有心中有鬼的左蒙人, 才能在那可比致命的一击后, 这一般逃亡。 红叶, 我家长老不会放过你的。 一步错, 步步错, 关春自知性命不保, 却也甚为光棍。 在这里的, 有一个算一个, 都别想逃。 他的护照根本挡不住这么多人的攻击, 恨声转向众人时拼死反击, 大家以为的致命一见, 于关春而言, 其实只是一夕之间的粘横, 那一夕之间里流的血, 只要没有飙远的, 都好像能被他身体吸回去。 被法医遮挡的地方, 众人不能完全看清楚, 但是护照破开之后, 他脸上的伤口, 每每刚刚猙獰张开, 却又迅速粘回。 第一次看到左蒙人的身体是如此自愈, 包括红叶在内, 所有人都甚为心惊。 他的死点在胸口的天突穴上。 红叶的话音刚落, 连安化的剑光都冲着关春的天突穴去了。 无数剑光下, 谁也说不清, 到底是谁第一个批到了关春的死点。 不过半戏之间, 他的身体几乎都要被斩成肉泥, 在半空中喷洒出大量的鲜血。 残枝掉落地上, 众人却一片沉默。 仙人级别的左蒙人可以隐藏死点, 那他们就算得了洗眼灵水和旺气功, 又有多大的用呢? 大家不用怕。 红叶知道大家怕什么? 就像我们修士, 舍不得自己的修为一样, 左蒙人一样舍不得他们的元气, 以耗费元气为代价, 遮挡死点。 对他们而言, 亦是不是办法的办法。 这个办法, 不到万不得已, 我想谁都不会用。 乱仙海, 由天地尽之, 天仙极。 他瞟了一眼安化。 我想, 能进阶到天仙极的左蒙人, 至少也是卫长, 副卫长级别的。 这样的人物, 再加上他们所谓的长老, 绝对不会超过四十人。 现如今, 我们杀了一个。 海城那边, 听说灵溪临到有一个人, 就把对应海城的卫长, 和副卫长一起端了。 我想, 如关春这样的, 他们现在, 顶多还有三十七人。 红叶本来有些怀疑安化, 不过, 李姓分析一番后, 又迅速打消了一律。 安道勇, 不知此人, 是如何加入你们的队伍的, 又是何时加入的? 他加入我们有半个多月了, 我们之前, 一直在海城外围等待洗眼灵水。 今日, 多亏红叶道勇了。 安化朝红叶和剑心队的人拱手。 多谢各位道友相助, 要不然, 我们只怕要全军覆没。 多谢红叶道友, 多谢各位道友。 于想等人在后, 随着安化, 一起向红叶和剑心队的修饰拱手, 吃一窥掌一吃, 看低别人的时候, 就是把自己的性命丢在悬崖边。 先遇灵溪, 再遇红叶, 就是明正。 而且人家分析得很对, 他们欣慰, 轻易不赦各位与修饰的争斗, 所以这些人真正要注意的, 只有长老和十五位的正副卫长。 好说好说。 谢善高兴, 一声长笑后, 与他们套交情。 我们大家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安道友, 你们有人进了重音连海, 敢问他们进去多长时间了, 你们还能联系上吗? 自然能联系上。 安化正要摸出一枚传音符, 林中突然传来一声吼叫, 正午稀薄的雾气, 在那一声吼后, 迅速翻滚浓厚起来,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见仙队, 连忙步出一个圆形阵力的时候, 安化等人也连忙步了一个小圆。 不好, 王者兴兽是被薛星器引来的, 大家快离开这里。 红叶说出这话的时候, 与谢善带着剑心队迅速撤离。 天地之间雾气翻涌, 当然也惊着了孩子远眺这边情况的陶甘和陆灵溪。 又是王者兴兽, 快下去。 陶甘都不知道怎么会这么倒霉, 急切奔下之际如钱一般, 一层土墙, 一层青藤的盖屋。 陆灵溪威以犹豫, 就没把千机傀儡兽用出来。 防人之心不可无, 千机傀儡兽太好了, 万一人家建材起义怎么办呢? 他随同他们一起, 以最快的速度, 把墙面加厚再加厚, 把屋顶加厚再加厚, 感觉时间快到了, 又忙把屋子弄成了三十一厅。 陶丹出好能通气的两个小洞后, 发现身后大变样, 他将拥有独立小屋, 这感觉真有些一言难尽。 男女有别, 在不能喊姐姐为姐的情况下, 人家这样做, 好像没毛病。 林道友的道法好快。 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虽然有一个藤门还只是半成品, 但陶甘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 算时间, 灵溪在道法的掌控上, 比弟弟还快, 一点也不差于他了, 绝对绝对可以当个好队友了。 冯金是你弄的, 你先选一间。 中间最大, 姐姐你住中间, 我和丹道友住两侧。 陆灵溪从那物配中摸了一块月光石, 把他按到厅堂中间的墙上。 丹道友是男人? 他笑开一眼淘干。 可以操一点, 所以对不住, 要麻烦你住门还没弄好的那一间了。 匆促之间, 他们起的屋子很小, 他又弄了隔断, 其实每一间都只是个睡觉转身的地方罢了。 就该这样, 我不客气了。 陶甘知道, 从防疫手的心态来说, 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住中间的。 前几天, 我被善儿睡着时磨牙打屁的声音, 折磨得差点神经衰弱。 我哪有? 陶丹狼狈, 直气地想咬姐姐一口肉, 他最讨厌在外人面前吊他链子的解了。 明明他风流踢躺, 人见人爱, 出道以来都不知道迷了多少仙子。 姐姐长得没他好看, 不会说话, 一直没人追, 肯定是在嫉妒他。 陶丹万分后悔, 听姐姐的话, 把自己弄成光头不说, 还弄得五大三粗。 这磨牙打屁, 可不就是操汉子干的事吗? 林,林道友, 我住这间。 看他狼狈逃进去, 逃干扯扯嘴角, 小声道。 他耳朵红了, 你看到没? 陆灵溪当然看到了, 不过作为新加入的队友, 在没有摸到人家的脾气前, 可不能太得罪人。 他忍笑点头时转移话题。 干道友, 我有多的帐篷, 你要不要在房间里弄一个? 上一次, 他可怜巴巴地跟兴手拼命, 这一次他终于可以, 由着他们在外面闹, 睡个高枕无忧的觉来。 帐篷? 好呀, 借我一个。 他和弟弟在逃命的路上, 丢了好多东西, 没条件的时候, 睡地上忍着湿气也就罢了。 现在, 难得有个大方的队友, 当然要把生活条件提上去。 诶? 你是从我说听到善儿磨牙打屁的声音, 怀疑我没帐篷的吧? 心思好敏锐, 要不然呢? 陆灵溪笑着弹弹手, 摸了一个灵杖出来, 这东西也是和生石书, 为乱星海的特殊情况, 为他另外治下的。 灵气正常的时候放块灵石, 能够自动撑起, 空间也会大一点, 现在没灵气。 他推开他中间的藤门。 你搬着两个折叠的支架, 虽然小了点也可以撑起来, 隔绝地气, 住着相对要舒服一点。 陶杆看他两下一搬, 长方形的小帐篷就撑住大半空间, 非常满意。 这皮子有点意思, 拎着帐篷的人很厉害啊。 这是我来的时候, 我的一位石书特别送的。 说起来, 和生石书很细心呢。 你没有帐篷, 但二道友是不是也没有啊? 和生石书算他在这里的时间, 算他十年费一个, 送了他六个。 虽然陆灵溪也有些不舍, 可是他也看出来了, 这两人都有一点伤。 难得人家没有嫌弃, 他穿着厚毛发衣, 身有不足, 修为也不足, 他总要多点表示。 经历了霍三当初冷漠无视的眼神后, 陆灵溪很珍惜乱星海修士的善意。 没。 想到弟弟的伤, 陶甘的语气更柔和了些。 你还有多的吗? 要不然我们拿东西换吧。 换什么? 这灵杖在外面都是不值钱的东西。 但闹友, 送你一个帐篷。 陶丹一直听着这边的动静, 对灵溪送他姐一个帐篷, 可感念了, 闻言还有他的, 忙跑了过来。 多谢多谢, 道友也是看到我们身有不便吧? 是啊, 我身有不便, 所以呢, 就特别注意这些身外的东西。 也幸好, 他一时忘了从那屋佩仪出来, 陆灵溪也拿了一个给他。 王者兴兽前几天的那一叫啊, 我一个人在崇英明海心惊胆战的, 现在难得遇到你们, 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地歇着了。 行行, 你们去歇吧。 好歹有他当男人的自觉。 有什么事, 我会喊你们的, 正常大概是不会有事的, 我们不在中心地点。 上一次, 他们不在中心地点, 就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三天, 养了三天的伤, 说起来, 王者兴兽出没, 对他们好像也不算是坏事, 至少他们又给自己争取了一点养伤的时间。 浓露中, 侧耳倾听安化的小队越转越远后, 轮换休息在最终的红叶仙子, 眉头越促越紧。 怎么了? 谢善一直都知道这位队友的厉害, 压下心底的惊慌, 小声地问。 是王者兴兽, 朝我们这边来了吗? 你想什么呢? 红依微叹一口气, 我的眼睛没你想的那般厉害。 他可没本事, 在这么大的浓雾中看到王者。 我就是奇怪一些事情。 说说看。 谢善在圈中随着大家慢慢往远处转。 王者兴兽, 应该是被左蒙人的血腥器引来的, 他来得这么快, 你不奇怪吗?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血腥器与他们兴兽而言, 你算美味, 闻味而来罢了。 闻味而来没问题, 但是他来得这么快, 我总觉得, 前几天的崇陵阴海, 经过了比今天更持久的大战, 以致血腥器才出, 他就食髓之味地跑了出来。 这? 谢善的眉头微微拢住, 来崇陵阴海之前, 他觉得陶甘和陶丹, 还有可能活着, 毕竟他们逃了这么久, 仙剑的喜夜灵水都下来了, 没道理, 曙光在前, 为乱心海立下大功的他们, 却要可怜巴巴地死在外面。 但再次听说了王者兴兽出没, 他对逃甘逃丹, 二人生还的希望, 可以说一丝也无了。 所以大家, 之所以孩子这里, 甚至跟安化抢传音符, 跟别人说, 他们不为奖赏, 只为救人而来, 真的只是为了明。 明生是个好东西, 就是因为他们明生大, 所以才能见下建新队, 要知道, 人多, 力量才会大。 建新队给他和红叶带来的, 可不只是明, 还有力, 大量的力。 别人不敢去的地方, 他们可以去, 别人不敢碰的地方, 他们有胆子去探一探, 但崇陵陵海呢? 你觉得, 陶甘和陶丹在崇陵陵海, 反杀了左萌人? 你觉得他们还活着, 你想让我们, 试着进去一趟? 作为搭档, 谢善还是了解红叶的。 进去, 可能把我们都打上。 红叶其实也在犹豫。 不过, 我希望你能同意, 我们调转方向, 追一追安化那些人。 追安化? 好好地追他们干什么? 你, 怀疑他们什么? 他也得了忘记功和洗眼灵水, 可是如大家一般, 从始至终都没有看到关春的死点在哪儿。 如果红叶怀疑安化那些人, 如果那些人真的……, 谢善简直不敢想, 他们未来在乱兴海会有多艰难, 又会有多少人死于非命。 我不想怀疑的, 可是按常理来说, 王者兴兽出现, 想要活命, 所有人都会抱团在一起。 就像现在, 我们的队伍, 一样加进了其他几个小队。 安化那些人, 向我们道谢的时候, 看样子很诚恳。 但是你说, 为什么别人都愿意跟我们一路, 他们反而避开了呢? 这…… 谢善想说, 是某些人的自尊心作怪, 可是就像红叶说的, 关春死后, 他们道谢的样子明显没那么蠢, 那么带着躺着的重伤伤员, 现在只有十七人的小队, 为何放着他们这样粗得大腿不抱, 反而急急远离了呢? 谢善目中立光一闪。 是…… 抓起胸前的小少, 引起大家的注意后, 大声道。 王者兴兽出没, 安华带有那些人, 大概慌不择拢, 反而离我们越来越远。 没有灵力, 他们区区十七人, 还有重伤员, 只怕连半天都撑不过。 如果都是如关春那样的天仙级左蒙人, 现在就是杀他们的最好机会。 我提议, 反路回去, 全力救中。 滚滚向外流的健新队一顿之后, 反应过来, 绕着血腥气多的地方, 朝安华等人, 原先必走的方向追去。 外面的情况, 陆灵溪和陶甘陶丹三人当然不知道。 陆灵溪连续多天的搏命后, 一心一意, 想在洗眼灵水下来前, 给自己几天假期。 陶甘陶丹身上有伤, 更想抓紧时间养伤。 没有灵力不要紧, 好生睡觉, 吃饭, 放松的悠哉悠哉, 鱼崩了许久的身体而言更好。 只是, 盖着大厂睡在温暖帐篷的陶甘, 情不自禁地吸了吸鼻子。 隔壁的灵溪好像在做饭, 味道越来越香了, 她的满腔睡意都快被这味道去霉了, 陶甘不想起身, 只能摸出一块肉干, 边睡边给自己加餐。 进乱心海的时候, 爹娘一起败家, 给他们订了好些个大餐, 她也不是不想把那些东西拿着, 可是爹娘都不会挣钱, 她要是拿着了, 以后还得自己还。 一想到她在乱心海辛辛苦苦的六十年, 要因为一点吃的, 白干其中的几年, 陶甘就舍不得, 所以她愣是在蠢弟弟的嚎桃中, 一家一家地退了。 现在, 陶甘怀疑她弟要忍不住跟人家讨吃的了。 灵溪, 灵道友, 你在做什么呢? 陶丹确实忍不住凑到她面前。 我怎么闻着好香呢? 这葫芦状的炉子也奇怪, 她之前就看她拧了几下, 就从一个小扁壶一下子变大, 成了下面是炉子, 上面是锅的东西。 还有你这个炉子, 好奇妙的设计啊。 陶丹太惊奇了, 谁到乱心海做任务, 能把日子过成这样呢? 从小到大, 她都活在老姐的阴影中, 爹娘不会过日子, 她姐八岁就开始管家, 修仙需要大把大把零食, 一开始没本事开源, 她就会一个字, 省。 后来她们能挣钱了, 爹娘也被她掐住了命脉, 轻易不能败家了。 陶丹感觉, 哪怕只用宗门和家族的配给, 他们家的日子也能很好地过来。 可是, 她解释个奇葩, 越有钱越省。 虽说修炼上的一切, 都没有让大家省过, 可是其他方面, 她穷得连喝上一杯上品灵茶的钱都没有, 偶尔打肿脸充胖子的结果, 是又给姐姐打一张欠条。 我这炉子可是花了大价钱打造的。 陆灵溪也非常满意。 再稍等一会儿, 马上就可以开吃了。 啥? 开吃? 谁说我也可以在这里蹭一口吗? 陶丹目录感激。 你这样花大把钱在外务上, 你家人都不管你吗? 陶丹觉得陆灵溪好幸福, 她好生羡慕, 送她的灵杖撑起来以后她才发现, 虽然杖布感觉薄薄的, 可是脚踩上去软软弹弹, 似用了一种特别的空间压缩之术, 结实耐用又舒服, 人家这日子说奢华, 一点都不为过。 这炉子是我一位师妹送的, 而且我也不觉得这叫外务啊。 你看啊, 我们修仙是干嘛的, 不就是想把日子过得更好吗? 我家的老祖和爷爷爹娘都希望我在外面 能像在家一样把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 陶丹已经想极度了, 那么多喜欢她的师姐师妹, 却就没有一个想到 送她这么贴心的炉子和帐篷。 修仙不是为了把日子过得更好吗? 她好像被她打开了一个新大路, 只是一直以来的教导, 又让她忍不住反驳。 我们修仙不是为了逆天改命, 成仙成圣吗? 怎么是为了把日子过得更好? 大道独行, 被外物分散了心神, 很容易走偏道。 她姐这样说, 她师父也这样说, 滇阳之前被外物分了心神, 所以之前的修为就劲得缓慢无比, 后来被姐姐管住了, 他们就快了好些, 陶丹决定还是要劝一劝, 愿意分享美食的队友。 灵溪, 你师长没教过, 我们修士, 参方引路吗? 陆灵溪从小到大都没有避过骨, 也实在是搞不清楚, 那样苦修有何意义。 成仙成圣的目标太大, 这世上的修士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我师掌门推崇的是道法自然, 国有食神悟道, 吃是世间生灵的本能。 我喜欢吃好吃的过好日子, 干嘛围着自己的本性来? 委屈自己不是更会分散心神吗? 搞不好还会扭曲性情引发心魔, 他才不会干这种蠢事呢? 丹道友, 三千大道道道通天, 我想我们修的不是同一种道。 这个人可能有些傻, 陆灵溪也不想误导他, 更不想当他老师, 慢慢讲道。 哦。 陶丹看他要接锅了, 把道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 能吃了是吗? 嗯。 陆灵溪揭开锅盖。 干道友大概也行了, 你敲个门问问他要不要, 要。 陶干带着雪冒出来, 你做得这么香, 我哪还能睡得着? 他笑着伸头, 没想到一个锅里, 好像被分了阴阳两极, 一面是蒸了薄薄肉片的五色米饭, 肉片不知是什么肉片, 呈淡金色, 有一种特别的咸香, 它的油脂, 把下面的米饭也染得特别好看。 一面是乳白的汤品, 点缀了几点红红绿绿的东西, 不闻香气只看其样子, 感觉就很让人有食欲。 哇, 你莫不是还是个仙厨师? 哼, 答对。 陆灵溪觉得, 他绝对可以当个仙厨了。 我从小就对这个感兴趣。 他给大家把饭和汤盛好。 这锅呢, 是鸳鸯锅, 当初炙的时候就是防着不方便的时候有。 和生师叔一定是隐姓的吃货, 要不然绝对不会想到这一点的。 陆灵溪决定, 将来回宗给和生师叔多送点好吃的。 尝尝怎么样? 他的话音未落, 陶丹就先吃了一口, 原以为的五色米饭, 根本就不是五色米饭, 至少黄米不是, 带了一种蔬菜的清甜爽脆, 再加上他饱饮的肉汁和米饭香味。 嗯, 好吃。 他埋头苦吃, 陆灵溪对自己的手艺很有信心, 连着啃了多天的米饼, 他对现在的饭菜也另有期待, 严重怀疑, 这个大块头要马上成第二碗、第三碗。 为了能多吃点, 他也加快速度, 他们两个这样, 本来想斯文的淘干终于也受不住了, 加入争抢行列。 半晌后, 锅静晚静, 陆灵溪和陶干吃得都挺饱, 只有陶干感觉还饿着, 他没想到, 这两个人吃饭还带玩心机的, 第二碗的时候就只成了一半, 等到第三碗下死命的案, 害得他一个大男人都没他们两个吃得多。 灵溪, 你明天还做吧? 嗯, 看我心情。 陶丹连忙从装水的葫芦里倒出水来, 我来洗锅刷碗, 灵溪, 一会儿才跟你捏捏肩背。 你把锅碗洗干净就行了。 如此有眼色, 不枉他忙一场。 那我帮你捏肩捏背吧。 难得队友有这么好的手艺, 陶干也愿意他的心情好, 能跟着一起蹭饭。 好, 那就来吧。 陆灵溪笑着走到孔洞前摆好姿势, 却没想, 孔洞外面隐隐的居然有刀剑之声。 有人? 什么? 去时, 我们睡了多长时间? 有弟弟在外警界, 有那么好的帐篷, 他睡得可香了。 墙边我放了沙漏, 你们差不多休息了八个时辰。 陶丹加快手上动作。 外面的刀剑声很激烈吗? 万一人家打不过兴兽, 说不定会祸水东引, 劈开他们的房子, 分散兴兽的注意力。 应该很激烈。 陆灵溪和陶甘都听出了一丝刀剑相对的声音, 好像外面的修饰面对兴兽时不是同心同德, 还玩起了内斗。 把东西先收拾好吧。 两人对视一眼, 陶甘先道。 灵溪送的帐篷, 他可不想再丢了, 三人迅速回房把各自帐篷收起来, 他们做好喂酒, 陆灵溪也才把火炉挤转, 变成小扁葫芦放在怀里, 就感觉到有人在劈他们的墙。 安化一行人到底被有心的红叶和谢扇带着剑心队追上, 虽然现在灵气泯灭, 又被好些兴兽围杀, 可哪怕剑心队都有队友受伤, 转移到内里, 被大家以为, 随时对灭的安化十七人, 虽然法医不在其整, 可是受伤的部位却是一滴血丝不慎。 而且, 他们中间还有一个一直沉睡不能动, 却始终被护得好好的人在, 红叶和谢扇心惊他们的真正身份, 更不能放他们走了。 只要一想到可能是一群天仙境, 卫长副卫长级别的左蒙人聚在一起追杀陶干和陶丹, 红叶与谢扇的心就翻腾得特别厉害。 农务中, 大家视线并不是太方便, 好在他早就掩饰过此类情况, 外面一圈队友杀兴兽, 苗安化一行人的时候, 那一圈的队友便负责挥动大善感悟, 这样既防兴兽的暗席, 又防安化等人的暗席, 顺势还能把他们看得更清楚些。 谢扇最想盯的, 是一直被他们护在中间始终不动的人。 如此紧张的局势下, 这些人还是把那人护着, 他的身份几乎已经可以肯定了。 红叶, 助我一臂之力。 他想冲出去, 为乱星海定下此等大功, 谁料红叶却一把抓住他。 王者兴兽为血腥气而出。 安化, 先他们一步开口。 诸位如此紧追我等, 有把握不让我们流一滴血, 不让你们流一滴血吗? 盛名之下无虚事, 这些人配合得当, 但凡有伤, 迅速回转内里包扎, 由其他人补上, 才是他们到现在, 不允一人追杀于他的主因。 逼急了我安化, 我们得不着好。 你们? 哼, 也一个别想出去, 安道友说的我们好怕。 红叶和谢善由着其他人以转圈的方式, 清理周围兴兽, 并不知道有队友发现了后房子。 虽然不知房里有多少人, 但是人多, 力量大, 总之不管里面的是修士, 还是左蒙人, 最好都能赶出来, 大家一块受罪的好。 不就是鱼死网破吗? 红叶亦是冷哼。 我们都是小结胆, 你们却走到了仙级, 与死网破也好, 同归于尽也罢, 怎么算都是我们更花得来。 疏人不疏朕, 更何况他们人多势众, 就算王者兴兽再来又如何呢? 建新队, 又不是没有跟王者兴兽面对面过。 哼, 原来你们如此有大业。 安化都要被他们气笑了, 一边随同大家往后退, 打杀行手, 一边道。 既然如此, 当初逃干逃代四处奔波, 你们明明可以救援一二, 为何却停留在了两场? 由着他们被我们逼得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听说林道友在数天前, 才被你们逼出海城。 两位逃到有心有大意, 他们一路被你们追杀, 却一直不曾向任何一城靠拢, 更未曾向任何一人求助。 安化, 您想挑拨离间, 也要看我们是不是你能离得起。 谢善七上三步, 拿着剑狠命相击。 哼, 果然是恼羞成怒了。 安化截住他的剑。 可惜啊, 你们纵然人多势众, 想要留下我们, 也是做梦。 于翔在他话音未落, 便一跳而起, 向剑心队所在的方向连扔东西。 血腥气散开的瞬间, 本来把兴兽聚于圈外的剑心队, 突然之间就有些乱了。 卑鄙, 红叶大怒, 正要持剑也冲上的时候, 远方突然传来熬的一声吼叫, 天地之间的雾气再次大声。 房中的道友还不出来, 更待何时。 队伍一乱, 谢善最知心的兄弟李剑, 再也顾不得其他, 直接朝灵溪三人喊话。 这里有左盟人, 还看不出来吗? 也不知道, 他们的房子怎么弄得那么厚实。 李剑示意后面的队友跟上, 路过时给一剑, 尽量劈出一道门来, 结果到现在都没有劈出来。 放开一道门, 让我剑心队受伤的兄弟进去。 身上淋了血的人, 也要进去换身法衣, 要不然真是太危险了。 哼, 看看, 这就是你们剑心队。 安化调笑的声音在雾中传来。 人家好好地藏着, 碍着你们什么事? 你们要如此, 把人家拉到王者兴兽就要来到的战场来? 原本还想藏一会儿的陆灵溪 硬生抬头的时候, 他们厚厚的房顶, 好像要被赶来的王者兴兽一爪子震塌了。 陆灵溪人随刀走, 冲出的瞬间, 陶干和陶丹也一起冲了出来。 陆灵溪和陶干陶丹, 没有管其他人, 不约而同, 围杀, 长了两脚, 好像老火的王者兴兽。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杀了这东西, 只要把他杀了, 天地雾气就会散开, 就不会有源源不绝的兴兽扑来了。 陆灵溪在重阴灵海, 被他和另一个王者, 逼得气都要喘不过来, 现在正是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的时候, 哪能让他召唤其他部署? 逆处, 找死! 他不管这只两脚的王者兴兽, 往哪儿跑, 脚下飘渺无形, 紧随其后, 微风凛凛, 准备再饱餐一顿的王者, 没想到, 他还会遇到硬茬子。 他大声吼叫, 贺令手下保护厮杀的时候, 更不知道, 陆灵溪已经杀过一个王者。 虽然那王者只有一个脚, 但杀过就是杀过, 早有经验的陆灵溪又在重阴灵海跟天蚕丝熟悉过, 根本没打算让清主而帮忙, 刀刀逼近的时候, 也在努力瞅着机会, 想要甩出天蚕丝半他半息, 只要给他半息时间, 他就能让他变成更大的兴杀。 刀镜声一声更比一声急, 王者兴术的叫声也越来越慌乱, 难得的, 安化和谢善等有之一同, 期待他们能把这个王者劈了, 个个分出一点精力, 等待王者往这边逃的时候, 帮忙给上一件, 天地雾气剧烈翻涌, 好像大水烧开了般冒着越来越大的泡, 每一个泡炸开都是更浓更浓的雾, 建心队想要用扇把雾气扇开的行动, 越来越不好做, 好在这周边的兴兽都在王者召唤下, 急急地挤到那一边, 没有朝他们的队友下手。 陶甘和陶丹, 原先还能护持在陆灵溪身后, 替他挡下其他兴兽的扑杀, 可是没一会儿就只能靠着耳朵, 借虫影劈砍的声音, 猜测他大概的位置。 碎! 安化一箭挥退卸扇, 退回圈中, 他小声地道, 余翔! 罗毅正想留下随我, 你们快退! 王者吼叫的方向高声厚重, 而他们在这里没有其他队友了, 这么多兴兽拼死救援王者, 那王者还是被人家逼得好似只有逃窜之力, 显然对方不是擅长。 安化的反应不可谓不快, 他要在红叶和谢善反应过来前, 暂时迷惑, 让余翔带着陈康赶快退远些。 这一会儿的兴兽顾不上他们任何一人, 此时不退, 等到红叶和谢善反应过来, 他们可能真要留在这里了。 余翔背住陈康, 朝安化三人威一拱手, 在浓雾中无声地后退, 他们再没有朝路过的兴兽出手, 路过的兴兽也没有管他们, 只一心想要救援王者。 此时正是好机会! 红叶侧耳倾听那边赞无败忌, 大声道, 兴兽顾不得这里, 大家随我杀! 他们不知道, 与安化一起边战边退的, 现在只有两个人。 剑心队在后队里剑的主持下, 却还是维持以往的阵型, 截杀所有路过的兴兽, 坚决不放路, 让他们走捷径, 护持王者。 陆灵溪发现, 这个长了双脚的王者, 比早前独角的厉害多了, 他的尾巴有如刀剑, 每一次的甩动都似有千军之力, 他总是在护卫不及时的时候, 甩出自己的尾巴, 甚至在他冒险冲上的时候, 以头上的脚来挡阁。 哪里走? 陆灵溪发现王者所退的地方, 所有兴兽都尽量早毙, 他的天蚕丝捆不住又蹦又跳的王者, 干脆技巧地甩向兴兽群, 有感正要退开的兴兽群, 却没想脚下一半。 摔倒即爬起来, 虽然尽量没挡王者的逃命路, 却不可避免地耽误了他一二息。 翻涌的雾气为之一顿, 所有人都心下大震。 王者兴兽死了, 那接下来, 最迟不过十二个时辰, 天地灵气便能恢复。 恶斗的双方, 没管陆灵溪的死活, 红叶和谢善现在只想拿下安华十七人, 只要拿下他们, 明和力就是建新队的。 退! 安华终于大喊了一声, 要在雾气没有消散前, 尽量退出百丈。 罗毅和郑祥紧随其后, 他们没有拖累, 跑起来特别地快, 红叶和谢善虽急, 一时却不敢冲出队形。 左蒙人的身体受伤了, 能马上复原, 他们不行, 现在兴兽没了王者, 再次恢复到围杀他们的状态, 没有队友支持, 他们无法分心两顾。 安华, 你不是有本事吗? 怎么也要逃了? 谢善大叫。 那边的道友, 在下谢善, 还请相助一样, 与我们剑心队一起围杀左蒙人。 在他看来, 那个追杀王者的修士速度着实快, 如果他能加把劲, 脱离兴兽围杀的战圈, 帮忙赌路, 为他们争取一点时间, 他们定能拿下安华这些人。 噓。 噓。 陆灵溪朝拼死赶到他身边的陶丹, 轻嘘了一声。 别管他们。 他一刀又一刀, 劈砍所有靠近的爪子。 虽说, 他很想把那个安华拿下, 可周围有这么多兴兽在, 想要冲开一条路, 真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里可不像海城, 亡者一死, 浓雾马上就散了。 重阴临海近在咫尺, 想要雾散, 没有一刻钟根本不可能。 误管就对了。 陶丹放松不少, 一边打杀兴兽, 一边小声道。 安华的身份, 大概, 大概是在左盟人中不低, 他不可能没有后手的。 星卫一百零八人, 安华和陈康各管一半, 他和他姐, 可在他们手中吃了大苦, 现在好不容易避开了, 他可不敢再自投罗网。 不错, 陶甘不想把队友拉到不可想的追杀中。 听红叶那些人的意思, 仙界的西眼灵水应该是下来了。 只要有了西眼灵水, 他们的日子就能好过一点了, 乱星海的修士不用他们求援, 就会主动截杀左盟人。 追杀左盟人之前, 我们得先弄到西眼灵水, 弄到旺气功。 陶甘几剑劈退兴兽, 终于开诚布公。 灵溪, 其实我不叫甘陶, 我叫陶甘, 弟弟, 明陶丹。 什么? 陆灵溪连忙逼退兴兽, 可惜, 雾气还是很重, 回头时, 他看不清二人的样子。 安化和陈康, 就曾装成陶甘和陶丹的样子, 把他骗出海城。 你迷融了? 他也压低了声音。 是。 听到队友微带惊喜的声音, 陶甘的心情甚好。 灵溪, 十五成对救助我们姐弟的修士, 应该有所奖励, 回头我们就算是你救的, 奖励, 我们一人一半。 啥? 陆灵溪没想到, 陶甘会如此异想天开, 他又砍了几个星授。 行啊。 陆灵溪有些想笑。 我就跟着两位发笔大财。 在海城的宫舍栏上, 他看到过救助他们的奖励。 救你们的奖励有太后丹和问天丹, 回头我把奖励拿到手, 赶紧接你先选。 这丹药对现在的我们来说都差不多, 到时候我们也不要纠结, 抓纠吧。 是个好办法, 一言为定。 兴兴夜夜杀新兽, 还想顾顾他俩的陶丹, 就在一旁, 听着他们就这样敲定这笔生意, 真是好生心酸, 都没有人问他一句。 姐姐不问他, 灵溪也不问, 可怜姐姐他惹不起, 而灵溪呢? 苗苗他叮叮叮, 劈下去的后背大刀, 他偷偷咽了一口唾沫, 一声也没敢吭。 香离并不是多远的红叶, 自谢善喊话后, 就一直竖着耳朵听这边的刀剑声, 从刀剑声上, 他可以判断, 那边有三个人, 只是一直没有远去的迹象, 显然, 人家没法帮助他们。 当然了, 在兴兽大军的团团围困中, 三个人可能自保, 都有些艰难, 人家帮忙杀了王者兴兽, 如果在平时, 他一生会招呼人家进队休息, 或者直接带着剑心队开过去, 帮忙救助一二, 可是现在, 他们还要追杀安化, 那些可能是天心静的左蒙人。 红叶在心里说了声对不起后, 与谢善一起变换队形, 把剑心队变成了一把巨剑, 在兴兽的重重阻挠中, 直颇安化一行人离开的方向, 半少, 雾气渐歇, 兴兽也越来越少, 陆灵溪三人终于又能歇口气了。 他们往那边, 我们往这边。 陆灵溪回头收起王者的兴杀, 其他的都不管了, 只向威起的山巒。 这重音灵海可不止一个王者兴兽。 啊? 你, 你, 你看到过啊? 也不对啊, 如果有第二个, 这雾气不可能散得这么快啊。 我没看到过, 但是我听到过, 虽然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只出来一只, 但是前几天有两个王者新兽的吼叫, 那就快点走。 陶干扯了一把蠢弟弟, 紧紧跟上他的脚步。 剑心队还有几个能人, 没有能物遮挡, 或许很快就能解除安化他们。 他虽然很希望剑心队能把安化那些人斩成肉泥, 却也担心血香气会把另一个王者引出来。 灵溪, 我们恐怕要跑快点。 嗯, 可以。 陆灵溪提刀上前, 尽快开路, 三人速度极快, 消失在浅雾中时, 没有回头, 也没有听着点声音, 要不然, 一定会看到, 从重阴灵海, 艰难杀出的是吴迅四人。 此时的四人更狼狈了, 他们一路防着陆灵溪, 可能射得坑, 一路没找到, 一路疑心疑鬼。 最终失了所有线索, 可怜彼此说服, 才决定退出灵海。 却没想, 几百年都可能不喊一声的王者兴兽, 又嚎了一嗓子。 硬生生打出来, 这日子简直不敢想象。 吴迅发誓, 这辈子都不进重阴灵海了。 不对, 你们快看这地上。 好多的兴杀, 好多的刀剑痕迹, 吴迅一眼就看到了重影的刀痕。 灵溪, 灵溪在这里出现过? 他趴到了一处伸痕前, 抓了一把里面的土, 还是新鲜的, 他离开不久, 张衍, 快, 寻他离开的方位。 他想装活死, 真的是太累了, 没有兴兽的时候, 他已经把剑当拐棍用了, 身边的队友同样, 三人都没像吴迅那么狂热。 追杀灵溪, 谈何容易, 从乱星海出去, 张衍都怀疑, 自己连化神中期修为都保不住。 歇一会儿吧, 不能歇, 雾气突然散开, 是之前叫唤的王者兴兽死了, 可是, 这重阴灵海, 只有一个王者吗? 另一个, 可能有事耽误了, 但是同伴死了, 你们说, 还能甘心吗? 不管找不找灵溪, 我们都得尽快离开这里, 离远一点。 这, 张衍心头一抖, 只能相扶着, 与队友又站起来, 重找重影的痕迹, 相比于一般的刀剑, 重影砍下的痕迹, 都会更深一点, 四人很快寻到, 在微微息息的阳光下, 亮呛着追去。 脚印不对, 红叶指住队伍, 安化他们分兵了, 谢善, 我们各领一队吧。 分兵? 剑心队能无往而不利, 是因为团结, 分兵在有些时候, 是兵家大忌。 安化他们这时期人, 既然你替分兵, 那红叶, 我就换你一个五十人的小队给你。 行。 谢善看着红叶, 红叶没跟他计较, 就像谢善说的, 安化那些人只有十七个, 不管他们曾经的来头有多大, 现在也只是跟他们一样, 是结单后期, 五十人绝对够了, 队伍太大, 激动不足, 才是让安化那些人逃掉的主因。 红叶觉得小队更方便他指挥, 他带队分离的时候, 谢善带着两百多人的队伍, 还是寻着脚步最多的方位追击。 安化猜测那些人会追来, 平原之上不好躲藏, 当然了, 如果按照他的意思, 现在, 重阴陵海可能会更安全, 奈何先他们一步离开的余祥, 却带着陈康远离了重阴陵海。 安化到底无法看着星位, 就这么一败涂地, 只能紧紧跟上, 好在余祥也不是笨蛋, 在半道上, 给了他前行路线的示意。 他带着两个队友, 猫着腰, 在草丛中快速穿过, 目标正是远处的山巒。 红叶带着五十人的队伍, 紧紧地追着他们, 虽然两边相聚不到三百兆, 凭着草丛的压痕, 可以轻易地追到, 他也不敢浪费时间。 两边人马分了四处, 在草丛中穿梭, 稍微轻松一点的, 只有陆灵溪三个, 雾气已然尽散, 阳光正好, 开路的人已经换成陶丹了。 大个子还是有好处的。 陶肝抹了一把头上的汗, 实在是羡慕弟弟的大长腿。 下一次再与王者兴兽, 我一定要在灵气湮灭前, 把自己变得高一点。 陆灵溪觉得这办法可行, 只是她总觉得, 这位用血帽遮盖了光头的干姐姐, 会把她的腿拉得比陶丹, 现在还要长。 我们偶尔也是要注意形象的。 一点形象都不顾, 以后连一点自称仙子的底气都没有了。 丹尔哥这样…… 想到陈康当初的样子, 虽然狼狈, 却也算是清秀, 陆灵溪就没办法把他们合成一人。 啊, 在男人中没什么, 我们…… 姓名关头, 形象是什么东西? 陶甘跑得太累, 把雪帽都收了起来, 露出跟他弟弟差不多的光头。 灵溪, 闯进乱星海的左盟人, 也许比我们所有人想象的都多, 他们可能各有任务。 这段时间, 追杀我们的是一百零八星位, 他们根本不管其他修士, 看到就跟没看到差不多, 只一心对付我们。 我和陶丹已经在他们手上三抓三放了, 表面上他们好像一直在给我们机会,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机会给得越多, 我越害怕。 总觉着, 等着我们是比死还恐怖的结果。 修仙界, 死并不是最可怕的。 只要能逃得了命, 其他的与我们什么都不算。 陆灵溪听他说得可怜, 握住陶甘的手。 我知道了。 他要不是有魅影识尾, 或许也跟他们一样, 现在正被安化他们追得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在海城的时候, 听说只要你们能入任何一城, 都会为你们开放最佳的天字号房十年, 到时候, 我给你们打掩护, 你们之以化名的身份进城, 藏那个十年。 想要在乱心海, 心无旁骛的必成关, 只能到十五城。 陆灵溪其实挺羡慕陶甘和陶丹的, 至少他们再不用为星牌的数字和星沙所累, 就可以在任何一城, 在最好的房间闭关十年。 十年呢, 大家在这里的时候, 总共只有六十年, 可惜了今天的星沙, 大家都没捡, 过个几天, 又要化为虚无。 那我们姐弟就先谢谢道友了。 陶甘没想到, 萍水相逢的灵溪, 愿意如此助他们, 若真能在哪里藏个十年时间, 避开左蒙人的锋芒, 避开那些古怪的星位, 再把修为提高一点, 他们或许还有反击的机会。 客气什么, 举手之劳的是罢了。 陆灵溪瞄了一眼自己星牌, 对上面的数字微有满意, 而且她还能再得一颗仙丹呢。 现在所有在乱仙海的修饰都算欠了你们一份因果, 我不过多说几句话就能把因果还了, 这是多好的事啊。 甘姐姐, 遇到你们是我的运气呢。 嘴巴这么甜。 陶丹第一次庆幸, 未来的十年不用跟她做队友, 要不然姐姐肯定要被她哄走了。 遇到你也是我们的运气。 陶甘感觉到弟弟的目光, 施舍过去的目光万分嫌弃。 这家伙若是如灵溪这样的妹妹, 我得省多少心啊。 不过灵溪, 你都没修到杰丹后期, 怎么就到了乱仙海? 这话她原本是不想问的, 万一问到人家的伤心事上多不好。 只是相处了一段时间, 陶甘感觉这丫头怎么也不像是被宗门舍弃的人。 你站立虽高, 可是修为实在是硬伤, 在外面把修为提高一点再进来不好吗? 何必这么急? 大家到乱仙海做任务, 都是把修为提到杰丹后期以后, 忙个六十年。 就算没有仙计的运气, 只凭换取的仙令, 也能从宗门从师长那里换取所有该换的。 能进阶原因固然好, 进阶不了, 凭手上财物也可保后半身无余了。 而且真正被长辈看重的弟子, 根本都不会进来, 人家盯的是西游战场。 他师父要不是穷, 打死也舍不得他进来。 我也不想急的呀。 你们听过天渊七戒吗? 我是天渊七戒的修士, 我们那里。 他慢慢地把为什么到这里的事情说了一遍, 才反问道。 你们那里是不是也有外星域的祸害啊? 仙戒到底是在给天渊七戒挖坑, 还是真的想把天渊七戒拉到整个仙域正常的轨道里? 陆灵溪完全不知道, 他只能从各界域的情况一点点猜测。 你说的魅影, 我们那里好像只有典籍中有。 陶甘和陶丹对视一眼。 他们也曾经到过无伤界, 只不过被我们的前辈打成了稀有物种, 他们的尾巴据说非常珍贵。 现在在我们无伤界也只有几个秘地才会有了。 看来天渊七戒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 这对有志大道的修士而言是好事, 不过对一些弱小生灵来说就是最大的劫难了。 宇宙浩大无边, 除了左蒙人、魅影、天外魔, 据说还有更厉害的一种外来虫族, 现在的五行界就曾经被他们占过, 后来各界的前辈费费了无数心力, 才把他们引走的。 虫族? 陆灵溪心吓一跳, 忍不住想起当初在奇山秘境里遇到的明后和他的手下。 那五行界? 红叶就是五行界的修士, 不过他也算是我们无伤界的修士, 他的家族是从我们无伤界迁过去的, 据说当年的五行界被那种神秘的虫族祸害了一遍后, 元气大伤, 仙界才下令各界移民的。 哦,原来是这样。 陆灵溪在心里滴滴叹了一口气, 这都是过去多少年的事了, 不要吓唬灵溪。 灵溪,你别听她的, 现在的仙界却说有圣者, 圣者你知道吗? 就是突破了所有天地桎梏与天地同寿的大能。 听我师父说, 那位圣者一直守护在这方宇宙之中, 之所以还有左蒙人和魅影这些天外来客蹦达, 是因为他们对这方宇宙, 对我们而言都有一定的促进之用。 就好像魅影的尾巴, 我们无双界有无数前辈想要猎杀魅影, 却也只能悠着来, 不能把他们一下子打灭族了。 听说因为没有腰单, 他们死亡之后对天地也有一些特别的作用。 什么特别的作用? 陆灵溪连忙问她, 仙界下传到天渊七界的话, 总是说一半藏一半, 她实在是好奇。 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师父没说, 典籍上也只是模模糊糊的记了一丁点。 原来, 仙界不只是对天渊七界, 说一半藏一半, 对大家都是一样的, 陆灵溪只能叹气。 那跟魅影一起下界的灵石婉虫呢? 她可是会吞灵气的, 你们无双界, 有过记载吗? 它有什么用啊? 她感觉那东西一点也没用, 圣者放它进来, 根本就是错的。 石灵溪虫? 陶甘以灵力唤出 好像苍蝇似的石灵溪虫。 是这个样子吗? 是啊。 我师父喜欢研究古籍, 这石灵溪虫好像就是跟魅影一处的, 大概是它的半生虫。 现在在我们无双界 也是属于稀有的灵虫。 灵虫? 它们吞噬灵气不佳, 可是把它们的尸体按到灵脉之中, 也是会滋养灵脉的。 陆灵溪都呆了, 可惜, 天渊七界与其他界域没有传送阵, 不能互通有无, 要不然一定会如典籍记载的那样, 大家一边养一边杀。 陶甘和陶丹, 看它的样子, 也不知道是同情什么都不知道的天渊七界好, 还是羡慕天渊七界好。 典籍记载, 当年的仙界, 其实是禁止各界与彼此交易石灵溫虫的。 陆灵溪张了张口, 又闭上了。 无相界可没放内东西进去过, 那是不是以后的灵气, 就会因为灵脉的品质问题跟不上其他界域啊? 不过好像又不对啊, 石灵腕虫绞碎的尸体, 万元大阵处曾下过不少。 想到这里, 他小心翼翼地问他们, 要是把灵石碗虫的尸体一把火烧了, 是不是就不能滋养灵脉了? 不知道。 无相界早就难得一见了, 陶家好像在百年多前换过一点, 不过早按到灵脉里去了, 他们也没有见过。 不过烧了在某种意义上, 却并不代表他的本质也消失了。 也许他吞吐的天际灵气, 又重新回归了天地了吧。 是这样吗? 希望是这样吧。 陆灵溪不明白, 这么大的事, 仙界为什么非要藏一半说一半, 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试炼吗? 可惜, 离他回去的时间还有六十年。 算了, 这事我现在也操心不了。 陆灵溪站在山岗上, 远眺四方。 我们这儿离哪个城最近啊? 星牌里地图笼统得很, 他又没有细看过。 离海城最近? 陶甘和陶丹在往这边逃的时候, 可是把星牌里地图好生研究了一番。 不过海城是十五城中最小的一个, 防御方面远不能跟连城两城比。 他们当初往这边逃, 其实也是希望能蒙蔽左蒙人, 谁知道最后会被安化那些星位三抓三放。 那你们打算到海城吗? 陆灵溪其实有些希望他们能再回海城, 毕竟那里他已经有些熟了。 作为未来十年的闭关地, 海城连比不上梁城。 陶甘选择梁城。 等灵气回复, 从这里到梁城也不是很远, 要不然红叶他们也不会来得这么快。 那行, 我们就往梁城的方向去。 陆灵溪 飘到远处起伏的草丛有些不对。 恐怕要快点了, 那里, 好像有人正往这边赶。 什么? 陶甘和陶丹一起望过去, 草丛太深, 随风起起伏伏, 无法看清具体的。 那就快点吧。 好不容易安稳了, 陶甘不想节外生枝, 三人寻着梁城的大概方向迅速往前, 却没想, 不过一个时辰, 就远远看到了安化的一席红衣。 看到了安化, 红叶当然也就不远了, 两边速度都极快, 借着山岗地形或跳或跃, 都想走最快的捷径, 一个是避免被追上, 一个是拼命地, 想超近路围住人。 是灵溪, 快, 这边走。 安化瞥了一眼, 陶灵溪三人, 不敢被他们堵着, 忙差点路。 前面的道友, 在下健兴队红叶, 还请帮忙拦一拦, 他们是左盟人。 红叶远远就朝这边喊, 现在还能追到, 得利于太阳正好, 等到了晚上雾起, 平安化三人速度, 红叶严重怀疑, 会追丢他们。 哦, 不对, 红叶。 好像猴一样的流浮, 眼睛最尖, 一眼便看到了 陆灵溪身上 法衣的不同。 你看那人, 是不是灵溪啊? 灵溪? 红叶连忙望过去, 这里不是雪原, 很少有修饰, 会穿着一身厚毛法衣。 红叶一跃而起, 踏草而来, 速度愣是比先前快了三分。 前面的可是灵溪灵道友。 虽然奇怪, 她会在这里, 可既然遇上, 就不能白白错过。 之前打王者兴兽的, 是道友吗? 正好三个人, 实在太巧了。 还请道友相助, 我们一起截杀安化这三个 天仙境的左盟人。 陆灵溪三人, 见到仇人当然分外眼红, 哪用她招呼。 只是, 他们刚从另一边抄过去, 又见安化, 又改了路径。 红叶没时间, 跟他们面对面续话, 只要他们能帮忙追击就行, 跳跃着追上她的队伍。 安化, 你们逃不了的。 拼死了, 他也要追上他们。 林导友, 你没事就好, 海城那边很担心你的安危。 陶干和陶丹一边跑, 一边看向陆灵溪, 两人都奇怪, 红叶怎么会认识她的, 那人从来都是无力不起早的。 隐隐地, 两人都在红叶的语气中, 听到了焦好之意。 听说, 你在重英领海这边, 我们马上就从梁城赶过来了。 原来不是问了我们吗? 陶干和陶丹更奇怪了, 只是陆灵溪一点也不想回应红叶。 危急时刻, 明明知道他被好多兴兽围着, 明明他们有三百多人, 却试探着想让他拦住安化, 一点也没有帮忙的意思。 陵道友, 请你相信, 省省口水, 省省力气吧。 陆灵溪讨厌他不停地说话。 现在这是安化要紧。 加把劲把安化拿下来, 才是最主要的。 红叶听出了他的排斥, 到了这个时候, 他也只能后悔, 当时能伸把手的时候只顾着安化了。 对不起, 当时我们主要急着, 这是安化。 他不能不解释几句, 一点也不解释, 就是默认了当时的见死不救。 而且, 我听你们的刀剑之声还很有余力。 不走。 陶丹一边大喘气, 一边扯了陆灵溪一把。 灵溪, 我们这边走。 他是死也不想跟红叶他们并排追安化的。 那边是个山梁, 翻过去。 不行了, 你们先追。 陶丹不能跑得太快, 这一会儿感觉累下又痛得厉害。 算了。 陆灵溪看着山梁, 再看看陶丹, 吸了那口想要追杀安化的恶气。 安化, 不是那么好追的。 陶丹连忙给他姐塞了一颗丹药。 就是姐, 红叶他们有那么多人, 就算我们追到了, 可能也只是为别人做嫁衣了。 好不容易才看到仇人落难呢。 陶丹很是难过, 可谁让他身体不争气呢? 红叶他们还很有力气, 不过左蒙人的身体强度比我们修饰高。 受伤的陶丹和陶丹不可能追得上人家, 他也不可能把他们撇下。 就到没看见吧, 我们接着往梁城走。 天色不早了, 说是不能在今天晚上雾气起来前, 离开梁百里, 搞不好还能听到王者兴受一嗓子。 灵溪说得对姐, 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 现在我们照顾好自己就好。 嗯。 陶甘朝弟弟和陆灵溪, 露了一个虚弱的笑。 我其实没事的, 可能只是刚刚跑得太快了, 差了气。 虎叶, 灵溪他们没追来? 刘福一直记挂着, 代表了太号丹和问天丹的陆灵溪。 要不, 你带几个人过去跟他解释解释? 他为剑心队立下过不少汉麻功劳, 说好的, 再有丹药机缘会有他一份。 安火他们只有三个人, 我们…… 今天的时机不对。 红叶当然也看到了, 山梁那边没有人。 灵溪既然在这里, 暂时就走不远。 虽然只是远远喊了几句话, 可是他感觉那人极其的务实。 只要我们能拿到安火三人的脑袋, 什么解释都不用。 现在放着安火不追, 反而去跟人家套近乎, 就算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受他们一时的蒙骗, 可是以后呢? 人家才到乱星海, 就立下那般大功, 岂是简单的? 大家的速度都快点, 安火此人绝对是个头头, 身上肯定是有些宝贝的。 灵溪身上固然有力, 安火此人同样, 合作多年, 刘傅明白他话里意思, 在陶与杏, 只可得一个的情况下, 当然要先追, 快要逃走的陶, 杏在原地, 只要他们能快点, 回来摘也不是不可以的, 抓了陶, 杏可能就更好摘了。 安火发现, 追他们的人在速度上, 好像又快了点。 这可不行, 相比于左蒙人, 这乱星海到底是修饰更多, 前路若是在于修饰, 就凭建勋队的规望, 尽量拉开这里。 他一跃而起的时候, 没有掩饰他的声音。 只等傍晚误起, 就把准备的东西扔给他们。 是, 是, 是。 钟气十足的两声, 几乎同时出口, 剑心队五十人, 刚刚采取了一点心气, 莫名的就被人家卸下一点, 连红叶都在猜, 安火是不是又要扔什么血或者生肉, 借星寿阻拦他们的脚步。 可恨, 这是他们避免不了的。 人家在前队, 他们在后队, 他们想扔东西给人家千难万难, 人家却万分方便。 安火, 离傍晚误起还早着呢? 红叶回神, 发现大家距离又拉开了数掌, 也忙大声地给队友鼓劲。 只要在帮外误起之前拿着他们, 所有东西, 我红叶分文不取, 全是你们的。 陶甘在陆灵溪和陶丹的帮助下, 终于翻过山梁, 急目远眺间, 能发现两边追逐的速度, 比原先都快了几分, 安火的红衣和红叶的红衣最为显眼。 别看了。 陆灵溪再次把装着不灭火的扁壶拿出来。 现在对我们来说, 喝口热汤面更重要。 骨子里的冷不是只用虚扬丹就能驱离的, 陶甘和陶丹又都有伤, 与其看那追不到的人, 还不如先顾他们自己。 等我们弄到吸眼灵水以后有的是机会。 或许都不用他们去追人家, 人家就会主动来找他们。 陆灵溪确定追不着后, 干脆破罐子破摔了。 确实有点饿了。 陶甘迅速捂住肚子, 好像可怜巴巴地望着他姐, 陶甘还能说什么呢? 不过, 看到陆灵溪弄出的东西, 一直生活很简单的两个人都有些傻眼。 你, 你, 你早就准备好了高汤了? 陶丹都结巴了, 在野外行走, 大家谁不是将就着吃, 可这人呢, 居然用一个乾坤玉箱, 装着早就熬好的高汤,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 这乾坤玉箱外面, 还裹着一层银白色, 散发着寒冰之气, 似杀非杀的东西。 以防万一嘛, 瞅瞅, 这不就用上了吗? 因为带的生肉不够, 没有把吴迅那四个人再阴一阴, 陆灵溪一直遗憾得很, 英姨用冰猪丝织旧的纱金, 她有好几条, 干嘛不用呢? 她身有寒气, 热食不仅是身体上的需求, 还是心理上的需求, 那屋配的保鲜度不够, 寄一条冰丝纱金, 就再也不用担心, 宁老祖亲手熬得高汤坏了。 这是陆灵溪痛定思痛后, 从储物戒指转移好些肉片时, 也特意转过来的, 哪怕是黄金到的灵米饼, 都不能跟宁老祖亲熬的高汤和亲制的面条比, 等到烧开, 汤水中翻起排骨, 肉片和灵菌, 陆灵溪又从那屋配里, 摸出了一个小一些的乾坤玉香, 里面是早就切好的面条, 陆灵溪描描淘单的个子, 很自觉地给他下了双份。 嗨, 你们可有口福了, 我家大师傅已食入道, 一辈子就泡在食房, 给我做的每样吃的都比外面的酒楼好食呗。 能怪他不避古吗? 天生的有条件呢, 除了老祖还有大师傅, 陆灵溪下好面, 把装面的乾坤玉香, 再次放到装汤的箱子旁, 让他挨着冰丝杀金, 只要挨着他, 哪怕三年都不带坏的。 以食入道? 陶灵的眼中也忍不住多了一次期待。 像仙界的那位食神前辈吗? 那位食神可不是一般人, 随便卖一个方子, 据说就能赚到十万仙石。 无商界的最仙楼主打的食道招牌菜, 据说就是联盟的前辈们, 从他手上买的方子, 为那食道菜的方子, 联盟的数位前辈不仅掏空了口袋, 据说还欠了大把人情, 才用传戒箱把方子传下戒。 自从有了那食道菜的方子, 最仙楼帮修真联盟赚得盆满钵满, 本来尽显颓势的联盟, 也越来越有话语权。 人家就是靠那食道菜, 撑起了半个修真联盟。 嗯? 陆灵溪还不知道, 曾经从天渊七界飞升的食神前辈, 会在无商界那么有名。 好了, 自己捞面, 吃多少捞多少, 不够我们在下。 有了这话垫底, 陶丹决定甩开膀子, 好生吃个饱。 汤浓, 面筋道, 里面的肉片和排骨, 糯而不腻, 入口即化, 又觉得筋肉弹牙, 灵军的香气, 好像自成一桶, 却又吃出了肉的味道。 哎呀呀, 真好吃啊。 陶丹一大碗吃完, 又迅速捞了一大碗, 陆灵溪和陶干一边吃面, 一边添汤, 没一会儿都吃得额上冒汗。 灵溪, 我舍不得去闭关了, 以后跟着你会行不行? 陶干喝着面汤, 感觉泪下的隐痛, 都为这汤面抚平了。 你们现在多吃一顿, 以后我就要少吃一天。 我才不信呢。 陶干在弟弟手中, 又抢了半碗汤。 你家长辈肯定有想过, 用美食帮你在乱星海打开局面, 结交几个志同道合之人。 嘻, 本仙子还用美食开道? 陆灵溪当然不能承认。 你没见恩话看到我都绕着走吗? 红眼看到我要远远地成我打招呼? 咦? 是的呢? 难不成红叶他们真的是为你来的? 陶丹眨巴着眼, 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我还一直以为那剑心队是为我们来的。 你干了什么大事? 红叶说海城那边很担心你的安慰。 嗯? 陆灵溪也呆了。 难不成我连坑两个卫长的功绩, 还有被安化成坑逼出海城的消息, 不止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别别别, 你们先让我捋一下啊。 他扳着手指头。 因为透露出左门人的消息, 十五成发出了救助你们的奖赏, 我坑死了一个卫长, 一个副卫长, 又套了他们一些消息, 然后安化到海城和那个叫, 什么, 成康的, 扳成你们的样子逼我出海城, 逼我跟他们玩游戏。 这样说, 乱星海的十五成, 现在也有了救助我的奖励。 陶干和陶丹都呆了, 他们无意中碰到伙伴, 准备送机缘的伙伴, 原来这么牛。 干姐姐, 你找我领救助你们的奖励, 是不是怕自己救自己后, 徐东山那些人不认账啊? 如果是那样, 要不然这样, 我领救助你们的奖励, 你们领救助我的奖励。 爬山特别累, 既张眼在陡坡划下好一劫后, 吴迅也没有坚持住, 在就要到能歇脚的地方时, 也不小心划了下去, 四个人一个撞一个, 把彼此都撞得更远了些。 不行啊。 张眼躺着, 看着天上慢慢聚起的云气, 根本爬不起来。 我们这个样子, 要是追到人家, 确定不是给人家送菜的吗? 他们连轴转了这么长时间, 一点也没有休息, 虽然中间恢复过灵力, 可他们一路追着灵溪, 提心吊胆的, 比对上兴兽还累。 吴迅, 这天色不对, 恐怕要变天了, 我们干脆就歇一歇吧。 吴迅也仰望着天。 就因为快要变天了, 我们更要追一追, 要不然一下雨, 可能什么痕迹都没了。 他努力爬起来。 张眼, 我们只远远掉, 不到人家跟前, 他正常是不会想到有我们的。 能放弃的时候, 他想要放弃, 可是他们不同意, 结果害了那么多兄弟, 现在不能放弃了, 张眼反而要放弃, 他绝不答应。 我先爬, 然后扔条绳子下来, 你们拉着绳子上去。 他都这样了, 他们要是再敢撂挑子, 可就不要怪将来, 他们在长老那里暗告了。 半晌, 吴迅终于爬上了陡坡, 为他们扔下了一条绳子。 张眼和两个队友, 艰难爬起来, 拉着绳子, 这要一个个往上爬的时候, 痘大的雨滴已经落下。 下雨了, 天上云层聚集得特别快, 追逃中的安华和红叶等, 无法停下来, 唯一能停下来的, 只有陆灵溪三人。 陶丹很警觉地选了一个糕点, 大家的帐篷成品自行撑起来。 大家轮换警戒。 安华往这边来过, 他的其他队友, 谁知道在哪儿呢? 还有谢善那些人, 陶丹在头上带了一个大斗笠。 灵溪, 这场雨有可能只是吓一小会儿, 也有可能会吓得很。 他刚要说会吓很长时间, 就感觉斗笠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 痘大的雨滴, 不知怎么回事, 居然变成了冰雹。 陆灵溪和陶甘的眉头同时隆起。 海城徐东山曾经说过, 在这乱星海, 不论什么地方, 只要下了冰雹, 其所在之地都必有十二个时辰的极寒。 当时之所以说这话, 是看他始终穿着厚毛法衣, 让他注意的意思, 想不到这么快他就要面临极寒天气了。 陆灵溪抱了抱怀中的不面活扁壶。 接下来的十二个时辰, 大家是不是都不太好行了? 没灵气呢, 没有灵气, 在极寒天气下, 只靠着一腔热血, 哪怕断过体的修饰, 也不能像平时那样活动自如了。 是。 陶干瞄了瞄他身上厚毛法衣, 很是忧虑, 这位对极寒的抗力, 大概比他们所有人都更差。 接下来你不必轮值警戒了, 我和陶丹来。 极寒中也会有冰雾的, 有了冰雾, 当然也就有星寿, 他们可不会不良于行。 陶干从那物配里, 摸出了一整套厚毛法衣。 幸好当初我们决定到雪原时, 在那物配里做了些准备。 要不然简直不敢想, 吴迅四人也在庆幸, 他们当初觉得, 灵溪是要往雪原逃, 早早地往那物配里移了一些东西。 老天终于, 也要助我们一把了。 张衍终于回了点血。 接下来的十二个时辰, 灵溪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 她的方向一直是往梁城的, 这里城房最好, 没意外的话, 她就是要到那里去。 吴迅, 我们先歇六个时辰, 六个时辰后, 差不多是瞅眼之交, 正是深夜之时, 灵溪的样子不太可能会在深夜赶路, 我们一定能追到了。 吴迅望望前面的痕迹, 终于开恩地点头。 那行, 就休息六个时辰吧。 六个时辰够大家休息好了, 有这个时间缓冲, 他们也终于能追上他了, 这一次或许真的是老天也看不过眼, 要帮他们。 私人驻扎下来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 安化余祥一行人, 连后毛法衣都不急穿, 正被红叶, 谢扇等追得没有喘息之后, 尤其是虞祥, 他们要带着没有知觉的陈康, 之前好不容易拉开的距离, 那是被谢扇一点点的拉近了。 冰雹在哗啦啦的下, 可是那些修士却还是一点也没有慢的, 一路紧追。 由他们这里, 虞祥也能猜, 安化现在的处境。 这建新队是不惜一切, 想要置他们于死地了。 修真联盟两一殿, 炫百星君一连多日不曾离开, 虽然知道, 乱星海不论出什么事, 仙界都不可能给他们传讯, 可他就是忍不住待在这里。 他家的玩儿出身灵气湮灭之地, 在最好的年纪, 遇到天地大变, 灵气复苏, 几乎可以说就是应运而生。 在天渊七界, 灵气大概什么地方都可以去, 可是他现在远离天渊七界, 身边又有九壤这个老狐狸和荣征那个老对头。 炫百知道, 师弟随庆也是一百个一千个不放心, 所以才会带着无相界相助灵界的修士队伍, 去了最前线与魅影搏命。 哎呀。 老头的一声叹息, 刚刚从口中发出, 就见一阳八卦炉上的烟气有些不对了, 飘飘渺渺的烟气正在阻字。 天渊七界灵溪, 立功乱心海。 两仪殿的执事弟子大念出声。 仙界奖励天渊七界, 食灵晚虫之作用。 啥? 收到消息, 匆匆赶来的咸丰兴兴君忙意闪进殿, 守门的执事弟子 也连忙屏住呼吸, 竖着耳朵听里面的动静。 食灵晚虫属于那种随手可灭的小虫子, 相比于魅影, 各界以前并未引起多大重视, 以至于让它成了气候。 现在除了无相界, 各界与魅影相逐的地带, 几乎可以说都被食灵晚虫吞食出了一片灵气几乎湮灭之地。 若是没有魅影, 各界捕杀那些虫子也是很容易的, 可是那魅影为了给抢夺下的地盘弄个天然屏障, 常常隐在暗中保护, 以至于食灵晚虫所占地狱越来越多。 仙界当初对他只是提了一句, 说人家会跟魅影一同下界, 而现在呢? 食灵晚虫以吞食灵气为生, 看似汇绝了一方灵力, 可若能将其尸按进灵脉之中, 却能十倍百倍地滋养灵脉呀。 若不能及时按进灵脉, 其吞食之灵气会在百年之后重返天地, 供养后代。 咸丰兴君刚念完, 烟气飘渺间消失, 两仪殿内沉默了一瞬后, 突然传出他的大笑之声。 呵呵呵呵呵, 好,好啊, 玄白, 你们千道宗养得一个好弟子啊。 仙界藏着掖着这么重要的消息, 一直不告诉他们, 现在以奖励的形势发放, 一时的失落之后, 咸丰兴君到底更为这消息高兴, 天渊七界各方灵脉大声, 这意味着什么呢? 玄白, 你我这就传令各方吧。 慢着。 炫白的一双眼睛亮得惊人, 咸丰道兄啊, 我无想借不能因为这石灵腕虫而开放万元大阵吧。 这, 那你的意思是? 石灵腕虫对现在的六界来说, 不是福还是祸。 炫白朝咸丰兴君露出了一个非常自信的笑容。 我的意思很简单, 我方支援各界的修士, 可以自由带石灵腕虫回无相界。 同时呢, 为了更早地解决魅影和石灵腕虫, 带给我们天渊七界的动荡, 我们修阵联盟要敞开收购石灵腕虫的尸体, 以备将来。 另外, 灵溪才入乱星海就立下此等大功。 我们联盟总部有所表示的时候, 这各界是不是也应该有所表示啊? 乱星海, 还什么都不知道的陆灵溪, 裹紧了后毛大肠, 睡在不灭火炉棚。 虽然帐篷被冰雹打得砰砰响, 虽然外面已经是一片萧索, 有不灭火在, 他却还没有感觉到什么叫做乱星海的极寒。 陶干和陶丹免了他的轮职警戒任务, 半个时辰一换, 以免他们姐弟在伤过之后再冻出毛病。 姐。 出来换班的陶丹使劲搓搓脸。 这冰雹都下了这么长时间了, 不会再有人赶路了吧? 他喜欢帐篷, 尤其遇到这种鬼天气的时候。 我们在帐篷里待着都有点冷, 谁还会不要命的在这种时候赶路啊? 今天想要命的人多着了。 陶干冷瞥了弟弟一眼。 陶丹, 你就没奇怪? 王者兴兽死了这么长时间, 为何灵气到现在都没回复吗? 呃, 这…… 陶丹面色一变。 这里离崇因灵海, 还是太近了。 陶干望向崇因灵海。 灵溪所说的第二位王者兴兽, 没意外应该早就叫过了, 只是被冰雹声掩盖, 冰雾为奇, 他现在在哪? 会不会瞄到我们, 谁能说得清? 而且除了兴兽, 这周围还有安化那些左盟人。 他们没在灵溪身上找到便宜, 又被进心队的人追着, 正常情况下是会远离我们的。 可这冰雹一下, 你觉得他们不会想到, 现在正是灵溪最不方便的时候吗? 陶干觉得, 如果自己是安化, 只要避开了剑心队的追杀, 哪怕只为出胸口的一口恶气, 也一定会重新寻来。 左盟人自入乱星海以来, 一直顺风顺水, 他们对结束这一切的我们都立意折磨。 你觉得他们会放过连坏他们大事的灵溪? 当然不会放过。 陶丹想要偷懒的心瞬间远去, 把脖子上的围巾往脸上盖盖。 我知道了, 我会好好警戒着。 姐, 你快回帐篷吧, 我是男人伤得没有女众, 你可以多歇一会儿。 我们在高点容易观察别人, 但相对来说, 别人也更容易观察到我们, 万不可大意。 知道了, 知道了。 陶丹推着他回帐篷, 冰薄一些, 冰雾也许不用半可钟就会升起, 到时候不必老想着你是男人。 陶甘可怕他弟跟他老爹一样, 动不动就是, 我是男子汉大丈夫, 他爹不靠谱, 他弟也不靠谱。 冰雾启实, 兴兽防不胜防, 万一让他们把我们的帐篷打坏了怎么办? 而且灵溪还在睡着。 万一因为你看顾不及时, 让兴兽的爪子抓到他。 世人都会有私心, 要是有两个兴兽, 一个打灵溪的帐篷, 一个打他的帐篷, 他弟弟肯定先救他。 我们吃了他那么多好东西, 说好的送他一份机缘, 结果又变成了护送机缘。 也就是说, 人家一点便宜也没占我们的, 反而是我们占人家的便宜。 最先楼的招牌菜多贵呀, 灵溪请他们吃的那些, 又如何会便宜呢? 不想以后心魔缠身, 你就给我老实点。 我和灵溪都是能把你按着打的, 在我们面前, 你还冲不了男子汉搭丈夫。 会心一击, 陶丹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说出来, 就见他姐钻回帐篷, 他咯吱吱地磨了磨牙, 发誓一点也不优待臭姐姐了。 你要当女丈夫, 就当女丈夫好了。 我干你的伤比我重。 陶丹一脚碾碎一颗冰雹, 头一次在心里认同了老爹的话, 他姐肯定要砸在手里, 嫁不出去了。 他不知道, 他们的谈话都被轻爪而听在耳中, 虽说击杀王者兴兽时, 陶丹和陶丹不离不弃, 一直努力相助灵溪, 可是人心这东西最难猜,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以法师叔可是让他看着灵溪, 帮他多长一双眼睛, 多长一对耳朵的, 清楚而在还算暖和的帐篷里, 听陶丹泄愤地踩冰雹, 眉眼忍不住弯了弯, 有心正又谨慎的队友, 是他们的福气。 他正要把小腾腾往火炉旁边伸一伸, 陶灵溪却已经睁了睁眼睛。 什么时候了? 你睡了两个多时辰。 清主儿把帐篷门叶紧些, 小声回他。 现在差不多快到害时了。 陶灵溪连忙看向旁边沙漏。 冰雹下到现在啊? 嗯, 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的, 不过下着也好, 只要他下着就不会有冰雾, 没有冰雾就不会有星寿出来。 清主儿也怕冷呢。 说的是…… 陶灵溪爬起来, 在不灭火炉上挤下一拧, 把睡前熬在锅中的灵粥端下, 装上了另一套配套的葫芦小肚, 往里面装上宁老祖熬好的汤。 陶干和陶丹有叫过我吗? 没有, 听陶干的意思, 能不叫你尽量不叫你。 什么? 陶灵溪微微一笑, 从锅中盛出一碗粥来。 你藏好, 我喊陶丹过来喝一口。 大哥! 他掀开帐门, 几乎在一瞬间, 帐篷里热乎气, 便被一扫而静。 陶灵溪连忙掩了眼, 只露了一点小缝。 大哥, 你过来一下。 怎么了? 陶丹连忙过来。 我睡下熬的粥好了, 你先喝一碗。 好。 看到从帐篷里伸出一碗, 陶丹连忙接着, 再不接着, 一会儿的功夫肯定就要凉了。 他缩着脑袋, 用厚毛斗篷挡住风, 大口大口地, 把微有些烫嘴的热粥喝下肚。 陶溪, 你这灵粥熬的是咸香适口, 我觉得你都可以在任何一家酒楼当先除了。 不用拍马屁, 不就是还想再吃一碗吗? 拿来, 我再给你盛。 能用美食调个好队友, 现在对他而言亦算是好运, 陆灵溪觉得他越来越有天道亲闺女的运道了。 甘姐姐呢? 她若是没休息。 不用。 陶丹还在气他姐。 这个时候, 我姐正常都是不吃东西的。 是吗? 陆灵溪把盛好的粥递过去。 我觉得吧, 你最好喊他一声。 这粥里被我放了些养身的好东西, 补气补原的。 啊? 姐, 灵溪的粥熬好了, 你赶快喝一碗。 灵溪, 多谢了。 这么大的碗, 我一碗就行了。 没事, 我熬得多, 能多喝还是多喝一点的好。 他们的身体好了, 他也能更轻松, 灵气到现在都没有恢复, 显然是第二个王者兴兽也叫了。 若是不能打杀人家, 未来三天, 大家还是不能用飞的, 外面实在是太冷了, 陆灵溪实在不想出去。 对了, 但二哥, 我这里还有几颗续羊丹, 既然你们不叫我警戒, 那这续羊丹, 你就和干姐姐分了吧。 有了续羊丹, 他们在外面警戒也能舒服些, 陆灵溪把还剩八颗续羊丹的丹瓶递出去。 我再给你撑万招。 他们在这里热乎乎, 完全不知道安化和红叶, 谢善和于祥四对的追逃路有多艰难, 大家都顶不住急寒, 是把后毛发衣都穿上了。 可是, 在砰砰砰的冰雹下赶路, 这滋味谁是谁知道。 此时刚过, 休息了四个多时辰, 晚过大半的吴讯四人就按计划, 在没有星光的情况下, 摸黑按着罗盘指引的方向, 往梁城方向摸了过来。 怎么有那么多帐篷? 半路上, 却出现了十多个帐篷, 吴讯和张衍都担心灵溪跟前面的人组队了。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摸过去看看。 吴讯小心地前过去, 也是运气, 在外面巡逻的两个修士, 正喝酒驱寒, 谈健心队, 追杀左蒙人的可能性。 我看着拳。 裹着青色大厂的修士道, 左蒙人身体强度远胜我们, 红翼和谢山是厉害, 可是, 那叫安化的左蒙人, 不管是战力还是智力, 都更胜上一筹, 要不然, 他们也不能在王者新兽, 被人追杀的那一会儿, 退走大半。 要是没退走, 肯定早就被我们抓住了。 哎呀, 要是早就抓住他们, 那些人的身家, 健心队, 怎么也不能独腿。 他们吃肉, 我们肯定能分一点汤啊。 可怜, 他们还跟健心队, 行动了那么久。 哎呀, 人家三百多人呐。 旁边穿着蓝色大厂的修饰, 拖拖脚。 当初我们两家, 是在兴兽多的时候, 得他们庇护的, 什么人家吃肉我们喝汤, 要我看, 完全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早退开早好, 要不然这么冷的天, 健心队能追, 我们能追吗? 你没听谢山激励大家时, 一直说的是健心队, 那个被左蒙人, 一直背着的大人物。 健心队的, 不论谁拿了, 大人物的身家就是谁的。 他还回到十五城, 被那人请供。 他当时, 若是一事同仁, 我们两家能退开吗? 哎呀, 倒有说的是啊。 天气太冷, 他也跺了跺脚。 不过, 你说, 那个杀王者新兽的是什么人? 可惜啊, 当时物坦深, 我们谁都门现着。 也不知道, 我们退走以后, 他能不能从围着的新兽之中逃出来? 有三个人哪。 旁边的人叹了一口气。 哎, 能杀王者新兽, 加把劲应该能逃出来。 吴迅严重怀疑, 杀王者的是灵犀, 不过, 安化他们也出现在这里。 他披着的是白色大肠, 非常小心地猫着腰退了回去, 厚厚的帐篷, 以及砰砰的冰雹声, 掩盖了深夜的杀戮, 血腥味还未完全散开, 喷涌的鲜血便化成了冰灵。 吴迅四人多日来的挫败与欲气, 在这场杀戮中尽数远去, 果然他们还是他们, 之所以几番败在灵犀手中, 是因为他是杀神路望的传人, 他有十面埋伏, 同间无敌不说, 本人又狡猾如虎, 可惜他再厉害, 也只能如昙花一现。 吴迅的速度在血液里越来越快, 张眼三人在后, 当然也只能努力跟上。 吴迅, 我们要不要先跟安化联系上? 听说安化一行人也在这一片, 张眼很想会合。 还有灵犀, 他好好的, 我们固然打不过, 可若他不能再好好的呢? 什么意思? 吴迅眉头一紧, 就已经猜到这家伙又改主意了。 他娘的, 我们落到如今地步, 就是因为这家伙动不动改主意, 断他腿脚, 两根肋骨, 再砍他一臂。 张眼确实又改主意了。 他的运到再好, 有这么重的伤在, 像猫抓老鼠, 挤抓挤放, 还不简单, 到时候就能得到他完整运到了。 就是为了夺运, 他才敢乱参加星海任务的, 要不然大好前途下, 他又何必在成仙之后还委屈自己, 见乱星海跟一群结单小修斗生死呢? 富贵从来都是险中求。 乱星海的任务, 对他们这些早就成仙了的人来说, 并不是没有一点危险, 尤其是有了灵溪这样的人后。 虞超李满他们不能白死。 张眼迎头赶上一直不吭声的吴迅。 我们是星位, 星位进乱星海试炼的目的是夺运。 吴迅看向站在他们那边的两位队友, 只能硬生生地按下那口气。 只要你们能真打断他的腿脚, 砍下一条胳膊让他重伤, 我必不伤他性。 这话一说出来, 他其实就后悔了, 那人有天道亲闺女的美称呢。 现在乱星海可能早不是几天前的乱星海了, 吸引灵水下界, 他们再不能如先前一般方便了。 追杀灵溪的风险, 这个蠢才一定没想过。 安华他们也在附近, 我们若是寻不到杀灵溪的办法, 就必须马上与他们会合一处。 张眼没脑子, 安华不可能没脑子。 冰雹在天快亮的时候, 终于变成了鹅毛大雪。 沙沙的落雪之声, 好像要把这里变成雪原般, 很快便填平了冰雹之间的空隙。 陆灵溪第四次在帐篷里掀开一点小缝, 发现一直没有起冰雾, 应该松下的心情, 不知道为什么却隐隐有了一点紧张。 你出来干什么? 陶丹看他裹得只剩下一双眼睛从帐篷中出来。 快回去吧, 外面有我和我姐不会有事的。 一夜之间热汤热粥, 他们就没有断过, 更何况, 灵溪还送了他们续扬丹, 本来很让人受不了的疾寒, 陶丹感觉过得还挺惬意的。 不是, 大二哥, 你们会滑雪吗? 滑雪? 一只手在帐篷门边, 准备随时应对不测地逃干, 心头一跳, 忍不住也走了出来。 你是说, 安化那些人有可能会滑雪? 若是滑雪, 是技巧身体的不同, 他们不仅可能逃掉, 还有可能反杀进心队, 当然更有可能回头找灵溪, 找了灵溪不就是找了他们吗? 没有面对面, 安化猜不到他们是谁, 可是只要近距离的面对面, 刀剑一拨, 人家百分百能认出他们。 他们会不会滑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想要避开他们, 肯定要会滑雪。 他看着他们。 你们会吗? 会。 乱心海有血缘, 当初逃干, 就曾想过到那里撞一撞运气, 所以在进乱心海前, 带着弟弟把该学的都学一遍。 离溪, 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就走吗? 嗯, 为防意外我们现在就走, 不仅能避开可能的麻烦, 也能离崇英临海更远一些。 离远一些, 等到兵雾起时, 兴兽相对也能少些。 可是, 你身体行吗? 没什么不行的。 他在这里待得有些慌, 当然是马上离开得好, 只是, 让陶干和陶丹都没想到的是, 他问他们会不会滑雪, 结果却是他自己不会滑。 好在平衡感还不错, 兴兴咸咸咸咸几下后, 居然迅速赶上他们。 灵溪, 你之前那几下, 是故意吓我们的吧? 陶丹一个漂亮转弯后, 问向划出兴致的某人。 好好的, 我吓你们有意思吗? 陶灵溪好遗憾, 当初在宗门的时候, 他天天忙, 居然都没有跟着刘九儿他们, 到北部冰原玩一玩。 本仙子是天才, 从小就学什么像什么? 有缥缈无形诀做基础, 陶丹这个会滑雪的, 在他面前就是个渣。 陆灵溪手中的雪杖轻轻用力, 身体微微一轻, 超过他的时候, 白雪大量飞起, 溅到他身上。 你幽不幼稚啊? 陶丹气得奋起直追。 呵呵, 我就幼稚了, 怎么着吧? 陆灵溪突然觉得, 这连绵不进的大雪, 可以就是他的天下。 只要你能像我这样, 也可以幼稚一下。 陶丹追不上他, 而且也没本事像他那样, 划个雪, 还要玩出各种花样。 不嫌累吗? 看来是昨天休息得太好。 哼, 肯定是欺负我没睡好。 陶丹, 你快点。 陶丹才不像他们两个, 划个雪还不停玩花样, 他是怎么方便怎么划, 比蠢弟弟还能稍快一点, 一撑就超过他了。 他不能败给灵溪后, 再败给姐, 陶丹连忙加进, 眼看一个转弯, 就能划到前往梁城的方便路径, 灵溪和他姐居然停住了, 他心下一喜, 这样超过他们, 却没想姐姐会打出一个纸的手势。 是有人吗? 陶丹心下一跳, 又努力控制速度, 免得自己冲出去暴露了。 谁? 他小心地在山道边伸出脑袋, 大雪中却是四个看不清面容的修饰, 他们没有滑雪工具, 正以两条腿在大雪中艰难跋涉。 灵溪, 这几个人你还认识啊? 认识。 陆灵溪怀疑他们四个是从重阴灵海, 一路追着过来的。 我想, 靠近了, 你们也会觉得面熟的。 是吗? 我们仨才认识多久, 哪有共同认识的人? 是如安华那样的欣慰吗? 陶甘一脸凝重地看向陆灵溪。 是。 什么? 陶丹气得淡霉都竖了起来。 剑星队那么多人都是吃屎的吗? 三百多人追十七个人的队伍, 居然追丢了, 还能更蠢些吗? 跟剑星队无关。 陆灵溪远远打量吴迅四人。 没意外的话, 他们应该是从重阴灵海一路追着我出来的。 陶甘和陶丹心中一动, 一起看向他。 他们跟一百零八星位, 可是打过不少交道, 那些人正常都是十几二十个一起行动的, 这里只有四个。 他们在重阴灵海是不是倒大霉了? 问这话的时候, 陶甘眼中暗含一种说不出的期待。 肯定的。 陆灵溪把自己的一个血杖换成重影大刀。 不过这四个混蛋也应过我不少。 要不是有头狼踏雪在, 那三天他能活活累死。 难得他们现在靠脚。 陆灵溪转头, 看向陶甘和陶丹。 甘姐姐, 你滑雪不会玩花样, 在远处接应。 她的眼睛特别的黑亮。 负责把我和陶丹砍出去的零件弄远一些, 避免他们仗着身体天赋在街上。 大二哥, 你的花式滑雪远不如我的溜, 安全起见, 尽量负责骚扰。 什么? 你, 你要一个人上? 陶丹结巴了, 她突然想到, 那个她捡了好些上品零食的地方, 那里有好些左蒙人喷溅的血液。 等一等。 陶甘和弟弟心灵相通。 灵溪, 你是不是存在一个地方? 布阵扶杀过星位十一人。 是。 陆灵溪把面上挡雪的一层青色薄纱记好。 你们当时也在那儿藏着吗? 我们是偷着跟在鱼香后面查看的。 陶甘放心他的行动了。 你小心点, 从现在开始, 我和陶丹一切听你吩咐。 他们被那些星位追得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这位却干了他们想干, 拼死了也干不成的事。 行, 那我们就开始了。 陆灵溪当仁不让, 手上雪杖轻轻用力, 休地一声撑出去。 陶丹紧随其后, 信心满满, 一路寻来的吴迅四人听到声音不对, 回头的时候, 却没想到会有人的准备比他们还足, 居然连雪原的雪橇都有。 可恨, 他们在重阴灵海, 被灵溪绕得头晕, 以致忘了把雪橇从储物戒指中转移到纳物配。 讲! 张眼低声跟队友说出这个字后, 又扬声道。 在下剑心队张眼, 不知。 他的剑还没有完全扬起来, 这要迎上来人的队友, 却已经惨叫出声, 一条胳膊喷洒着鲜血, 在他们的面前转了好几下。 是灵溪, 快抢胳膊。 不快点抢回胳膊, 冻坏了, 就沾也沾不回去了。 随后的陶丹, 哪会给他们这个机会? 他的花式滑雪, 是没有陆灵溪玩的溜, 可是, 比这些只能靠两只脚的人, 却快了不知多少倍。 在最后面的陶甘, 只见他弟弟借着两个漂亮的旋转, 愣是把那条就要落地的胳膊一个扒拉, 甩到了他这边, 陶甘伸出他的血杖, 啪的一声, 把那截胳膊甩出更远。 与此同时, 陆灵溪的虫影大刀, 已经叮叮叮地在划过的地方, 跟人家四个人都交过手了, 他利用血杖, 利用惯性, 又借力迅速回头。 吆喝! 陶丹没他那本事, 但是他也希望过无数折磨打杀这些欣慰的办法, 从旁飙过的时候, 连甩了两根天蚕丝, 只骚扰, 哪能凭他心中的恨意呢? 陶丹带着接近透明色的天蚕丝, 在他们身边绕了一个圆后, 血杖一挑, 然后猛然加力。 吴迅张掩四个, 没想到这个不敢跟他们动剑的人会来这一招。 正直跟某人后背大刀拼命之际, 猝不及防下, 一颗头颅便被颅间热血喷高了些。 虫影改批为羊, 以刀身把那颗头远远拍出, 这一次都不用逃干帮忙了。 林夕, 有本事我们明刀明枪! 吴迅大怒, 守得剑如风一般, 朝他的大刀劈去, 可是刀与剑在某些方面到底是不一样的。 剑轻而窄, 刀厚而重, 尤其是窄剑碰到陆灵溪的后背大刀时。 去死! 张掩批断束缚他们的天蚕丝, 才抬头的时候, 就发现失了脑袋的队伍, 胸口也重了一刀, 那一刀可能正好批到了他们的死点, 本来正要往外长的肉牙停止涌动, 砰的一声,身体长湿倒下。 一时之间, 他恨得双目赤红, 一脚踢过队友落下的剑, 想要给陆灵溪的双腿来一下子, 只要能伤了他的腿, 他就再也跑不起来了。 啊, 千军一发之际, 桃杆甩出一颗血团, 硬生生地把那剑砸歪了歪。 陆灵溪从旁惊险避过后, 咬着牙再次欺上, 刀剑之声在小小的地方, 急切响起。 灵溪, 还要不要脸? 吴迅被原本骚扰的陶丹, 在后背划了一剑后, 直恨得一脸猙獰。 你如此欺负我等, 他日。 他日你也看不到。 陶甘一连按了数个血团, 瞅准机会, 在弟弟和队友朝人家动手的刹那甩出, 弟弟和灵溪的闪避, 真是羡慕死他了。 陶甘第一次后悔, 自己居然没有点童心, 要是早如弟弟和灵溪那般, 滑雪的时候多弄点花样, 怎么也不至于要落在外围。 他在外围用杂的方式, 不停地骚扰吴迅三人。 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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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了一臂, 正往外长的左萌人, 在张眼的示意下, 汗不畏死地冲出来, 想要把围着他们转, 却用稍弱一点的陶丹劈下来。 陶丹身体微跃, 借着雪杖修的一下, 滑到他身后, 一脚踹出。 紧随而来的陆灵溪, 大刀一横, 那人的身体拦腰而断, 急急抢来的吴迅, 在张眼掩护下, 一个倒地滑来, 想借点冲进, 帮队友把身体重新凑上, 只要能凑上, 凭他们的身体天赋, 就能马上粘起来。 陶丹和陆灵溪都滑过去喂酒, 一时回不来, 就在吴迅将要成功之际, 陶甘两个更大的雪球, 以另一种力道旋转着砸了过来。 正要帮队友把身体凑上的吴迅, 眼睁睁地看到那两个拳头大的雪团, 呼啸着旋转着, 砸进队友肚腹处的伤口。 鲜血和别的东西四溅之际, 他的身体也硬生生地, 被往前砸了账多, 他顾不得溅在脸上的东西, 不顾一切地, 想要把队友的下半身凑上。 对修士来说, 刚刚的一切, 足够他们死几次了, 可是于他们左蒙人来说, 却还在可抢救的范围之内, 只要死点未破, 一切都不成问题。 可是陆灵溪和陶丹, 能给他这个机会吗? 两个人在雪橇的帮助下, 又飞快滑来, 吴迅刚刚把队友身体凑上, 肉牙还未起, 刀剑之光就又闪起。 那左蒙人知道不好, 顾不得身上的痛苦, 拼死想要自救。 奈何那两个有雪橇的混蛋, 仗着雪橇的速度快, 仗着他爬不起来, 又赶了来。 他只感觉脖肩一热一凉, 就看到自己的无头身体。 陆灵溪的速度快, 追上那飞起的头颅时, 重颖大刀, 再次改批围趴, 狠狠送他一程。 吴迅, 走! 张眼顾不得, 可能还没死透的队友了, 扯起吴迅, 想要在那个拿着大刀的煞星赶回前, 滚到另一边斜坡, 什么费人家一臂, 断人家腿, 再把人家挤抓挤放, 罗完整气韵的事, 他再也不敢想了。 此时此刻, 张眼只求能和吴迅平安活下去, 他一个人绝对逃不掉的。 陶肝不敢尽前添乱, 却也眼疾手快, 抓着雪团就朝两个人砸, 陶丹正在附近, 想也未想得如风漆上。 张眼和吴迅正等着他来, 生死关头, 两人把之前的不愉快全部都扔了, 灵溪有雪橇, 他们只有两条腿, 而且他现在也有队友了。 此消彼长, 再各自有私心, 他们一个也别想逃出去。 陶丹没有犹豫地举剑而下, 张眼一剑挡住的时候, 吴迅一个急扑, 想要在他另一只手不方便的时候, 把他抱住。 哪怕拼死受上几剑, 要了这人的性命, 抢了他的雪橇也是值得的。 陶丹担心弟弟, 扔出的雪团又快又急, 可是他再快再急也是鞭长莫急, 眼见那个左蒙人要抱住弟弟, 可能下一夕, 弟弟脑袋就要飞起, 陶甘面色一下子变得比雪还白。 千军一发之际, 借着雪杖之力, 借着飘渺无形绝, 陆灵溪一跃而起, 后发先至, 在吴迅扑到陶丹之前, 先一脚把他踹了下去, 他自己则借力回弹, 以重影大刀接住张眼的箭矢, 一个扭身回到他们的上方, 脚下雪橇才刚落地, 并扬起大量积雪, 逼得吴迅无法睁眼, 陆灵溪的每一刀都带着距离, 硬生生地把还想顾忌重视的张眼砸下树杖。 翻身爬起的吴迅, 刚想扑过来以命拨命, 为张眼寻找机会, 那边发现弟弟被救, 瞬间回血又愤怒地逃干, 不惜一切撞了下来。 山坡有些抖, 弟弟陶丹一时没有办法回来帮忙, 而他根本没法在这么抖的山坡上打斗, 他就只能把这个左蒙人砸下去。 吴迅一个量枪根本站不住, 没有一点意外地滚下山坡, 陶甘紧紧追上他, 他们不怕左蒙人的真刀真枪, 只怕他们就用身体天赋, 以自杀的方式以命搏命。 左蒙人有好些命, 他们却只有一个。 陶甘申爵, 这个敢以命助队友拿弟弟和灵溪幸运的左蒙人最危险, 他虽然不会花式滑雪, 却也能借身体的巧劲, 借量枪下行的吴迅, 始终居于上位。 山坡下就是陶丹, 他已经知道姐姐的打算了, 灵溪站立高强, 对付一个左蒙人就算杀不了, 一时也不会有事。 张眼可以猜测, 吴迅现在有多危险, 可是他帮不了他, 他想借着这陡坡把灵溪甩下去, 只要能把他甩下去, 他就马上往更高处爬, 雪橇再好, 上行和下行也绝对不一样。 灵溪, 杀了我们, 你也逃不掉, 恩话就在此间。 张眼一边努力, 格挡他的后背大刀, 一边大声道。 你知道他是谁吗? 没有人能帮他, 他就只能自救, 陆灵溪一刀狠狠砸下, 他是有些好奇那个安话, 但好奇归好奇, 杀人归杀人, 这些欣慰如此不依不饶, 未来他不用满乱星海的去打人家, 肯定是人家带人来找他。 好奇, 亲自问就是。 张眼一声痛叫传出的时候, 吴迅却逃单和逃干的夹击之下, 也怒呼了一声, 他们两个多希望, 安话和于翔那些人就在这最近, 能听到他们的声音赶来救援呢。 树里外, 拖着火在斗篷里的城坑, 于翔一行人没命地飞逃, 他们还真听到了这边的声音, 不过, 他们自顾尚且不暇, 如何能耗起两声惨叫呢? 雪敲着东西他们都有, 奈何都丢在储物戒指中? 谁能想到, 短短数天时间里, 王者兴兽能连声地叫唤呢? 他们叫唤也就算了, 可恨还倒霉正好遇到百年难遇的大冰雹, 一行人的眼睫毛都挂上了白霜, 可是他们不能停也不敢停, 因为谢善就追在身后数百丈, 也幸好老天是公平的, 他们忘了雪橇, 这些修士也没有, 他们早就背不动承康了, 为了不被追上, 于翔根本顾不了会不会动着他, 让他伤上加伤, 斗篷被刻意打湿, 动成了冰棚, 让承康躺在上面, 他们拉起来相对可以省力不少, 尹夕, 我家长老不会放过你的, 张眼顾不了丢掉了胳膊, 一边挡戈, 一边还大声道, 我们星位, 一百零八人都不会放过你的, 你们星位早就没有一百零八了, 陆灵溪每说一个字, 就狠狠砍张眼一剑, 他能在陡坡上, 一直没惯性地滑下去, 这个人鞠躬至尾, 每一次砍下的时候, 都要借他一点力, 张眼不是傻子, 他当然也发现了, 可是性命攸关, 在绝对力量面前, 他除了被动防守, 根本想不出一点办法来, 他现在的脑子, 只来得及应对乌辜砍下的大刀, 控制自己不要被砸到, 一旦滚下陡坡呢, 张眼听着吴迅, 越来越无力地见名声, 吐死胡悲时, 好生后悔, 到这种破地方参加什么试炼, 他都已经是天仙了, 能从无觉无时, 一点点地成长到现在, 并且在圣者和长老们那里挂了名, 运道方面当然是不错的, 若是没有禁乱星海, 他慢慢地在外遇战场积累资历, 打磨战力, 哪怕死在童街修士剑下呢, 怎么也不至于这么憋屈, 灵溪只是一个小结丹呢, 现在他怕是将要用他的身家, 他的性命, 在成长灵溪天道亲闺女的美称了, 我是仙人 张眼被灵溪一刀砸得亮枪划下树部后, 恶狠狠道 杀我, 天道因果也必不会放过你, 将来的圆英天节必会强人数倍 还有这功效 陆灵溪眼睛一亮, 一跃而起时, 重影大刀的尽力更甚刚才 听过雷烈吗, 我的重影还就等着更厉害的天节呢 他见识的厉害天节多着了, 重影几经雷劫, 他也跟着被雷练过好几下, 玄华仪能在他自己的天节中打到天上其云中去, 或许他也可以呢, 有个杀神老祖, 陆灵溪觉得, 未来如果他能飞升的话, 会有无数强敌, 打铁要靠自身用, 他不想被人杀于微末之时, 就只能强大强大更强大, 根本没有其他的路走, 所以, 厉害的天节他认了, 你, 你, 张眼不知道, 他一个女的怎么就能这样呢, 你不要杀我, 我可以告诉你好多秘密, 我, 我还能把我的身家全都给你, 陆灵溪可没有停手的意思, 听说过好奇害死猫吗, 秘密这东西知道的越多, 负担也就越重, 他又不打算在乱星海养老, 在海城当直士, 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乱星海的秘密, 归徐东山那些人操心, 归仙界的仙人们操心, 他要努力杀星兽, 在星牌上传星典, 换成好多仙令, 回天渊七界, 所以, 他所谓的秘密, 对他真是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六十年一过, 他就要回家, 当然了, 这人从仙界来, 肯定知道仙界不少事, 可那离他多远呢, 再说了, 他有杀神老祖在, 只要他本身腰杆子硬实, 肯定都不会他主动去认亲, 老祖就会自己找他, 有老祖在, 陆灵溪不觉得, 他需要操心什么秘密, 我, 我的神将, 你死了, 就全是我的, 陆灵溪再次跃起, 狠狠一刀劈下, 张眼脚下一滑, 呼噜噜地滚下去, 而此时, 咬牙硬横, 陶干和陶丹的吴迅, 不仅施了一只手, 也施了一条腿, 丹脚在雪地里被人家追杀, 他的命已经注定, 你们是陶干陶干? 安化, 或许不是为了他们来的, 吴迅早就从二人剑上怀疑他们, 现在, 从他们默契的打杀中终于确定, 你们居然逃到了这里, 他简直不敢想象, 死人不需要知道的太多, 陶丹从上路击出的时候, 陶干在他的后背, 从下路攻击, 一个月来, 他们也有好些队友, 一个月来, 若不是外面, 还有不会过日子的爹娘, 他们还会有牵挂, 都不知有多少次要早死早了, 吴迅跟陶丹对了多少剑, 就被陶干砍了多少剑, 他发现, 哪怕走蒙人的死点不在脑袋上, 可是砍下脑袋后, 只要他们的新脑袋还没长出来, 就跟无头的苍蝇差不多, 有剑在手又如何呢? 陶丹狠狠砍下他还在哗辣的右臂, 在肉牙涌动的胸口连连戳溅, 直到肉牙再不能动为止, 快去帮忙, 陶干让弟弟去帮忙的时候, 收起雪橇爬上陡坡, 上面还有两个左蒙人的战利品, 刚刚没有时间收, 现在可不能错过了, 大雪要停了, 张眼看到了吴迅的下场, 他不想像他那样痛苦地死, 在陶丹要来之际, 嘴角审出了一丝残忍笑意, 兵物几时, 你们就等着, 源源不断地兴受吧, 话音财落, 在陶丹砍来之前, 他反手一剑在自己的死点戳下, 陶丹气不过, 在他倒下的瞬间砍下他的头颅, 乘帐篷换法衣, 陆灵溪以最快的速度撑起帐篷, 进里面换下了沾血的一切, 出来的时候, 发现大雪已经变成了小小的雪栗子, 陶丹溪, 他们大概又杀了不少人, 陶丹一共捡回三十二个储物戒指, 你拿一半, 那我就拿着了, 陆灵溪很随意地, 在一堆储物戒指中, 拿回自己该拿的, 丹姐姐, 你就换了一个斗篷啊, 我跟你们不一样, 身上没溅多少血, 陵溪, 我刚刚在上面, 听到西北方向有呼喝之声, 好, 你的意思是, 我们再去干一票, 不, 看到弟弟换干净了, 陶干道, 这小雪栗明显会加速冰雾的行程, 要不了多长时间, 星寿大概就会险形, 我们身上能不沾血, 尽量不要沾血, 他和弟弟身上都有伤, 陵溪就算厉害, 在这极寒天气里能撑着一时, 可撑久了必定难受, 之前的王者星寿逐血而来, 再来的, 肯定也差不多, 我的意思是, 如果有左蒙人, 如果剑星队的人还追着, 我们助剑星队一把, 再看不上谢善和红叶, 在对付左蒙人的事上, 他也要帮一帮, 而且, 他们人多势众, 有王者星寿也不怕, 乱星海, 我们都要待很长时间, 谢善和红叶不交好, 轻易也不能交恶, 行, 陆灵溪看着陶丹收起帐篷, 就听干姐姐的, 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 三人撑着雪杖迅速离开之际, 完全没有看到, 从重阴陵海大量滚来的浓雾, 雾中的星寿并不是很多, 他们紧紧跟着头上长了两脚的龙形王者, 只是那王者翻膛在雾中时, 明显没有了以往的从容, 明明有众多手下, 回望身后的时候, 眼中还是带了好些恐惧, 谢善没想到, 这些左蒙人能这么跑, 从看不到他们的身影, 追到现在, 不管是他, 还是建新队, 都尽了最大努力, 可是敌人在前, 却始终看得着摸不着, 这感觉实在是让人沮丧, 而且随着天气越发恶劣, 哪怕谢善都想给自己找个追不上他们的理由, 人家毕竟是左蒙人, 身体强度从来都远胜人足, 他们有几百人不假, 可是这些左蒙人更不是一般的人物, 他们修为最低的, 在外界可能都是化神级别, 冰雹下了大半天, 建新队, 能坚持追杀到现在, 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 谢善努力不让自己脚步踉跌, 坚持追在了最前面, 就等身后再传惊呼, 只要再有队友倒下, 他一定顺水推舟, 勉为其难地说, 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 暂缓对左蒙人的追杀, 快看, 身后果然传来好兄弟, 李健激动的声音, 那里有人, 他都顾不得让谢善开口, 就大声喊道, 喂, 对面的朋友, 我们建新队正在追杀左蒙人, 还请相棒一把, 什么? 谢善忙望向那边山梁, 踩着雪橇呼啸的三人, 心头一动, 也茫朗声道, 在下谢善, 只要三位道友助我等, 杀了这些左蒙人, 他们的身家, 我们两家五五分成, 五五分, 不仅彰显了他和建新队的大意, 也免了他们放弃追杀的难堪, 陆灵溪三人微微一顿, 正要借此过去, 陶丹的眼角余光, 突然看到身后滚滚而来的浓雾, 不太对劲, 不好, 你们快看后面, 滚滚浓雾中, 好像奔袭着无数新兽, 陆灵溪回头的时候, 恰好看到一个翻涌着, 好像龙的东西, 王者, 龙形王者, 陶丹也正好看到, 快走, 他扯了一把陆灵溪后, 第一次滑到了最前面, 浓雾不对, 我们快走, 滚滚浓雾, 好像接连天地, 他们翻勇赶来的速度太快, 谢善还要喊他们相助的话, 在撇倒的时候, 瞬间按下, 快, 不振, 他扯着嗓子大喊, 不振, 虽说王者兴兽出现的时候, 天地雾气都会有所不同, 可是雪栗子还在下, 冰雾没道理升得这般快, 冰雾都没升, 王者轻易又怎么会率众如此出行呢, 他觉得一定是出事了, 剑心队迅速围成圈, 刀剑对外的时候, 中间拿着大扇的修士, 头一次愁愁起来, 大家本来就动得很厉害了, 再这样扇, 谁能受得住啊, 按原计划准备, 谢善清楚他们迟疑什么, 但哪怕动伤, 也比没有命强吧, 拉着成康的余响小队, 原来还担心, 那三个有雪橇的修士, 会趁人之危, 现在呢, 快准备, 他们也迅速在成康身边围了一个小圈, 大家的准备才做好, 滚滚的浓雾已经到跟前, 只是星寿却是逼着他们走, 没有一个停下跟他们拍爪子的, 这不对啊, 谢善等人还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 就听到接连不断的痛呼声, 惨叫的修士, 身上腾起大量水气, 好像是热水烧废了般, 身体以眼见的速度干瘪下去, 不好, 是骷髅黄, 快, 包住头脸, 领住呼吸, 蹲下, 蹲下, 有灵气的时候, 他们对上那个东西, 都是尽量躲着的, 现在没有灵力, 不藏着能怎么办呢, 包括谢善, 所有人都急忙把那物配中的衣物什么的, 全都摸出来, 在头上身上裹了一层又一层, 努力把身体往冰下按, 骷髅黄喜欢追逐洞的东西, 那位王者兴兽还在跑, 没有听到身后的刀剑之声, 而浓雾还在如风追来, 陆灵溪三人撑着雪杖, 有多快跑多快, 灵溪, 有可能是骷髅黄出没, 陶干和陶丹到底有些惊艳, 他不仅是兴兽的克星, 也是修士的克星, 没人知道他们从何而来, 又从何消失, 反正每一次的出现, 都能把兴兽和修士, 撵得鸡飞狗跳, 我知道, 他也怀疑是那东西, 徐东山跟我说过不少, 只可惜, 以前他还曾想借用石面埋伏抓几只, 但现在肯定不行, 没有灵力, 万一被人家咬一口呢, 他欠了好多好多长辈的先令, 可不能在这里变枯劳, 我们是不是要把帐篷撑起来, 听说那东西喜欢追逐洞的, 这样跑不是事, 陆灵溪觉得, 他们不如趁着现在, 人家还没到的时候, 马上撑个帐篷, 躲到里面去, 行, 我来撑帐篷, 你们两个负责堆雪, 尽量用雪把帐篷埋了, 虽然有兴兽替他们分散一些注意力, 可是小心无大错, 陶丹在雪地滑行这么久, 寻到雪窝很有经验, 迅速选了一个原先可能是坑洞的地方, 连着在里面大力推了几推, 就忙把帐篷撑上来, 陆灵溪和陶干飞快地从旁边收雪附到帐篷上, 在滚滚浓雾赶到的档口, 一起猫进去, 加衣服, 陶干不敢再出声, 只以口行跟陆灵溪和陶丹说话, 陆灵溪随口同他们一起, 往身上裹后毛斗篷, 裹后被褥, 这方法对他们而言, 勉强算不是办法的办法, 没有灵力, 又不能使用俘虏, 不论是谁, 在骷髅黄面前都没有动手的底气, 陶更不可能, 三个人很小心地把能裹的都裹好, 陶灵溪, 你的那个冒着寒气的冰丝纱, 能不能挂到帐篷边上, 要不然这里有热源, 万一…… 陶丹看着帐门到底不放心, 不敢有万一, 陆灵溪默默地把阴影弄的冰丝纱摸出一条来, 挂到帐门外, 他刚挂好, 就听到外面传来惊天动地的吼叫, 王者兴兽一声大吼, 天地之间采起的冰雾, 瞬间浓郁起来, 外面的具体情况, 陆灵溪虽然不知道, 可是王者兴术的大叫就响在上方, 他不能不怀疑, 骷髅黄跟那位王者打了起来, 他们不敢弄出一丁点动静, 当然更希望, 那位王者不会跑到下面来, 掀翻他们的帐篷。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 就在帐门前的陆灵溪, 侧耳间可以从偶尔的风声中听到远处的痛呼, 真希望是左蒙人更倒霉些。 他小心地往边上歪了歪, 移到后背褥上, 在自己被子空间里摸索着把不灭火扁壶摸出来, 小口喝着一直热着的热汤, 之前服的徐阳丹大概要失效了, 虽然他的帐篷已经被和声师叔特制了, 不会有寒气从地底冒上来, 可是挂了婴仪的冰丝沙巾, 想再暖和起来实在是有些艰难。 喝下几口热汤稍微舒服后, 陆灵溪又小心地在口中含了一口酒, 用嘴巴包着他, 把他弄热再轻轻咽下去。 王者兴兽没有被骷髅黄追上, 他们在这里一点也不知道, 如果他被追上, 肯定已经死了, 他死了大概不用六个时辰, 天地灵气就可以用了。 如果他没死呢? 陆灵溪怀疑他没死, 虽然没有拿沙漏查看具体时间, 可是他都在这里坐僵了身体, 时间肯定不会短了。 耳边传来微沉一点的呼吸声, 没意外是陶肝或者陶丹哪个睡着了, 盖子脑袋上的东西滑了下去。 陆灵溪听到嘻嘻索索的声音, 很快微沉的呼吸声不仔细就听不见了, 他也小心地摸着找到续阳丹, 服下一颗丹药。 此时此刻数十里外, 安化和红叶一行人也动得够呛, 怀疑是骷髅黄在追杀兴兽王者后, 他们不敢再彼此追逐, 很自觉地把身体埋在血下。 哪怕隔着厚厚的法衣, 这大半天蹲下来也够让人受不了的。 但他们谁都不敢动, 外面有物, 有物就有星兽, 安化眼睁睁地看到一只冰熊一样的星兽, 被小小的青灰色骷髅黄一触之后, 变成好像冰色细沙落地。 只是正常的星兽死了, 都会有真正实体的星沙留下, 骷髅黄咬过的星兽, 却是没有实体星沙的。 他都不敢动, 一看到这一幕的红叶, 一行人当然更不敢动了。 天色明了暗, 暗了又明, 陆灵溪都不知道自己睡了几觉, 计算着三天时间什么时候过, 天地灵气恢复的瞬间, 他要怎么走的时候, 突然听到好多哭素素的声音, 那种震赤身, 在这种安静的地方实在是惊悚。 陆灵溪和陶干都小心地 把头上的厚东西拿下来, 侧着耳朵倾听, 祈祷他们能快点走。 陶丹在睡梦中, 感觉帐篷猛然震了一下, 一只星兽不小心撞开帐门, 出于本能, 他就想逃进这个可能是安全的空间, 只是他才要动作, 就在陆灵溪和陶干的面前, 化为漂亮的冰沙分落, 追击他, 青灰色好像蝗虫的小东西, 在帐门要关之前一闪而入, 陆灵溪顾不得, 这里的动静会吸引更多骷髅黄进来, 他只知道, 他不能死在这东西的口中, 身上的厚被褥想也不想地把它盖住, 在小东西要钻出来前, 拎着虫影小幅度, 却实境地拍了下去。 徐东山说, 修士的灵气护照, 对这个东西不管用, 不管撑多少, 人家都能一口咬破, 想要杀他, 不管有灵气没灵气, 都要接连不断地连击上百次才行, 杀过修士的骷髅黄, 颜色会有改变, 呈红灰色, 这样的骷髅黄, 是吸过修士血的, 仙界不收, 但是若是能杀一只青灰色骷髅黄, 十五成会代表仙界以百块仙石为购, 它的具体作用为何, 徐东山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 仙石所运之灵力, 是低阶修士最好的冲冠宝贝, 是仙界在乱星海唯一用仙石收购的东西, 他猜测它很贵重, 奈何多少年来, 各界遇偶尔带出去的骷髅黄都浪费了, 没有人实验出它的真正作用, 虽然没有灵力, 可是陆灵溪杀骷髅黄的速度却一点也不慢, 拎着剑想要帮一把地逃干, 根本就插不进去手, 插不进去手, 他也就不插了, 警惕四周, 生怕哪里会被骷髅黄咬破, 不过他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帐篷顶有一个小包鼓了起来, 陶丹, 用斗篷蒙着扣下, 要不然不好打, 陶丹不知道外面有多少骷髅黄暂时只能待在这个小地方, 行来一个杀一个的办法, 不杀他们, 可就是他们死, 陶丹知道弟弟的手有多快, 只要能快地在骷髅黄反应过来前, 一把反扣到地上, 他就能像灵溪这样, 吓死力地拍死他, 帐篷迅速被咬破, 一只小小的骷髅黄钻进来时, 陶丹扯着身上斗篷, 一把把他盖住, 摔到地上, 健身虽窄, 陶杆在性命威胁下, 倒也刺刺不落空, 帐篷里的动静, 外面的骷髅黄当然能听到, 陆灵溪还没有来得及捡起那个可能要被拍成肉泥的骷髅黄, 就见身旁不远的地方又鼓了个包, 一定要一个一个来吗? 他后悔这一次没有戴拳套, 虫影太大太长, 他要一直注意着, 不能把帐篷弄破了, 一旦弄破了, 外面就不知道会有多少骷髅黄咬来, 陆灵溪拿下头上帽子, 在那个小东西刚钻进来, 还没有来得及飞起, 就一把拉下来, 姐姐和灵溪都忙上了, 陶灵当然也无法闲着, 四郡之间很快又发现了一个小包, 一只红灰色, 明显大一圈的骷髅黄刚刚爬进来, 就受到了他的无情对待, 帐篷里很有次序的一个一个鼓包, 陆灵溪三人努力击杀的时候, 非常小心地不让自己刀剑划破帐篷, 碰到队友身上, 陶干和陶灵发现用帽子可能更好, 都接下了自己的血帽, 顶着板寸头, 闷不磕声地在帐篷里跟爬进来的骷髅黄玩命, 现在逃是一百个不可能了, 只能是杀一个够本, 杀两个赚了, 但有一口气, 绝对来一个杀一个, 干姐姐, 陆灵溪眼见又一个骷髅黄要爬进来, 而他们三个都在忙, 急得额上的汗都要落下来, 把你的骷髅黄往我这里, 他的刀够大够厚够长, 戴尔哥, 你也一样, 扣下骷髅黄扔过来, 快! 说这话的时候, 他眼疾手快, 戒指宽大的袖袍, 在就要爬进来的骷髅黄身上一扶, 那只骷髅黄被距离拍打到了帐篷上, 还没有弹起来, 后背大刀就啪啪地打到他身上, 骷髅黄的危险在于多的时候防不胜防, 一个两个对修饰而言, 只要注意点并不会成为威胁, 但是超过五个后, 没有一定运到, 十有八九都是隐秘一途, 偏偏这个东西来无影去无踪, 让人无可探查不说, 还不出则已, 一出就是成群结队, 陆灵溪曾经想过, 以后遇到, 借用十面埋伏好生发笔大财, 以备将来, 哪怕不能用成仙以后的第一笔资金, 只是用来给人家和自己冲官也是不错的, 谁料, 遇到他的时候, 居然是灵气湮灭的时候, 杀一个就是一百块鲜石, 陆灵溪给看样子有些穷的姐弟俩古劲, 我们家把架, 把孝敬师父的, 师叔的, 老祖的, 爷爷的, 爹娘的, 自己的, 未来交际的, 自助徒儿的, 他一边说, 一边大力拍杀骷髅黄, 全部专到手, 只打算孝敬爹娘和师父的陶肝和陶丹, 没想到, 灵溪家累这么重, 那么多人, 实在是太恐怖了, 要赚多少才能够用啊, 我突然觉得, 要不了多久, 我就是可以超过灵溪的土豪了, 我想吃他带进来的好东西, 可以拿鲜石开盗, 嘿嘿, 到时候, 他可能连饭都舍不得吃了, 全卖给人, 额尖一通, 笑什么, 又有骷髅黄要爬进来了, 赶快挣钱, 陶肝一看他弟的蠢样子, 就知道, 他又在白日做梦, 哼, 跟臭爹一个德行, 钱还没到手, 就在计算着怎么花了, 陶肝气得干儿都痛, 爹不让他省心, 娘也同样, 爹花了一个钱, 娘就要花一个钱, 要不然他就觉得他亏了, 两个人都不知道怎么过日子的, 可笑的是, 居然把他和陶丹糊弄大了, 现在这个蠢弟弟也是一样, 陶肝害怕, 他也砸在手里, 一百个一千个, 想找个顺眼的把它卖出去, 哪怕倒贴几万零食, 只要能管住他, 他都认了, 你欠我五十七万三千八百六十六块零食, 你爹和你娘一人欠我一百一十三万四千八百多, 陶肝一边学着陆灵溪, 以最快的速度, 把钻进来的骷髅黄, 用帽子压着, 甩到他后背大刀下, 一边跟他递算账, 还有这些年的利息, 当年我把我自己卖给我师父当徒弟, 姓陶的, 你可听好了, 你这辈子都欠了我, 姓陶的, 陶丹一个屁都不敢放, 陆灵溪眼观八方, 耳听六路, 忙得要死, 只能把好奇按下, 想着完事之后, 趁人家心情好, 套个话, 听个乐, 三个人合作愉快, 在小小帐篷里, 来一个灭一个, 来两个灭一双, 陆灵溪算计的时间, 差不多, 打扁不再动的, 就在百忙之中, 用帽子往边缘扫了一扫, 帐篷在他们可见的目光下, 越来越像了筛子眼, 好在, 他们一下子进来的都不多, 要不然真不是他们拿人家卖钱, 而是人家把他们变成骷髅, 陆灵溪从左胳膊换右胳膊, 右胳膊换左胳膊, 在旁边扫了一堆虫尸后, 个个咬破的小洞, 才慢慢没了动静, 不过, 没了动静并不代表, 真就没有骷髅黄了, 陶干和陶丹, 还是不敢放松警惕四周, 生怕从哪儿, 再冒出一个来, 把他们的胜利反转, 时间一点点过, 陆灵溪拿着好半赏都没活计的拍黄大刀, 彻底松下心神, 这一次好像赚了不少, 没有两万仙石, 肯定也有一万八九千的仙石, 他忍不住, 正想数一数的时候, 陶丹的脑袋已经凑了过来, 灵溪, 我数过了, 我们一共杀了两百零三个骷髅黄, 他的眼睛说不出的量, 有了这么多仙石, 这辈子可不用担心没钱了, 除了七个灰红的骷髅黄仙界不收外, 其他的, 我们一共能卖一万九千六百块仙石, 哇哦哦, 真是发了大财了, 陶丹咧着嘴, 露着一口牙, 这要跟他姐报喜, 却没想, 她姐还是一副冷脸的样子, 什么叫我们一共能卖, 陶丹对蠢弟弟横眉树目, 我可告诉你, 这些骷髅黄基本都是灵溪杀的, 没有他最先的自救, 你不要说发财了, 现在早变骷髅, 成了一缕游魂, 看到陶丹捶了捶脑袋, 陆灵溪悄悄咽了一口唾沫, 庆幸他是独生女, 师父又只有他一个徒弟, 喜欢啰嗦的采薇师姐和男嘉人师姐都没来, 要不然, 他轻轻嗓子, 在陶丹抬眼的时候, 给了个鼓励的笑容, 没有你们帮忙, 我再有本事也杀不了这么多, 没有他们的团队合作, 他也是死路一条, 话虽这样说, 可是主要动手的还是你, 陶丹对那一大堆的虫尸, 其实非常满意, 灵溪, 我们不来虚的, 你拿一半, 我和陶丹分一半, 啊? 陆灵溪不知道他这话, 是不是有自迁的意思在里面, 就见本来已经蔫的陶丹, 瞬间满血复活, 好像他对他的四分之一, 非常满意一般, 这, 196的四分之一, 那就是49, 甘姐姐, 这样你们是不是太亏了一些啊? 不亏不亏, 陶丹白手摆得特别认真,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逃下命后, 还能发这样大的一笔财, 4900块鲜石呢, 呵呵呵, 虽然他们没有变得像灵溪那样土豪, 可是从此以后, 也可称为土豪了, 无伤界好些个化神前辈, 都愿意拿大把宝贝跟人换鲜石, 也就是说, 压在他头上的债, 其实就是几块鲜石的事, 陶丹非常满意了, 自从跟他混到了一块, 他们的日子才过得像日子, 就这么分, 陶丹把咧着嘴的亲笛往旁边一拉, 自己上前, 从扁扁的骷髅黄堆里, 数出98个, 你要孝敬的人那么多, 这样正好, 已经算是我们占便宜了, 要不是他想法子, 就凭他和弟弟的窄贱, 绝对的死路一条, 听说被骷髅黄咬的人, 会在半克中内, 好像烧废的水般, 身上所有水汽尽数蒸发, 活活地成为一具骷髅, 陶甘在骷髅黄咬进来时, 都想过, 他和弟弟绝不会受这样的苦, 一发现不对, 就自我了结, 灵溪, 你不必有负担, 这真是你该得的, 那行吗, 不过你们还是凑个整数吧, 陆灵溪把拍扁了, 却没有一点虫叶流出的骷髅黄, 又推去两只, 这样你们就一人五十只了, 好轻一些, 他得九十六, 能换九千六百块鲜石, 快点拿了, 他拿着玉盒, 把属于自己那一份全收起来, 我们到外面看看, 其他人都什么样了, 尤其是那些左蒙人, 要是他们好运的躲过一截, 他绝对要帮阎王爷一把, 三个人迅速行动, 该收的收, 该拿的拿, 这灵状已经不行了, 陆灵溪看陶丹, 连筛子帐篷都不弃, 不能不提一句, 他剩下帐篷, 虽然不可以再分, 但是路上他们杀了四个左蒙人, 得了好些个储物戒指, 他们身上肯定有灵状的, 嘿嘿, 我留着当纪念嘛, 陶丹神采飞扬, 他是见证了本仙人发达的最好证物, 大男不死, 必有后福, 别听他放屁, 陶丹还不知道他弟弟吗, 他鄙视中又有些羡慕, 他要把他当吹牛的物证, 啊? 陆灵溪眨了两下眼, 突然也有些羡慕了, 可惜, 灵状早就送给陶丹, 想要回来都不可能, 灵溪, 我们别理他, 快走吧, 陶丹到底是占他弟的, 生怕某人要开口抢, 拉着人就走, 三个人撑着雪橇, 一路往回滑, 淡淡的冰雾中始终没有一只兴手, 天地之间好像只有他们闹出的动静, 半晌, 他们终于赶回凌乱的雪地, 八具骷髅全都瞪着死不明目的眼睛, 痛苦和恐惧还凝固在他们的眼睛里, 这六人是进心队的, 这两个, 陶甘在前面的两个人身上各滑了一下, 抽抽鼻子道, 他们是左盟人, 他们的储物戒指都还留在身上, 可见谢善和于祥那些人逃开时有多匆忙, 除了我们来的方向他们没逃以外, 其他都有他们的脚步, 他细查周边, 看来骷髅黄到这里的时候, 主要还是追击兴兽, 追击那个王者, 如果这里的骷髅黄也有他们那么多, 就不可能只死八个人了, 陶甘也不知是遗憾还是庆幸, 灵溪, 你看我们是不是还要再追击, 再追击, 陆灵溪看看地上凌乱的脚印, 轻轻摇了摇头, 坚信队追杀左盟人那么久, 如果什么都得不到, 说不得, 会把一直以来的不利愿怪到我们头上, 谢善和红叶都是为达目的, 有些不择手段的人物, 力和鸣都是二人极力所求的东西, 我们也遭遇了骷髅黄, 却还是光鲜亮丽, 力, 他们都得了, 鸣只要站到他们面前, 亦算唾手可得, 我们闷声发大财就行了, 让人家羡慕极度恨干嘛呢, 甘姐姐, 我们与十五成交易的事, 你放心, 财不外露的道理, 我们还是懂的, 卖与十五成的时候, 我们秘密着来, 他们有钱的事一旦传出去, 老爹以后花钱肯定更没有节制, 陶丹, 你不想家里以后还有一堆人要债吧, 肯定的, 姐, 我都听你的, 爹的狐朋狗友多, 姐姐自卖给他师父的零食, 还有他从师父手中得的打赏, 都让爹娘不知不觉地花光了, 陶丹瞬间特别郑重地道, 以后我的钱, 姐, 你也帮我管着吧, 要不然, 爹和娘肯定有本事从他手上挖, 捧他受不住, 一高兴尾巴就翘, 然后手上零食就少了大半了, 哭他还是受不住, 谁让他是孝子呢, 陶丹想了想终于明白, 他姐为什么在他收了玉盒之后, 用那种好像要挖他一块肉的眼神看他了, 罢了, 姐姐喜欢管钱就管吧, 反正我不小心多花了钱, 从他那里打借条就是了, 他都给了, 把钱存在姐姐那里, 想花还能花, 还杜绝了爹娘从他手上捞的问题, 嗯, 陶甘再看弟弟的眼神柔和多了, 等换了些时都放我这, 不过灵溪, 接下来我们也不能再到梁城去了吧, 不管是进新队, 还是安化那些新味, 肯定都能从我们的方向上, 猜到我们要去的城池, 他还想安安稳稳地藏他个十年呢, 那我们就去连城, 连城两遭左谋人强攻, 两次都把他们打了下去, 听说还把内奸拿住了, 以后的防卫肯定不会松懈, 那里也许才是乱星海最安全的地方, 连城老妖他虽然没有见过, 感觉上却跟徐东山差不多, 是个反应快速, 思维敏捷的城主, 倒是梁城仗着城墙坚稳, 在防御方面, 反而有可能会松懈一二, 现在的乱星海, 左蒙人跟他们人族已经是穷途见比了, 任何思想上的松懈, 都可能是致命的, 那行, 我们就往连城去, 连城在重阴陵海另一边, 现在的重阴陵海, 王者星兽都被骷髅黄追跑了, 其他的星兽呢, 没有意外, 也跟这里一样, 被骷髅黄祸害一遍后, 少得可怜, 从这边没脚印的地方走, 然后横穿重阴陵海, 避过所有人, 那就走吧, 陆灵溪按他所指的方位, 一马当先, 三个人很快绕开有脚印的区域, 在淡淡的兵雾中前行, 此时此刻, 重聚队友的谢善和余祥, 又开始了新一轮追击, 大家虽然都被骷髅黄吓过一次, 却未伤根本, 数十里外, 红叶和安华更早直击, 在骷髅黄路过时, 各把自己埋在雪中, 这一会儿, 他们各顶着一场僵冷的身体, 在雪地上, 以归宿追逃, 一场冻伤是免不了了, 好在都把性命保住了, 安华三人庆幸的时候, 红叶等五十人也在庆幸, 他们各自坚持, 却又对失散的队友万分心交, 红叶不知道, 安华除了心交余祥那十几个人, 还心交灵溪的安全, 他生怕他不小心死在骷髅黄的口中, 从灵气湮灭到冰天雪地, 本来不注意重阴陵海方向的修士, 也把目光放到了这里, 他们都觉得一定是出大事了, 要不然不可能连着这么多天, 灵气都没有恢复, 跟着一对修士也赶了过来的戎争, 其实在心里都笑抽了, 什么逃干逃丹的, 要我说呀, 肯定是灵溪在这边, 也只有他有本事闹的血腥气, 满天飞, 把王者兴兽吸引出来, 截二连三地叫唤, 当然, 那家伙很可能把王者兴兽都宰了, 然后老天看不过眼, 给他来了个更狠的冰雹, 极寒哪, 只要一想到某人这些天过得可怜巴巴, 荣征的心里就乐得紧, 快看, 那是什么? 清灰灰的一群, 荣征神识扫过去, 还没有完全看清楚, 就听到一旁的队友惊恐大叫, 骷髅皇, 是骷髅皇, 快跑啊! 一个又一个顿光, 在面前逃的, 说多快有多快, 荣征心吓俱跳, 连忙跟上, 外面发生的一切, 陆灵溪三人当然不知道, 可能中间那位王者又叫了, 灵气始终未复, 崇一灵海虽然也遭遇冰雹, 吓得却甚为稀薄, 不过五六寸的落雪, 他们想如外面一样, 滑雪前行, 却有些艰难, 好在连着几天赶路, 都没有遇到兴兽, 倒是陶丹满是怨念地冲在最前面, 眼睛到处乱瞟, 也想要找个寻红艳的瓶子, 我就不明白了, 明明我又高又大, 怎么仙剑丢在这里的机缘, 就能先让姐姐和灵溪眼尖得了呢, 灵溪得了一枚问天丹, 姐姐得了一枚太号丹, 公平起见, 我最起码要得两个百年的寿元丹吧, 灵溪, 你家老祖挺多的吧? 啊? 陆灵溪眨眨眼睛, 不知陶丹是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 我家, 其实只有我爷爷和我爹娘? 宁老祖和无想老祖, 哪怕自己不用, 都是要孝敬的, 原本认了也无妨, 奈何天渊七戒, 近来的不止他一个, 还有容征和九壤。 不过我师叔师伯多, 还有好几个特别爱护我的长辈。 真是不能说, 一说他就有些想家了。 甘姐姐, 你好好的怎么会以为我家老祖多呢? 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一个骷髅黄就是一百块鲜石。 陶丹在前面搭话, 你要我们加把劲, 把孝敬一堆人的鲜石赚下来。 其他的都一样, 不过老祖的孝敬我是帮你们说的。 当时骷髅黄越来越多, 我真怕自己稍一松懈就把小命给丢了, 我有好些舍不了的人。 你们肯定也一样啊, 这多说一些大家的干件说不得就足些。 是这样吗? 大概吧。 陶甘收回心里的一点古怪。 陶家虽然是世家, 却因为我爹娘不太待见我们。 所以呢, 孝敬这种事, 我们只要稍微表露一下就行了。 哪像他呀, 情真意切, 说了那么多人。 我们进来的时候, 只有宗门任务的压力。 乱心海的六十年, 他们要各自为宗门拿下五枚仙令, 加一起就是十枚。 六十年, 一人五枚仙令, 一枚仙令要杀三千兴兽。 这数字, 运气好的三年可撑。 运气不好, 二十年都急不出来一枚。 兴兽多的地方, 一般都意味着有大危险。 大危险的地方, 不组队是不行的。 组队了, 你的队友比你的速度快, 你也就只能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喝汤。 汤喝多了, 就抽不出时间修炼了。 陶甘对陆灵溪的修为有些忧虑, 大家这么熟了, 他不能眼瞅着, 把时间都浪费在打兴兽上。 灵溪, 当初你进来的时候, 你所在的宗门有说过, 要带多少枚仙令回去吗? 没。 陆灵溪没想到, 他们还有这种硬性任务, 他摇头的时候, 有些懒然。 我师父师叔, 他们什么都没说。 两位老祖, 宁老祖就是担心他安全, 无想老祖那里, 他哄着都没敢说。 可能我能安全全地回去, 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吧。 师父师叔他们都没那么好, 能怪他许出那么多仙令吗? 陆灵溪惆怅。 我家掌门师叔只说过尽力就好, 倒是我自己许出了好些个。 什么? 陶灵回头的时候, 一个亮枪差点摔了, 果然这家伙比他还笨, 老狐狸们不知这里的具体情况, 不跟他硬性要求是正常的, 可是帮他把生活的各个方面处理那么好, 肯定是早就知道他性子, 就等着他自己许呢。 陶干也有瞬间无语, 只是有些话可说, 有些话不能说。 看灵溪带的那些东西, 其所在的宗门师长, 显然对他都是用了心的。 他到乱星海也是意外所致, 大概大家真的是不一样吧。 修士修歇, 只争朝夕。 你也算为乱星海立下过大功, 若是十五城有奖励, 肯定跟我们差不多。 我们有十年的最佳修炼场所, 你肯定也有。 要不然, 我们一起在灵城停个十年。 他和弟弟养伤带修炼, 灵溪则能尽快把修为提上去。 十年之后, 我们还一起组队。 陶干虽然还不知道灵溪 有天道清闺女的美称, 却从相遇以来的种种迹象上, 感觉这家伙的运道不错。 连凡人界都说, 小富靠秦, 大富靠运。 在修仙界混, 运气有的时候比战力还重要。 乱星海可算处处都是机缘吧, 可是大家在这里做任务, 谁没有压力呢? 没有危险的地方, 兴兽三两只, 只寻他, 就能把你所有时间全部耗尽了。 到时候我们小心着点, 再到重音林海打兴兽。 连王者, 灵溪都能说杀就杀, 所以那个时候, 哪怕只有他们三个, 安全方面想来也不用太担心。 我相信凭你的本事, 肯定能追凭修炼的十年, 毕竟磨刀不误砍柴弓嘛。 哪怕没有硬性压力, 只凭灵溪的战力, 集六七枚仙令好像也是很容易的。 陶甘看到他腰上的星牌数字已过千五, 等于已经有半颗仙令到手了, 算时间, 他来乱星海一个月都没有到呢, 还一直被左蒙人那些星位追杀, 陶甘真是不佩服他不行。 修炼十年啊? 陆灵溪还真被陶甘说动了, 他摸了摸自个儿星牌。 十五成的天字号, 灵气非常非常好吗? 要是他能加把劲, 在十年之内, 把修为提到结单后期, 以后再往危险的地方跑, 底气也更足一些。 当然啊, 要不怎么叫天字号呢? 十五成所有的天字号房对外租的价格, 除了星牌的数字要过万万, 一天还要收六十颗星沙才行。 星沙那个东西, 大家虽然也会收, 可是真正打起来的时候, 谁有时间一颗一颗地捡呢? 星瘦少的时候, 可以一颗一颗地捡, 星瘦多的时候, 要么拼命, 要么逃命, 星沙就只能浪费掉。 那行, 只要我有跟你们一样的奖励。 这么好的奖励, 当然不能浪费, 正好清主而心心念念地, 想把根扎到土里。 陆灵溪有些担心, 有关她的奖励存不存在。 干姐姐, 你们在乱星海已经待了多少年了? 我们啊, 比你早来十六年。 哇, 那你们已经请了多少先令了? 在海城跟徐东山混熟了, 陆灵溪知道, 这里很多修士都在星牌数字达到三千的时候, 就跟十五城换了先令存着。 这样一来, 哪怕倒霉身陨了, 先令也能被相熟的人带回去, 孝敬师长, 庇护佳人。 我和陶丹在一起集了三颗, 因为想着将来出去的时候, 能早一步进阶元英, 所以中间我们都寻机会, 拿星沙在十五城租房修炼了。 三颗。 陆灵溪算着, 他们的压力好像也并不是很大。 你们刚进阶姐丹后期就进来了吗? 我是刚进后期就进来的。 陶丹被姐姐瞟了一眼, 很老实地说。 我姐是后期中间, 她修炼得比我快。 哦。 陆灵溪忍不住笑了。 但二哥有时间都静想着玩了吧。 陶丹努力挺直了腰板, 在她看不到的地方连翻了好几个白眼。 她爹娘都说她修炼得不错了, 师父还夸奖过她, 可恨就是比不了臭姐。 偏偏现在又遇到灵溪这个奇葩, 陶丹突然好可怜自己, 大家是一起进重阴陵海的, 他们就是得了仙界的机缘, 只有她。 到处瞅得眼睛都疼了, 红丹萍还是不出来。 哼, 肯定不是我修炼不用心, 是他们两个天生的运气好, 所以修炼都比别人快一些。 小夕! 一直拎剑, 警惕四周的陶甘, 在兴兽扑向弟弟的时候连忙示警。 陶丹一剑斩杀, 飘渺而来的薄雾中, 却没想到是一大队的兴兽, 眼见他们无声扑来, 陆灵溪和陶甘, 连忙与陶丹一起组了个三才阵。 陆灵溪知道, 他们两个身上都有伤, 没有一点推辞地成为三才阵中的尖刀, 走在最前面。 六十七只星兽, 除了被挤到旁边, 不得不转扑陶甘和陶丹的其他大部分, 被他一刀一个尽数化成星沙, 星牌上的数字很快就从一千五百二十一, 变成一千五百六十三。 陶甘累下, 刚有点疼的时候, 战事就结束了, 他狠狠松了一口气。 陆灵溪, 崇伊灵海的星兽大概要回复了, 接下来你走前面行吗? 行啊。 陆灵溪一边捡星沙一边道, 我们想走出去大概还要四五天, 我要是能在这四五天里, 把星牌上的数字变成三千, 就把我家大师傅做的肉干, 分你们一人一个月的量。 啊? 连陶甘都忍不住, 期待他能有突破三千数了。 除了肉干, 你家大师傅做的五福煎饼也好吃。 陶丹前天吃过之后, 一直念念不忘。 饼好吃, 里面夹的菜也香脆爽口。 灵溪, 那煎饼, 你也分给我们一人一个月的量吧。 你脸真大, 五福煎饼是我家大师傅特意为我做的。 按大师傅的意思就是, 荤素搭配, 营养充足, 可惜这个东西要趁着热吃才好。 他那物配中就放了四五个。 这几天赶路, 吃完了早前煎下的粥和热汤, 他才用不灭火炉热了下, 结果就被这家伙给惦记上来。 给干姐姐吃, 是因为他的伤比你重, 你人高马大的。 我没这么人高马大。 灵溪, 我本人的样子比现在好看多了。 都怪姐, 害得我现在想用美男计都不行。 而且我也有伤, 只是我是男人, 不好爱要叫唤。 陆灵溪和陶甘没想到, 他如此大男人, 对视一眼后一起出脚。 陆灵溪出脚半, 陶甘用脚踢, 没一点意外, 陶丹当场摔了个大马趴。 呦, 你们。 陶丹趴在地上, 恰好看到了一抹红, 连忙扒了血。 看看这是什么。 他乐得恨不能滚即滚。 我就说嘛, 我的运气不能不来的, 瞅瞅, 瞅瞅啊, 我也得了仙界的机缘了。 要是不摔这一跤, 他还不能得这机缘呢。 怎么样, 老天都看你们不顺眼了。 闭嘴。 陶甘虽然欣喜, 弟弟的运气终于来了, 却也警惕四周。 你的声音太大了, 星兽要来了。 原来缥缈的薄雾, 现在有些涌动了, 显然惊动了不少星兽。 没事, 有我呢。 陆灵溪突然觉得, 这是个好办法。 你们无需勉强。 可惜, 他在这里打开了架势, 却只跑来五只星兽, 几刀砍了, 还甚为失望。 丹二哥, 想吃我的煎饼, 从现在开始每隔百丈, 你得喊几声吸引星兽, 然后还得帮我捡星兽。 啊? 陶丹为了好吃的拼了。 行, 成交。 又六天后, 天地灵气恢复的一瞬, 安化三人不顾一切地 甩开红叶, 他们没有向外逃, 反而冲向内里, 往那日灵溪三人 要走的方向寻找。 安化怀里的玉牌, 在那天骷髅黄沙来时, 响了三下, 后来又连着响了两下, 已经可以确定是死了五个人, 已经死了的他没办法, 还活着的, 他相信都能逃出去, 所以现在关键还是要找灵溪。 十五城的公事兰, 换过无数信息, 可三张带着小巷的悬赏, 始终都在, 来来往往的修士, 已经能做到无视那三张悬赏了, 因为失踪的三个人, 已经十年未陷人前, 陶甘和陶丹十年没有消息, 大家早就怀疑, 他们被左蒙人长老, 所谓的星位秘密杀害, 至于灵溪呢, 更是昙花一现, 很多人都传说, 他陨落在十年前的那场大乱中, 一直到现在, 从阴陵海突的那一块都没长好, 传说, 就是他和左蒙人的大战, 闹得太过血腥, 以至于, 把轻易不开口的王者, 都被吸引了出去, 几番叫唤, 引发了后来一系列事件, 剑心队的谢扇和红叶仙子, 曾亲口对人说过, 灵溪拎着一把后背大刀, 追杀从重阴陵海出去的王者, 并且斩杀于他, 只是谁都没想到, 重阴陵海里的王者, 从来都不是一只, 他们追杀左蒙人小队的时候, 灵溪亦曾想要相助, 可惜, 那么精彩绝艳的人, 却在骷髅黄出没之后, 再也不曾现世, 虽说, 天渊七界的九壤和荣征, 极力否认, 作为天道清闺女的他, 不可能那么早远, 但这些年来, 各方修士早已经从心里认定, 他是死在骷髅黄出没的时候, 找不到尸体, 也有可能被后来的兴兽, 啃食干净了, 吴道友, 到八月山, 不是从重阴陵海那边走更近一点吗? 小仙界李秋白, 接了宗门任务, 要在八月十五的日月更换之际, 采八月山, 长成黑白二色的月草, 现在, 离八月十五日, 虽然还一个来月, 可早一天到, 更安心不是吗? 你这样让我绕到海城, 我要多走三四天吧? 不止, 要多出七天。 吴善走在连池边上, 边赏景, 边跟李秋白道。 你才到乱象海, 不知道重阴陵海四十年前的大乱后, 一直不太平。 听剑心对那边传来的消息说, 有当年追杀陶根, 陶的和林溪的左萌行为在那边闹事, 只是他们几次和别队, 合力绞杀过去的时候, 都让人家钻了空子。 啊, 是死人了吗? 李秋白试探地问了声。 不是死人, 是死了很多人, 那边林神草秘, 据说, 还有一些杰修, 在边界区域, 浑水摸雨, 而左萌人的星位, 好像都是天仙级别, 他们可以隐藏死点, 剑心队误杀了几个人后, 现在, 再不能轻易出手。 所以海上那边, 已经把重阴林海, 列为危险时级的禁定。 什么? 从房里出来, 正要往这边, 看看青竹儿的陆灵溪, 没想到会听到这样的消息。 山话那些人一直没放弃寻我和陶甘陶丹吧, 他们怎么就能肯定, 我没死, 还一定会再去重阴林海呢? 十年前, 请老妖帮忙, 不把他们的消息透露出去, 上上次遇到他, 还说外界在疯传, 他们早就死了的消息, 陆灵溪的眉头不自觉拢了拢。 这些星位真是太古怪了, 当初安话说, 他们每一位在乱星海都有试炼任务, 普通的十五位, 试炼的对象应该是十五成, 星位, 我和陶甘陶丹唯一的共通点, 就是为乱星海立下过大功。 难不成星位要试炼的对象, 不是针对任何一人, 只是针对为乱星海立过功的人。 挤抓挤放, 游戏规则的背后, 到底还有什么比拿我们性命, 比为族人报仇, 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既然知道是走谋人闹事, 乱星海的人, 就没想过一起绞杀过去吗? 李秋白实在是气愤。 那些浑水摸鱼的杰修, 有什么可顾忌的? 海城不能喊话让他们滚蛋, 不滚蛋, 那就是为虎作伤, 杀便杀了。 有些事, 不是李老弟想的那般简单。 武善叹了一口气。 左蒙人十五位, 看样子是被我们杀了不少, 可是我们谁能知道, 他们具体有多少人呢? 除了对应海城的十三位, 被当年的灵溪拔了卫长, 副卫长损失惨重了, 其他各场至今为止, 可没传出一个有卫长, 副卫长级别地被拿下, 杰修礼。 他瞟了一眼, 戴着面纱的陆灵溪, 心中目光一闪,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才压低了声音道。 听一位在连城当执事的朋友说, 劫修里似乎就有十五成买通的卧底, 他们的任务是接近左蒙人, 查他们的底细。 啊? 李秋白都呆了。 你呀。 武善拍了拍朋友的签。 以后记着, 在乱星海做事, 我们的第一要务是集星点, 换星令。 左蒙人的事, 遇到了可以不惜一切, 没遇到, 千万不要往前凑。 剑星队曾经往前凑过, 可惜三百多人在大好形势下, 愣是没有追上十几人的星卫小队。 谢尚和红叶, 这些年可是被暗杀过多次, 他们有剑心对策, 还几次受伤, 你能避则避吧? 这怎么行啊? 李秋白又激动了, 他大哥就死在十年前, 那时候正是左蒙人四处暗杀乱星海修士的时候, 他与那些左蒙人的仇大着了。 凡是想主动寻找左蒙人的修士, 这些年几乎都遭到左蒙人的暗杀。 武善知道朋友的心结, 但是有些事真是强求不来。 当年左蒙人的消息传出, 仙界的喜艳灵水下发, 各界有名有姓, 可称一方天才的。 卢盛开, 苏强, 铜冠, 一共十八人, 可以说是抽出满志的进来, 可现在死的就只有七个人了。 他们没有死在普通的左蒙人手中, 听说是被当年追杀灵溪和陶甘, 豪端的心味所生。 现在还活着的盛开, 知道的人, 几乎都憋在了事物车。 据他们所说, 之所以到现在没死, 是因为那些心味, 要跟他们玩当年与灵溪, 豪端, 豪端玩过的, 好像猫捉老鼠的游戏。 大家发现有人为难他们, 不能一拥而上吗? 李秋白都不知道, 那些人怎么那么笨。 一拥而上? 武善真不知道, 是不是应该说他天真? 铜冠就是在大家一拥而上, 想要帮忙时, 被原来还要多玩几次的心味一键斩首的。 他的面容严肃起来。 你以为那些在外面, 可称仙人的心味, 被乱星海的禁制按下了修为? 就真的没点手段了吗? 我明告诉你们, 他们都有极为快速的顿宝, 跑起来, 我们没人能追得上。 这是当初逃干, 逃单, 始终没向别人求救的主因。 李秋白看着朋友, 面容慢慢严肃起来。 连城有躲避兴魏的人吗? 他要亲自去问问。 不知道。 武善摇头时, 又瞟了一眼露灵溪。 既然要躲避兴魏, 自然要改换面貌。 就算不改换面貌, 肯定也要在脸上戴个隔绝神识探查的面纱, 要不然就穿着看不到脸的深斗篷。 好, 我知道了。 李秋白何等聪明, 脊步一跨, 直接站到了陆灵溪身前。 这位道友, 在下小仙见李秋白, 问道友知道左蒙星位吗? 陆灵溪懵了一下, 只能微微点头。 你怕他们吗? 陆灵溪摇头。 我怕个毛啊, 十年没日没夜, 连以前不服的丹药都服了不少, 硬生生地把秀薇提到了结丹后期, 我容易吗我? 接下来, 我是一定要把这十年时间在那些混蛋身上追平的。 谁敢再找我, 谁的身家就是我的, 谁的新纱也是我的。 那道友为何在这里还要付个面纱? 看对面男子引带的怒气, 陆灵溪忍不住笑了, 她这完全是习惯使然。 我怕拿了面纱吓着道友。 什么? 道友的笑话一点也不好笑。 是吗? 陆灵溪的眼睛余光正好看到, 个子矮小, 瘦不拉击, 好像猴子的老妖往她这里来。 你问问她, 我在这儿有没有吓着她? 老妖的山羊胡子一翘, 可吓着我了。 不仅灵溪在这儿, 陶干和陶丹也在她这儿。 这十年, 她一直提心吊胆地, 生怕外面的左蒙人知道, 他们三个在连城, 要合起伙来攻打她。 我的小祖宗啊, 时间到了, 你是不是要出门溜溜了? 为了灵溪的修为, 老妖可怜巴巴的, 还跟徐东山他们求援, 弄了好些中和单独的天衣生水, 事实证明她干得不错。 这些年, 虽然仙界的旺气宫和洗眼灵水, 没有给他们拖后腿, 可是那些左蒙人大都是有备而来, 不是耗费元气, 隐藏死点, 就是利用特殊的法宝隐藏死点, 以至于十年来, 大家一条大鱼都没有捞着, 你来我往的, 左蒙人有伤亡不假, 可他们这边一样死伤惨重, 尤其是那些腥味, 表面上他们不碰一般的修饰, 可是被他们盯上的, 哪一个不是零根资至好, 虔诚远大的人呢? 他们任何一个的陨落, 都是人族的损失。 重阴灵海那里应该有你的老朋友, 要不要老邀我帮你传个话呀? 也就是这位, 能在这么多星位联手追击下, 把人家当狗, 溜到了重阴灵海反着杀。 这十年来, 不仅老邀在期待他的出山, 就是徐东山等也在期待他的出山。 十年前, 他还是结丹中旗, 现在他已经是结丹后旗了呀。 伤话就不必了吧? 陆灵溪就知道, 这老头当初送他天衣生水, 没那么简单。 有我的这张脸在, 我想安化会自动找上门的。 吃人嘴短, 拿人手短, 谁叫他确实服了人家的天衣生水呢? 嘿嘿嘿, 是急, 是急呀。 只要灵溪能积了面纱, 老邀相信, 就凭那些星位在重阴灵海折腾的样, 就一定会主动找上他。 不过灵溪啊, 安化那些人, 现在可比当年谨慎多了。 他摸出, 一直在网里记录消息的御简。 你好生看看吧, 万不能大一了。 陆灵溪接过御简, 神识探进去半省, 才退出来。 我还有些疑问啊, 老邀, 你单独跟我说说。 他朝武善和李秋白点点头, 拉着老邀就走。 他, 他真是灵溪。 李秋白在宫视栏上看过陆灵溪的小巷, 只是他一直把他当死人的。 嗯, 肯定是他。 武善慢慢点头, 除了他, 也没有人能让老邀如此。 要知道, 乱兴海十五城总管都是员后修士担任, 这老邀更是连着指挥连城, 在喜眼灵水没下届时, 两次打退左蒙人的强弓, 人家的名在仙界都挂了号。 听说, 他交出乱兴海任务的时候, 就是闭关冲击化神镜的时候。 没想到啊, 他居然在连城待了十年。 偏偏这十年来, 有关他的悬赏, 连城还挂在宫视栏上。 武善不能不怀疑, 这是老邀故意的。 秋白, 见到灵溪的事, 不能从我们口中传出去。 陆灵溪既然决定要出门了, 当然也不在意别人怎么传他的话。 于老邀在总控室坐下, 他拿着预检, 直接了当地问。 你们说这些年, 安化那些左蒙人一直在重阴临海, 查当初的打斗痕迹? 是。 左蒙人想查, 其实老邀徐东山他们也想查, 那些腥味不是善茬子, 可他们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灵溪手上吃亏。 他们想复制灵溪的战绩, 想更早地把所有进了乱兴海的左蒙人全部按着杀了。 闭关的灵溪他们不好打扰, 就去套问同从天渊七界上来的九壤和容争。 那两个混蛋好处到手了, 却死咬着说她的本事没人能复制。 灵溪, 您的打斗痕迹有什么古怪吗? 没什么古怪。 陆灵溪转了转手中遇见。 不过我不使出来, 九壤和容争不说出来, 倒是可以再出其不意多杀几个。 九壤和容争, 一个老狐狸, 一个小狐狸, 虽有万般不好, 在这一点上, 他也不能不佩服。 这中间应该是出了一些差错。 有关十面埋伏的是, 吴迅那四人不可能不给安化报备, 没有报备出去,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当初王者兴兽, 老叫老叫, 外传的传音符, 或者飞剑传书什么的, 不小心掉落了。 老妖, 你可以让你们的人准备了。 陆灵溪双眼亮晶晶的。 我今天就出发, 前往重阴临海, 让他们与我相聚百里, 直到左盟人围杀我时再行出手。 十年了, 安化一直不曾放弃寻找灵溪, 她见过她拎大刀的样子, 可是, 现在看来, 那也许只是她骗人的一个幌子, 否则, 就凭着上去稍微厚重的虫影, 再厉害, 也不可能连批他们那么多人。 一百零八星位, 程康所属的一半, 几乎都要被她打没了。 那样的人, 能隐在骷髅黄和兴兽嘴巴里吗? 简直就是个笑话, 但再是天道亲闺女, 安化也无法相信, 早就成就先级的队友, 会接二连三, 自个儿把死点往她刀口上撞。 程康, 吴迅, 张眼, 他们哪一个会是傻子呢? 可事实上, 与灵溪队上的程康, 到现在都没有真正苏醒。 吴迅和张眼, 带队追到重阴陵海时, 明明已经知道她有古怪, 案里是不可能没有一点防备的, 明明有了防备, 还是全军覆没。 安化站在各种剑痕最多的地方, 她熟悉这里的每一道痕迹, 可就是不明白, 灵溪既然与队友们在这里斗成这样, 何以她的刀痕却机不可见呢? 真如于强说的那样, 她是个特别厉害的镇法大师, 程康就是在她的镇中变成现在的模样, 我严重怀疑, 哪怕将来她能醒来了, 也不能是之前的她了。 灵溪围杀程康那些人的时候, 留有镇法痕迹, 但这里, 却没有任何一点曾经布阵的痕迹。 安化越想不通, 就越后悔, 当初在重阴陵海外, 被谢善劫走的那一道传音符, 劫走就劫走吧, 再抢回来就是, 实在不应该一点也不争取的就那样给烧了。 从后来的痕迹来看, 灵溪和吴迅张眼几个是遭遇了王者兴兽, 所以他们才慌不择路地逃跑。 灵溪肯定逃出去了, 因为后来她杀王者。 吴迅张眼四人, 安化怀疑他们四个是死在骷髅黄口中, 那东西没出没的时候, 灵气未复, 又正直极寒, 他们的自身天赋在骷髅黄那里是没用的。 安化摸出一枚玉剪, 又描了几西后, 眉头紧紧簇着, 圣者特意让人进来, 给他们递消息, 要求带些骷髅黄的尸体出去研究。 仙界在这里收骷髅黄的尸体, 一百块鲜石一枝, 这消息还是他们报上去的。 但是当初, 他们有多气仙界的内应, 会了那么多年都不知道这消息, 现在就有多为难。 安化是见过骷髅黄, 可是所有没及时躲开的人, 全都死在他们口中, 想要带尸回去研究, 对他们而言实在是个不小的挑战。 虽然听说, 当初在外围的修士, 有人好运的杀过几只, 可是谁能把这事大肆宣扬呢? 财不露白的是, 谁不知道呢? 他派余祥他们出去找过几回, 奈何, 所有捡了骷髅黄尸体的修士, 都早早地在十五城换了鲜石, 人家连鲜石都存在了十五城的财厢, 连杀的几个人, 连骷髅黄的一条腿都没有得到。 安化。 鱼翔从远处急急冲来, 连熙出来了。 什么, 他在哪儿? 他从连城那边出来, 现在好像正在往我们这边来。 往我们这边来? 安化目中瞳孔不由一缩, 重阴灵海已经被海城列为实际危险的境地, 连熙不会不知道, 说过知道, 却还往这边来。 他现在到哪儿了? 安化抬手一扶, 一张乱星海的地图便树飘着立在了那里。 十二位传来的消息说是, 七月初二一早上, 灵溪未做任何掩饰, 一个人离开海城。 十二位? 安化的眉头又是一簇。 十二位有人朝他动手了? 是, 他们派了两个小队试了一下。 都死了? 都死了, 不过不是死在他手上, 灵溪为人极为谨慎, 从不往人多的地方凑, 十二位一方面想逼着各方修士, 一方面想在他必经的路上, 一拥而上, 乱刀分尸。 可, 修士那边不是傻子, 他们集结在他周围, 两个小队都没到他的跟前, 就被那些修士队伍拿下了。 钓鱼, 绝对是钓鱼, 灵溪就是那个吸引我们的耳。 陈九师没办法了, 才把消息给我们的吧。 应该是, 陈九师, 灵溪始终是一个人, 有星寿, 他打星寿, 没星寿, 每四个时辰, 会在空旷的地方布阵休息一刻钟, 到三个时辰的样子。 虽然有好几次被星寿引离了路径, 可是事后, 他还是会偏回重音临海的方向。 他晃晃悠悠的, 大概也是在等着我们收他的消息, 现在大概到了这一段, 离重音临海千里左右。 平原? 平原之地, 不管做什么都会艰难些。 安化收回地图, 再次长吐了一口气。 马上通知陈九转移, 连城老妖只怕要对他们行动了。 啊? 鱼翔一顿之后, 连忙在额间一拍, 以灵力凝出离道飞剑传书。 安化抬手帮忙, 飞剑传书一连击闪, 消失在他们面前。 长老已经把连城老妖的名字爆了出去, 飞生日, 就是他的允命时。 不方便杀的人并不代表他们就不会杀, 君子报仇十年未晚。 在他最高兴的那天, 让他看到仙界阳光的那天, 允命在街影馆外的青云长街上更有意义。 借着陆灵溪, 老妖确实在查十二位。 重一灵海的兴卫虽然棘手, 可盯着连城的十二位, 于他而言更是如梗在喉。 灵溪不想动手, 没关系, 只要他一出去, 左蒙人肯定就会关注。 他这边只要盯上那些关注他的人就行了。 仙界的喜眼灵水和望气宫, 抓普通的左蒙人一抓一个准。 这些年, 十五成各有收获, 但只这些还不够, 乱星海任务牵一发而动全身。 他不仅关系到各界在乱星海做任务的修士, 还关系到仙界, 关系到幽谷战场, 乃至于左蒙人的外遇战场。 老妖的目光, 从来没有盯普通的左蒙人, 他要的是覆灭整个十二位。 陶甘和陶丹, 当初就是在连城的范围内被十二位追杀, 后来若不是灵溪, 机缘巧合地抓了十三位的卫长和副卫长, 知悉他们要攻打海城, 又提前通知他这边, 连城可能早就从他手上失去了。 身为连城总管, 他可是一直记着他们, 老妖在总控室, 查看各方汇集过来的消息。 秘密联系连城周边的修士队伍。 他跟一旁的指示道, 就说我老妖, 有事情请他们帮忙。 连城的指示, 要守卫连城的安全, 轻易不能全出, 所以他只能把拿下十二位的话分散出去。 陆灵溪不知安化通过种种, 提前猜到了老妖打算, 他只按自己步骤来, 陶甘和陶丹要绕行海城, 从海城转到重阴陵海, 他总要等他们一等。 灵溪! 长壮一点的轻竹儿, 看着他布下九方积书镇的缩小板, 三方积书小镇后, 指了指后面。 那个李秋白还跟着我们呢? 跟着就跟着呗。 大阵一起, 陆灵溪在腰间一扶, 小巧的千鸡屋, 就在面前迅速化大。 有他在, 我们能更安心一点。 真有鬼鬼祟祟的左盲人过来, 他肯定要喊一嗓子, 然后拎着剑跟人家拼命, 陆灵溪打了个哈欠。 哦, 难得今天的月色好, 我们歇一夜再走吧。 他连着修炼了十年, 为防灵气太过活跃, 引发别人注意, 连引龙诀都没敢修, 每天每天就是用笨办法, 除了修炼还是修炼。 好在乱星海的灵气, 远胜天渊七界, 要不然打死他也进阶不了, 结单后期。 这十年连吃的东西, 陆灵溪都只捡县城方便的, 现在难得有大阵之前的平静, 可要休息好一点。 我就猜你会这样说。 青主儿还不知道他, 笑眯眯地扎根在阵盘边。 行啊, 你要休息就休息吧, 我看看积书镇。 他们停的时间都不长, 轻易不会出现兴兽捣乱。 谢了。 陆灵溪把千金屋的大门一关, 身形一闪, 在躺下前, 一床被褥就甩在了榻上, 厚厚暖暖的被褥让人万分的舒心。 陆灵溪从储物戒指中, 甩出和声师叔特制的后毛大厂盖好, 他觉得, 现在的日子才叫日子, 以后, 若是再跟陶肝和陶丹组队, 他们两个看他如此自在, 肯定又要羡慕极度了, 他的高床软枕呢。 陆灵溪翻个身, 拥着后毛大厂, 决定再拿美食贿赂。 只要有了美食, 他要陶丹干什么, 那家伙就会屁颠屁颠地干了。 有他在, 青主儿也能好好的当他的木职, 不用看着积书震盘。 陆灵溪一边打算, 一边慢慢地迷惑了过去, 完全不知道外界因为他的出现, 闹成了什么样。 灵溪居然在连城, 待了十年。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红叶和谢善两人非常不是滋味, 那些星位的目标是他和陶肝陶丹, 可他们…… 一定是老妖。 谢善好想咬牙。 那老东西, 印象鬼得很。 可恨, 他想涮左蒙人就涮好了, 居然连他们也涮了。 先别管老妖了。 红叶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他们做得没错, 我们还是想想, 接下来要不要也去重阴陵海吧。 跟安化周旋这么久, 他们一直吃亏, 难得灵溪出连城第一时间, 就要往重阴陵海去。 我咽不下那口气。 他和谢善几次受伤, 要不是队友拼死相助, 肯定也如同贯那些人一样, 允命乱兴海了。 还有李健的仇, 你不想报吗? 谢善的牙齿咯吱一咬, 他真是做梦都想报仇。 李健是他最好的兄弟, 可是他却因他而死, 将来出去, 他都不知道要如何面对他的家人。 你想和灵溪会合一处, 杀入重阴陵海? 是, 灵溪一个人, 安化他们多少人? 我想, 他走得那么慢, 也是在等有实力的队伍。 他们有实力, 又曾合作过, 虽然那合作还是各自围攻, 但是合作就是合作。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红叶这样道, 我们与安化, 早就结了死仇, 我想, 灵溪会对我们放心的, 实在不行, 我们就多让点力。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皆为力网, 灵溪既然到了乱星海, 自然也不能例外。 只要能拿下安化和那些星位, 我们的名字, 说不得也能被十五成报与仙剑。 谢善, 我知道你在迟疑什么, 但是, 现在早不是我们能避的时候了。 当初, 我们追待安化那些人,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死仇早就结下, 我们不找他们, 他们一旦收拾了灵溪, 肯定还会来找我们的。 数次暗杀就是明正, 建新队早就没有第二条路了。 好, 不过, 你要怎么跟兄弟们说? 谁都不是傻子, 几次杀入重阴灵海, 都有兄弟殉命, 再去呢。 说起建新队, 别人只会想到他和红叶, 虽然每次他们都是拼杀在前, 但是同域危险的时候, 有余力救人的, 基本还是会先救援他们。 李建死后, 不少兄弟都打了退堂股, 建议我们, 赞逼那些纤尾的锋芒。 安化, 扎在重阴灵海, 他们就离重阴灵海远些。 万兴海六十年, 大家都是带着任务来的。 如果不能集起五枚先令, 将来出去怎么交代呢? 外面的师长, 可是等着先令到幽谷战场呢。 我们几次三番, 到重阴灵海, 都没得着好, 还连远了二十多人。 谢善不能不考虑这些。 作为队长, 我们两个都是失职的。 大家之所以愿意听他们的, 不过是因为, 他们可以带大家, 深入一些兴兽多, 仙界机缘也多的地方。 以前他们做得很好, 但是呢? 安化他们身上, 会没有机缘吗? 红叶反问迟疑不决的谢善。 拿了他们的储物戒指, 除了分给灵溪的, 我们分文不取。 有些东西, 要有命拿才行。 少说服从多数, 如果大家还是不同意。 我一个人去。 什么? 谢善异常吃惊, 红叶却目光坚定。 我熟悉崇英灵海, 我的眼睛也比旁人的更好, 真要动起手来, 我能帮灵溪更快地发现那些左蒙人的死点。 在仙界流明, 为以后的修仙大道铺路, 在他的心中比什么都重要。 九壤始终待在海城当他的小执事, 他到乱仙海是给自己找机缘的, 虽然说当初也跟修真联盟许了几枚仙令, 可现在不是情况特殊吗? 连灵溪都十年不敢露面, 他就更不用当那个出头的船子了。 乱仙海是个修炼的好地方, 哪怕在这里修炼, 看不到修为的进展, 可九壤是什么人呢? 他感觉再这么混着在轮班的时候修炼, 六十年出去后, 也未必能摸到化神后期的那层窗户纸。 想打劫灵溪和荣争的想法, 九壤慢慢地已经知道不大可能了, 不过不打劫并不代表, 他不能拿他们的东西, 只要他们死在乱仙海, 六十年后他们存在十五成财香的东西, 就只能靠自己带回去了。 九壤相信被左蒙人盯着的灵溪, 不会把十五成的仙丹奖励就带在身上, 再看不上他和荣争, 他也必会为天渊妻妾考虑。 别的暂且不说, 反正仙界奖励的太后丹和问仙丹, 他是稳拿的了。 九壤道友, 娃娃脸裴青从远方归来的时候, 早早地就朝他拱手。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他戴笑的脸上甚是明朗。 灵溪灵道友果然活着, 原来他在连城待了十年。 什么? 九壤微微一愣之后, 又觉得理所当然。 确实是个好消息。 十五成的总管, 若是这么点掩护都不帮他打, 那才有问题呢。 这样也好, 还能为天渊妻妾多打一点仙令。 就凭十面埋伏, 只要不是老倒霉, 总遇王者, 凭灵溪的本事, 靠一颗仙令, 也许都不用一年。 还有那骷髅黄, 别人怕他, 灵溪定然是不怕的。 一只骷髅黄等于一百块鲜石, 只要让他遇到, 他肯定能为天渊妻妾, 带回几千甚至上万的鲜石。 道友当初那么肯定说他没死, 我还以为你是接受不了呢。 裴青一副佩服他的样子。 你和容道友说他是天道清闺女的事, 现在我有点信了, 要不然怎么能从那么多左蒙兴卫的追杀下逃掉, 又杀王者, 又遭遇冰雹极寒, 还遇到了骷髅黄。 九阳道友, 他是不是还有什么特别的本事, 你和容道友都没说呀。 裴青撞了一下九阳的肩, 好像两人特别熟一般。 要不然他怎么那么厉害, 又那么幸运呢。 九阳露了一个高深莫测的笑, 杀神怒望前辈的石面埋伏同皆无敌, 容征都没有对人把灵溪的底露了, 他又怎么会露呢? 海诚当年的奸细虽然最终被寻到了, 可是九阳却从一些人若有若无的试探中, 感觉又近了心的。 更或者, 那个被他们寻到的左蒙人奸细, 其实就是给别人打马虎眼的。